一百个混混在巷子里围堵任牙 对方人多势众以为这把吻了 谁知最后的场面是任牙一个人包围了一百个人 范马任牙十三岁时就已经是当地最出名的不良少年 道上的小混混几乎都被他打过 为了报仇每个人手上都带了武器 带头的大混子北则为了保险起见 甚至把道上最能打的内藤叫来了 北则疯狂磕头给老大哥叠棒 殊不知这个家伙就是一个杀带把 随后远处缓缓走来一个人影 范马任牙单刀附会赶到现场 只见他纵身一跃就跳进了会场内部 脚下的步伐还出奇之快 冲着C位的打手飞奔而来 任牙一屁股坐在内藤脖子上 铁拳像雨点一样倾泻而出 内藤还没反应过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转眼间就被对方的头锤彻底绝杀 不服气的北则拿出长刀指向任牙 谁料任牙直接把脖子伸了过来 有种你就摸我脖子 北则也被这不要命的气势吓到 痛斥一记段子绝孙腿后 整个身体趴在地上不动 事实上真正的大战才刚刚开始 北则身后的小弟都还没有出手了 任牙战役爆发直接冲进了人堆里 对他来说人再多也无所谓 因为敌人最多只能包围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同一时间他只需要打四个人 但是别忘了小混混都带着武器 随着狗链一拽任牙瞬间被拉下神坛 痛打落水狗简直太轻松了 一群人对着任牙无情剑塔 好在任牙最后挣脱了束缚 一个人跑到铁栏门边背靠墙体作战 战斗从这时起局势大变 小混混凭借武器优势跟任牙一伤犯伤 几十个人围着任牙往死里打 眼看情况不对 躲在暗处的幕户警官终于出手了 警少顿时响撤全场 小混混见状立马踢通跑路 幕户走到任牙身边查看情况 却不料碰上了任牙的应激反应 要知道袭警可是一等一的大队 好在两人都是老乡时 幕户警官也没往深处追究 全场100个混混任牙干倒了37个 面对这样辉煌的战绩任牙还是非常不满意 他的目标可是成为像勇次郎一样的男人 随后幕户警官护送任牙回家 来到他附近发现墙壁上有一堆涂鸦 只怪任牙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 那都是小混混对任牙的咒骂和威胁 经过一晚的休息后 第二天任牙来到特训室测算运动数据 他的每一项运动指数都远超出终生乃至成年人的水平 按照任牙的天赋继续加强锻炼 教练有绝对的把握将其培养成一流的格斗家 而任牙想要的绝不止此 对他来说这种训练还是见效太慢 任牙的目标是成为地表最强而不是国内一流 随后任牙解雇了所有教练 从今以后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训练 与此同时利古川和北泽相约在咖啡厅碰面 北泽需要金主爸爸结亲打架的尾款 而他对面的宿古川就是雇主 谁能想到这场斗殴的幕后只使来自于任牙母亲 为了检验任牙的战斗力 他竟然花钱买胸打儿子 任牙一家真是母刺子孝 被打得北泽不服气想要多逃点赏钱 一时之间他竟然还出手威胁 而宿古川也一点都不惯着 直接把热咖啡倒进北泽的裤裆里 烫得对方嗷嗷乱叫 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 宿古川随手摘掉一管电灯泡抵在北泽面前 嚣张的小头目顿时吓得连连认错 为了给任牙物色新的对手 宿古川特意拜访了一位黑道大王 并在他口中得知了传奇少年花山勋的存在 15岁赤手空拳杀进黑道组织内部 凭借一人之力击败50人 随后成为史上最年轻的黑道大王 花山组二代目 宿古川手上掰弯的硬币就是他的杰作 给教练组炒鱿鱼后任牙失去了训练方向 一个人躺在公园的场椅上思考人生 他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自己要通过战斗提升实力 但他又能跟谁战斗了 期间任牙鬼使神差地偶遇了一位跑来 插肩而过的一瞬间任牙感受到了对方的气场 但还没来得及叫他人就跑远了 任牙凭借自己的感知来到了一个拳馆 今天的这场比赛是日本拳王优利对战泰国拳王迪梦 原本优利一直在被动挨打 谁知他的上勾拳一出手瞬间扭转局势 猛逼的迪诺吃了一整套连招 最后被优利的一发刺拳打出场外 胜负已定优利才是最后的赢家 任牙健壮立马来了兴趣 对着场边的沙包疯狂输出发泄自己的力量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拳王的主力 如果每一次被人打败都会奖励一个香蓝 或许泛马任牙这辈子都无法成为地表最强 画面来到最开始的拳击场 年轻气盛的任牙竟然当众挑战拳王优利 面对这种无名小辈的挑战 教练劝说优利千万不要自降身份跟他对打 而优利却想都不想直接接下了这场战斗 因为他家祖上是荆棘二族 一个马背上浴血奋战的民族 不管任何人向他发起挑战 优利通通来者不拒 随后助力给任牙戴上拳套 一场顶级擂台赛正式开始 优利没有任何留守的意思 简单说完开场白后快速出拳 仅仅是一波轰炸就把任牙打飞了出去 台下的观众想上来看看任牙的情况 却被优利警告战斗结束前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登上台后任牙终于明白 跟拳击相比打架简直太不入流了 在优利的重炮面前任牙毫无还手之力 一技上勾拳差点把自己打晕了 就在任牙即将摔倒之际 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永次郎的身影 于是任牙强撑着身体站了起来 要做地表最强就绝不能轻易认输 既然正面对打没有优势 任牙迅速转变策略使用迂回战术 蹲下身子躲过优利一拳 脚下步伐快速闪动在优利的身边来回打转 就这样一刻不停的移动让人分不清方位 趁着优利还没反应过来 任牙纵身一跃跳到了优利的脖子上 紧接着一通王八拳疯狂输出 同样的招数用在内藤身上 对方撑不过一个回合 而这位拳王却还是屹立不倒 看着任牙闪转腾挪的样子 优利想起了小时候在草原上的经历 当时也有一群野狼将他层层包围 他们凶猛迅速地架势跟任牙一模一样 而当时优利就是用铁拳打出了一条生路 既然过去他能做到 换做今天优利依旧可以做到 优利干脆闭上眼睛等待任牙出手 这一次袭击的位置来自背后 优利转头的同时随即一拳轰出 空手突然变直拳为勾手 请客间任牙就被按在地上狠狠抱锤 最终的胜利属于拳王优利 这是任牙第一次被人一对一K了 他瞪大的眼睛表示不敢相信 过了大半天任牙这才缓过神来 在拳馆学员的搀扶下 他重新站起身子 这时拳王优利早就已经走了 他甚至不在乎任牙是谁 不争气的小珍珠齐刷刷地掉了下来 13岁的任牙彻底破防了 恋牙气冲冲地回到家里 没成小幕户先生就在门口等他 好心的警官准备帮任牙调查一下涂鸦事件 结果却意外吃到一个惊天大话 东京第一富婆将猪亲了任牙一口 并且她还是任牙的亲生母亲 本以为任牙只是一个爱打架的不良少年 谁能想到她还是地主家的儿子 任牙在厨房炒了一晚上的大米 第二天一早收拾起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出门 家里的锅碗瓢盆和干粮筒筒带走 为了全方位的提升自己的力量和速度 任牙决定前往深山闭关修行 与此同时利谷川跟随黑帮成员来到花山组的根据地 今天这里有一场黑道界的一对一决斗 花山勋就是出场的主角之一 所有人都说花山勋是黑道界的打架专家 在这里利谷川能够亲眼看到最真实的情况 规则原本是两个帮派内部各派一个人进行决斗 谁料对方不讲规矩专门请了职业拳击手 而且还不由分说地讲起歪理 花山勋则表示无所谓我会出手 一米九的大块头看起来像一座大山 光是威压就让人喘不上气 花山勋淡定地脱掉西装后一脚揣在对方脸上 你蹬鼻子上脸就别怪我蹬你鼻子 这叠扑克牌在花山勋手中像是豆腐一样 轻轻一掰就捏下来了一部分 此时职业选手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双手握拳直接冲到了花山勋面前 对着花山勋披头盖面就是一通输出 面对敌人凌厉的攻势 花山勋竟然丝毫没有还手的意思 因为这只是在触发他的被动技能而已 怒气攒满后花山勋的铁拳立马还以颜色 他甚至还不想让对手飞出去 下意识抓住对方的手臂再补一个生龙拳 男人一飞冲天砸爆了天花板的灭火喷头 漫天水花终于把他自行了 素骨川对花山勋的表现非常满意 这才是他要找的人 于是战斗结束后立马找上花山勋约架 对手是13岁的任牙 听到这话二当家当场急眼了 反手把小刀抵在素骨川身上示意他别乱说话 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跟花山勋战斗的 面对来自黑社会的威胁 老当一撞的素骨川一勒脖子就把二当家压在身下 随后洋洋洒洒讲起任牙的辉煌战绩 15岁的花山勋不是普通人 那么13岁的任牙也可以很强 可是花山勋还是不感兴趣 最后素骨川不得已搬出了范马勇次郎的名号 如果对方是地表最强生物的儿子 这样的话他有资格跟你打吗 壮汉把火药粉全部倒在伤口上 随后硬着头皮用打火机将其点燃 这么做的唯一好处就是止血消毒 紧接着空气中飘来了烤肉的香气 壮汉的身体也痛得抽出起来 如果他下不了这个决心的话 或许当天晚上就得死在这里 任牙背着一身行囊走进深山老林 终于在大山深处看到了一间小木屋 到达目的地后任牙直接累爬下了 这一口大气还没闯过来 转眼间就被一个大汉徒手拎了起来 任牙看到面前的猛男没有半点害怕 因为这个人就是他要找的安藤大叔 在任牙还是个小屁孩的时候 安藤独自搬到了深山居住 从此就在这里修行锻炼 任牙看到有亲人在身边 心里的不安顿时一扫空 放下行李倒头就睡 到了晚上安藤用一盆生熊肉热情招待饭满任牙 在这片大森林里安藤已经站在了食物链的顶段 哪怕是黑熊都得成为他的食物 至此任牙终于说出了自己上山的原因 他要闭关修行成为世界一流的强者 前不久他输给了拳王优利 以后他要自己把脸面震回来 在安藤看来变强非常容易 无非就是比谁吃的更多锻炼的更多 于是第二天任牙就开始魔鬼特训 对着沙带一刻不停的疯狂输出 但转念一想这跟在家训练又有什么区别呢 随后任牙主动请应表示要去叶插炎扎营 听到这话安藤也是一阵头皮发麻 要知道那可是叶插炎的地盘 就连安藤也不敢去找那头出生的麻烦 可惜出生牛独不怕虎 既然投铁的任牙坚持要去 安藤也只能给予最大的支持 于是他把家里珍藏的大斧头送给任牙护身 并且嘱咐任牙千万不要跟叶插炎硬钢 只有勇次郎那个级别才有实力击败他 安藤的这句话直接把任牙忍暴了 这是瞧不起谁呢 既然勇次郎能打赢叶插炎 那他也一定能打赢 任牙年少轻狂执意要跟叶插炎干一场 殊不知自己的狂妄差点把安藤大叔送进火葬场 来到叶插炎后任牙直接把营地扎在了洞穴门口 心里越是紧张就越要打拳撞板 没成想叶插炎真的来了 看到这巨大的怪物出现在自己身后 任牙吓得都不敢出招 幸亏安藤大叔一直在暗中保护 背后甩出一把大斧子吸引叶插炎的注意 随后拎着斧头上前冲杀 这一下劈下来应该威力不小 怎料叶插炎直接用嘴接了下来 而且还把大斧头咬成了两段 安藤索性握紧拳头跟叶插炎硬拼 可是等待他的竟是怪物的滔天大嘴 莫非杰克是从这里学的咬到 安藤拼命反抗拔出一只血淋淋的拳头 趁此机会任牙背后偷袭想要制裁叶插炎 结果一击不成被叶插炎反打一套 这怪物简直是强得不像话 任牙抬头一看发现情况不妙 叶插炎的双手正抓着安藤的肚皮紧紧不放 随着刺拉一道声音响起 任牙这才意识到自己把安藤大叔给坑了 他集中生智拿起没有灯砸到叶插炎背上 然后用汽油桶助长火势 谁能想到任牙的这手遭操作真把怪物吓跑了 深夜他扛着安藤大叔回到小木屋 为了消毒直接把一瓶烈酒全部喷在安藤身上 安藤表示着没有什么卵用 反手在伤口上做了一道烟熏肉 任牙按下求救按钮来到木屋门外等待 手持一根烟熏给护灵员定位 直升机盘旋而过终于发现了任牙所在的位置 没过多久安藤大叔成功转移 但这还是难以掩饰任牙心中的愧疚 如果不是自己作死 安藤大叔也就不会受伤 任牙只能化悲愤为动力吃更多的饭 一直吃到肚皮溜圆 因为只有吃得快才能找得快 吃完后立马加倍训练 只为突破身体里的那道界限 据说人的脑子能分泌一种名叫脑肥的物质 它能帮人减轻痛苦甚至提供快感 但是这种物质只有在极限运动时才有可能分泌 所以任牙拼命运动让身体到达极限 突然他脑海中灵光一闪 任牙第一次感受到了这种奇妙的感觉 只需体验一次就能让人彻底上瘾 为了让这种快感发挥到极致 任牙开发出了更刺激的玩法 那就是不做任何防护直接从悬崖跳下去 你听说过跳牙的训练方式吗 为了变强任牙已经走火入魔了 这一跳要么浑身摔个稀巴烂 要么就彻底激活身体里的脑肺 任牙别无选择 仰着头在几百米高的峡谷飞速下坠 降落到中段的时候还被凸起的峭壁磕了几下 就算是这样任牙也只受了一点点皮外伤 眼看自己离谷底越来越近 任牙的意识逐渐陷入混沌之中 各种记忆碎片像走马灯一样从脑子里闪 你相信光吗 反正在这一刻任牙醒了 下一秒 时间的流速好像变慢了 任牙在空中闪转藤魔 踩着悬崖峭壁到处接力 原本这是一个必死的局面 而任牙硬是把这当成了户外跳水 一个猛子扎进了河里 然后爬到岸上大口喘着粗气 没想到自己竟然还活着 任牙仰天长啸非常激动 这说明体内的脑肺被彻底激活了 接下来到了清算旧账的环节 当天晚上任牙直奔夜叉圆的洞穴 为了防止对方中途逃跑 任牙提前在洞口周围撒下汽油 等到怪物出现之后一把火点燃战场 在这个决斗圈内没有投降的可能 今晚他们之间只会拼个你死我活 随后任牙主动发起攻势 纵身一跃跳到夜叉圆背上 一指缠神弓对着怪物的眼睛打 显然夜叉圆也被这手操作打懵了 无奈又吃了任牙一整套联机 从上勾拳到飞身踢没有丝毫办法 任牙一出场就交了大招 可惜结果却在他的意料之外 咬面上看夜叉圆的重心确实有些厚压 实际上他的底盘还是稳得一批 反手一抓身向被打瞎的眼睛 夜叉圆活生生把眼珠子挖掉塞进嘴里 对自己都能这么狠 如此凶残的怪物任牙还是第一次见到 接下来就到了夜叉圆的反打环节 五百斤重的肉身一屁股压到任牙背上 然后按着对方的脑门疯狂输出 谁能想到这还是一只极其灵活的怪物 凌空翻跟头对他来说非常轻松 这一脚中他差点把任牙踩点了 夜叉圆顺势抓住空中的任牙 当你以为他要手撕任牙的时候 夜叉圆偏偏一口咬在了任牙的肩膀上 任牙痛得左脚直抽筋 没成想惊意外发现了夜叉圆的弱点 一招段子绝孙腿踢在对方的当下 眼看效果不错就连着多踹几脚 夜叉圆的蛋蛋都要碎了 就这样 任牙死里逃生保住一条小命 可惜双方在蹲位上的差距过大 无论任牙怎么攻击都打不穿怪物的肌肉 而他的皮肤却被夜叉圆轻易地刺开 这回任牙终于学聪明了 汇集全身之力猛攻夜叉圆的下三路 把怪物打倒之后甚至还骑了上去 一顿输出猛路 一看伤害0.5 如果说之前夜叉圆还在保留实力等 这回他是真的认真了 拎起任牙就是一个暴摔 然后像抓小鸡仔一样随意蹂躏 趁着任牙还没划过神来 夜叉圆的野蛮冲撞已经来到身前 这冲击力差点把洞穴都震塌了 此时的任牙就只剩下最后的半口气 想爬却又爬不起来 战况陷入一边倒的局面 夜叉圆几乎是在单方面的碾压任牙 等到他玩够了以后 反手抓住任牙的嘴巴准备撬开他的脑袋 任牙死到临头半只脚踏入阎王殿 这时体内的脑飞终于激活了 痛感减弱身体机能全方位加强 任牙随手一抹当场抓化了夜叉圆的脸 两极反转后任牙想要乘胜追击 好巧不巧这时候一发子弹乱入战局 安藤先生举着一把猎枪严阵以待 经过治疗他已经完全康复 可是这时候来支援也太晚了 任牙对着安藤大声怒吼 这一战双方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无论如何任牙都要血拼到底 只见一位少年和一头巨猿 开始赤手空拳的对轰起来 在脑飞的强力增幅下任牙 跟怪物打得不相上下 但即使是这样还是分不出最后的赢家 任牙干脆站着不动刃由夜叉猿攻击 等他出手的瞬间伺机而动 终于在硬扛两爪之后任牙找到了机会 任牙看着夜叉猿倒在自己面前 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不料就在几秒之后 这个怪物居然又站了起来 他也没有做出多余的动作 只是淡定地看了任牙一眼就转身离开 这个反应既不是恐惧也不是愤怒 任牙反倒有些迷惑 或许夜叉猿只是想在森林中好好的生活 是他打破了森林的安宁 在这一瞬间输赢好像不再重要了 因为任牙已经从战斗中获得了领悟 第二天他带着一件礼物拜访夜叉猿 爬进洞穴后发现里面有许多巨猿的骸骨 原来这个种族已经与人类无限接近 大自然真是无比奇妙 见到夜叉猿后 任牙取出包裹中的礼物 这是几年前勇刺狼击杀的那只骨猿 现在任牙替父亲交还骸骨 夜叉猿将头骨归位算是让一家子重新团聚 作为交换 夜叉猿送给任牙一颗牙齿 这是他和任牙大战时被打断的那颗 任牙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这意味着他的实力得到了夜叉猿的认可 而他也将结束闭关返回东京 握力无双的花山究竟有多强 面对拳王优利的攻击不躲不闪 而是反手抓住对方的手臂 随后用力一捏 就在刚刚 花山来找任牙战斗 可等了许久发现任牙都没有回来 于是他只能遗憾离开 但没想到花山刚走 任牙就背着行李回来了 二人就这样完美擦肩而过 突然任牙心中有种奇怪的感觉 回头一看原来是利古川 他带任牙来到江珠的豪宅 母子久别重逢 江珠明显感觉到任牙便不一样 他的肌肉比以前更加健硕 在二人说话期间 擂台上的战斗终于开始了 台上的优利轻松躲开对方的攻击 随后一拳直接将7K 在重量级称霸的优利并不满足于此 比赛刚结束没多久 他便宣布要夺下重量级拳王的宝座 两个月内这家伙的体重成功增加了15公斤 江珠询问儿子有什么看法 可任牙却说优利进步太慢了 在自己的印象中 对方的速度应该比这快上5倍 听到这话 江珠当即安排了下去 随后利古川找到了优利 箱子里是一日元 只要优利愿意与任牙对战 那这些钱就都是他的 但优利并不会被利益所吸引 他生平的愿望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大家都知道 他们荆棘尔族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民族 利古川淡定的擦了擦眼镜 嘲讽优利根本没见过世面 区区一个拳击界的世界冠军 他们才不会承认对方是地点最强 优利以为利古川在浪费他的时间 于是他转头就离开了 见状利古川只能先来找花山 花山并不在乎自己与任牙的战斗 只要能见到范马永次郎 那让自己做什么都行 利古川让花山放心 当他打倒任牙的时候 永次郎就一定会出现 因为范马一族对战斗的渴望优先于一切 听到这话花山终于放下了心 勾起嘴角仿佛是有了什么打算 到了第二天 优利的教练组又给他找了一波陪练 没想到这时任牙突然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优利以为对方是来跟自己比赛的 可没想到任牙却表示 运动与格斗技完全不同 拳击并不是格斗技 旁边的一个陪练看不下去 当场就给任牙表演了个绝活 他用力一拳将100公斤的水袋打到天花板上 看到这一幕 任牙也缓缓走到了水袋前 随后开始原地蓄力 一记手刀直接把水袋割破 任牙转头给众人解释 你们戴上拳套之后 失去了踢法 扭法 投掷法 以及摔法 所以拳击才不够资格配得上是格斗技 很快便到了晚上 万众瞩目的重量级拳王挑战赛即将开始 但此时的优利脑海里还一直回想着任牙白天的话 到底自己够不够资格 今天优利就要证明给任牙看 没想到在通道内 他们被好几名标形大汉劫持 为首的正是一身西装的花山勋 与此同时 擂台中央的重量级拳王已经登场 他拿着拳王腰带在向观众宣示自己的强大 看台上优利的妹妹也前来观赛 妹妹坚信哥哥能获胜 毕竟之前被狼群围攻时 哥哥都能游刃有余将其击退 画面回到优利这边 双方对峙产生的战役扭曲了空间 花山摘下眼镜开始扭伸蓄力 这一拳被对方轻松躲了过去 并且优利立刻发起了反击 但花山不躲不闪 就在原地硬扛对方的铁拳 随后抓准十几一拳挥出将墙壁打破 优利震惊花山的怪力 可让自己逃跑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再次挥拳猛击花山的面部 结果却不小心被对方握住了手臂 优利想挣脱却无济于事 只见花山双手用力一落 瞬间手臂就响起了爆裂声 虽然废了一条手臂 但优利并没有放弃 以仅有的武器战斗到最后一秒 这才是荆吉尔战士的作风 花山的这一拳将优利直接打趴 意识都逐渐开始模糊 就在此时他回想起了被爷爷训练时的场景 他不想输给任何人 爷爷来到优利身前告诉他 荆吉尔战士是不会输的 被打败并不代表真正的败北 所谓真正的败北指的是意志消沉 如果意志坚定的话 即使是成吉思汗来了 也无法把胜利从你手上夺走 想到这里 优利从地上站了起来 把现场想象成自己的主场草原 花山见优利没有选择认输 于是便再次冲了上去 一拳直接将对方砸进了墙里 这次优利真的再也起不来了 教练赶忙联系急救人员 将优利送往医院治疗 看到这一幕 利谷川瞬间就猜到了是花山干的 他想快点和任牙战斗 从而见到范马勇次郎 据说手臂只要被花山抓住 在听到一声爆裂声后 手臂就会立马爆开 任牙起身伸了个懒腰 表示自己要回去休息了 可实际上他则是来到了花山族 顶着一堆人硬冲了进来 任牙闪转腾挪来到花山面前 一脚就将桌子踢出了大楼 任牙单枪匹马闯入花山族总部 只为与花山勋一决高下 见状花山站起身摘下眼镜 可任牙这货根本不讲武德 飞身一脚狠狠踢向花山头部 遭此重击 花山也不得不开始重视对手 就在二人即将开打的时候 楼下突然警笛声大佐 没想到警察赶了过来 虽然憋了一肚子火 但是花山只能先放任牙离开 他心中暗暗发誓 下次一定抱着一脚之仇 走出大楼的任牙发现了车内的利骨川 回去使他不禁感叹 果然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强的人 刚才自己踢完花山后 脚一直在抖个不停 而此时的花山正在找东西泄粉 只见他来到自己的豪车前 因为花山之前从来都没有被击倒过 但任牙却打破了他的神话 花山惊人的握力竟然能把轮胎轻松撕开 一旁的幕户警官都不禁产生了敬佩之情 与此同时 被花山捏爆手臂的优利已经有了心理阴影 就连做梦都是与花山战斗的场景 这时优利的老板走了进来 不由分说就给优利一顿臭骂 妮娜想为哥哥辩解 结果老板却打起了他的主意 想让妮娜替优利赚钱 但下一秒任牙突然出现 随后抓着老板的耳朵 一脚就将气踢了出去 优利向任牙表达了感谢 并表示自己以后恐怕没办法再打拳击了 因为他的手筋已经断了 听到这话 任牙决定去和花山打一场 顺便替优利报个仇 而另一边 花山带着玫瑰花钱去看望母亲 没想到才15岁的花山 母亲竟然如此苍老 看着年迈的母亲 花山心中的痛苦难以言表 他想起母亲曾经最喜欢玫瑰味的香水 于是便用手紧握玫瑰 将挤出的汁水抹在了母亲的脸颊 希望他老得再慢一点 等花山走出母亲的府邸 他心中已经有了决定 到了黄昏时分 任牙告别优利打算离开 临走时优利想告诉任牙一些关于花山的事情 但任牙却打断了他 因为自己已经完成了蜕变 现在只要想到要和花山干假 身体就兴奋地不停颤抖 此时利谷川向江珠汇报 花山勋已经消失三天了 就连那帮小弟都不知道他的行动 任牙每日还是照常前往学校 无论是上课还是下课 他都能感知到花山的气息 对方正在找合适的机会对自己下手 二人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了 打架和比赛的性质完全不同 在人多的地方战斗那绝对会很热闹 观众也是越多越好 突然花山出现在任牙的身后 一记重拳就将任牙打飞 可这并没有让任牙退缩 他走到花山面前摆好战斗姿态 但没想到对方比叶差缘还要强大 任牙被打倒在地无法动态 这还没有完 花山抓住任牙的衣服将其拎起 拳头如同雨点一样打在任牙的脸上 可任牙这时对着花山轻蔑一笑 剑撞花山怒气直飙升 对任牙就开始吓死手 不把对方打死 坚决不会把休 任牙毫无反击的机会 只能用手护住头部 花山抓住机会一记上勾拳将任牙打趴 紧接着又补了一记大脚 任牙被踢飞了十多米 等他缓过神来 花山已经举起音响狠狠砸下 看着两人打架 路人根本不敢上前阻拦 花山拎着任牙来到窗边 下一秒竟直接将其扔了出去 众人以为战斗彻底结束 可任牙怎么会被如此轻易打败 他顺着音响线爬了上来 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刚要开始 说吧任牙便脱掉衣服 准备豁出性命去战斗 只见他原地抱起踢向花山 可这一脚对花山来说只是刮杀 他趁机用大手抓住了任牙手 看情况不妙 任牙手脚并用挣脱了束缚 刚一落地 花山的攻击就到了他近前 虽然花山的力量很大 但他的速度却远没有任牙快 所以攻击根本碰不到对方 只能单方面挨打 任牙的直拳打中了花山人中 随后跃起又是一套连续踢机 花山被狠狠踢飞了出去 面对拿出真正实力的任牙 他终于认真了起来 脱掉爱事的衣服和鞋子后 背上的侠颗粒瞬间变成了全场焦点 什么才是真正的硬汉 手指被打断根本丝毫不慌 花山面无表情地将其接上 随后继续与任牙进行战斗 就在刚刚 任牙与花山的战斗正式打响 被鸡飞的花山终于拿出了全部实力 只见他脱掉衣服 露出了背后的侠颗粒 这是花山家族代代相传的刺青 当时刺青完成的时候 花山认为他还没有真正完成 这还要从侠颗粒的邮栏说起 缘合二年 一个旅人在花山家借宿 结果当晚山贼来袭 将花山家族上下杀了个干净 旅人用庙中把幸存的迷迹背在身后 就算死亡也依旧站在原地窥然不动 正是因为此人的仗义相助 花山家族才逃过了灭门危机 所以后来迷及决定 把救命恩人的样貌 刺在每一任家主背后 而花山认为他没有沐浴过鲜血 于是便趁月黑风高 直接闯进杀害父亲的仇人地盘 单枪匹马将对方团灭 等木齐带人赶到时 真正的侠颗粒已经制作完成 画面回到与刃牙的战斗 面对刃牙猛烈的攻击 花山一直处于防御状态 他趁刃牙没有防备 突然出手握住了刃牙的手臂 用怪力将其捏的青筋抱起 只听见砰的一声 刃牙的手臂如同气球一般爆裂开来 吃痛的刃牙赶忙使用踢紧 这才拉开与花山的距离 与此同时 一架直升机正从航母上起飞 上面坐着的正是那个地表最强男人 刃牙处理完手臂的伤口 他发现自己的手指还能活动 这证明手臂的神经还没有断 面对花山的攻击 刃牙暂时只能被动防守 可最终腹部还是被花山一脚踢中 现在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局势 刃牙被花山打得节节败退 站在原地不断喘着粗气 眼看这么久都解决不掉对手 花山彻底怒了 他蓄力一拳砸向地面 随后竟直接把地板掀了起来 将刃牙甩飞后 花山再次握住刃牙的手臂 打算故技重施 可没想到刃牙下意识旋转手臂 借着惯性给花山来了一个过肩衰 在场所有人全都懵了 刃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件事连刃牙自己都没搞清楚 在大庭广众下出场 花山恼羞成怒起身向刃牙发起攻击 抓住了对方的另一条手臂 就在花山将力量汇聚在双手之时 刃牙快步上前打乱了花山的计划 顺势再次用过肩衰放倒了花山 这是刃牙身体依靠本能做出的动作 趁花山还没起身 刃牙抬脚又是一波猛烈的攻势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面对刃牙的攻击 花山竟突然笑了出来 在用拳头挡下了刃牙的攻击后 花山终于从地上缓缓站了起来 双手握拳第一次摆出架势 无论刃牙如何移动 花山都紧追不舍 随时都准备给刃牙致命一击 刃牙被逼到角落已经无路可退 这一次交锋双方一定会分出高下 在花山十岁的时候 木齐曾经进过他的房间 里面满地都是被压扁的果汁空灌 就连门把手都严重扭曲变形 花山转身蓄力后 狠狠一拳砸在刃牙的面目 恐怖的力量将墙壁都打出了一个大坑 紧接着花山又是一拳 刃牙被打得当场跪地不起 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花山拎起刃牙又是一拳 这次刃牙可真是再也没有了声响 就在众人以为胜负已分时 刃牙竟奇迹般地恢复了意识 他不断拿头磕地让自己彻底清醒 准备离去的花山也停下了脚步 看来这场战斗还没有分出高下 花山转身握拳再次朝刃牙冲拳 这伙伙竟然耍小计谋 用拳头将花山的小手指打断了 但作为刃牙中最硬汉的男人 花山直接用另一只手将手指掰了回来 随后二人再次对拳 花山的手指每一次都被刃牙打断 而花山总会将其重新掰好 这点疼痛对强者来说并不算什么 更何况花山也不是没脑子的人 这次他故意错过刃牙的拳头 用另一只手发动气息 但没想到刃牙竟然用受伤的手臂接了下来 眼看胜利的天平向自己倾斜 刃牙不禁洗上眉梢 可下一秒他就被花山一拳相进了墙里 刃牙被打得倒地不起 而对面的花山同样也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就在众人以为战斗彻底结束时 刃牙竟再次站了起来 随后一步步地朝花山走去 看花山满脸疑惑 刃牙突然从口中吐出了什么东西 原来他为了不让自己昏倒 一直靠着玻璃碎片提神 花山看着面前的少年 终于承认这场战斗是刃牙赢了 这场精彩的战斗 让周围的人群不禁为二人鼓掌喝彩 利谷川掏出手机打算给夫人报喜 可江珠却根本没有接电话 因为他现在的注意力全在天上 他知道那个男人要回来了 人类竟然能徒手干掉凶猛的白熊 达成如此成就的正式面前的这个男人 眼看巨熊抬起立爪 他却无所畏惧地冲了上去 白熊的巨长拍向永次郎 没想到面对这样的攻击 永次郎竟轻松将其挡下 随后反手一拳 重击白熊腹部 白熊吃痛趴倒在地 可身为雪地的守护神 他绝不会向人类低头 于是再次起身与永次郎大战 但没过几个回合 永次郎就动用了真本事 肌肉撑破上衣露出了传说中的鬼背 最后一拳将白熊打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永次郎背后的肌肉如同恶魔一般 而且还在猙獰地笑着 此时永次郎乘坐飞机来到了大楼上空 只见他纵身一跃 没有任何防护就从千米的高空跳下 随后甩出手中的钩锁 精准缠绕在了房顶的横梁上 宛如蜘蛛侠一般来到了花山和任牙的战斗现场 众人看着面前的这个男人全都惊呆了 永次郎一步步地走向瘫倒在地的二人 他表示这场战斗好像才刚刚开始 怎么这才一点擦伤就受不了了 但任牙却说已经够了 双方已经竭尽全力战斗了 听到这话的永次郎大笑出声 任牙实在是太过天真了 这场所谓的战斗在他眼里只不过是小孩子打闹而已 一旁的花山听到这话瞬间清津暴起 他起身想和永次郎打一架 而永次郎也正求之不得 与此同时 江珠依然助力在窗边 他看着手指上的戒指陷入了回忆 多年前 江珠本是嫁给一个富豪的新娘子 对方为他召开了一场盛大的宴会 各界大佬纷纷到场祝贺 江珠对此十分感动 感觉自己嫁对了人 这时台上的表演开始了 双方分别是重量级拳王和柔道家 这场战斗仅仅13秒就结束了 最终以柔道家的胜利而告终 突然江珠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气息 他想寻找这道目光的主人 角落里的一个红发男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个男人就是永次郎 江珠瞬间心跳加速 仿佛这才是自己真正的爱情 富豪见状勃然大怒 直接一巴掌扇了上去 随后走到永次郎面前 不由分说就把一盘浓汤扔到永次郎的身上 见状江珠想上前制止富豪的行为 可没想到下一秒 永次郎竟直接吻上了他的唇 富豪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拿起餐刀就要弄死永次郎 永次郎纵身一跃用皮鞋化解了危机 顺便跳上擂台解开上衣 露出了自己健硕的肌肉 柔道家想把永次郎踩在脚下 以此让他名声大噪 可结局却出乎众人的意料 面对柔道家的攻击 永次郎只一脚就将其直接秒杀 台下的江珠看着永次郎不禁浑身发抖 不知是害怕还是兴奋 回到家的富豪气急败坏 浑身野性的永次郎 已经把江珠的魂都勾走了 就在他准备打他出气时 永次郎突然出现在了富豪身后 看到这一幕 富豪被吓得当即拿起电话向外呼救 但他不知道的是 别墅周围的保镖早就全部被永次郎轻松解决 永次郎一步步地走向江珠 见到他的第一眼自己就明白了 江珠比任何人都喜欢看到流血 只要见到人被伤害 见他 然后全身爆裂 那种血淋淋的场面就会让江珠兴奋无比 就在这时 富豪拿枪顶在了永次郎脑后 威胁他赶紧滚出去 可永次郎直接反手掐住了富豪的脖子 富豪直接圆壁去世 看到这一幕 江珠竟然露出了笑脸 果然他就是永次郎要找的女人 永次郎要和他深入交流 把自己优秀的基因传下去 那一晚过后 江珠继承了富豪的全部财产 肚子里也怀上了永次郎的孩子 画面回到任牙这边 花山率先出手攻向永次郎 可永次郎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 一个扫堂腿直接踢到花山的小腿上 花山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随后永次郎上前抓起花山的脑袋 趁对方没有防备 花山果断出手握住永次郎的手臂 想用自己无双的握肌将其捏爆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花山引以为傲的握力 竟无法撼动永次郎的肌肉 在单手将花山甩飞后 永次郎再次走上前 要求花山继续与自己战斗 看着实力恐怖如斯的永次郎 花山的双腿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双方的实力相差实在太多了 永次郎一脚将对方踢飞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笑声让任牙不寒而立 不禁想起了曾经自己被永次郎训练时的痛 他上前准备阻止永次郎 可结果却被一巴掌扇飞 花山不想认输 只见他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下一秒 永次郎用手握住了花山的下巴 随后永次郎一拳打向花山的面 直接将对方打得失去了意识 又轻松赢下了一场无聊的战斗 永次郎感到十分无趣 于是他找到了江珠 然而刚见到永次郎 江珠就对他拳打脚踢 不停宣泄自己心中的爱意 但永次郎却一把推开了他 只因江珠并没有按照自己的画作 现在的任牙实力太弱了 江珠也十分委屈 自己已经用最一流的教练和设施训练任牙 这难道不是最适合他的教育吗 听到这话永次郎终于明白 靠江珠一个人是没办法让任牙变强了 于是他决定今后由自己来教育 永次郎转头就打算离开 可江珠却怒火中烧 抄起地上的水果刀就向永次郎冲去 没想到对方竟然用双指便轻松接了下来 永次郎喜欢的就是江珠的这个眼神 原来永次郎还爱着他 江珠脸上顿时就洋溢起了笑容 永次郎向任牙约战 一个月后他将检验儿子的训练成果 为了激怒任牙 永次郎竟然将夜叉元的头颅送给对方当礼物 在这一刻 任牙对父亲的仰慕变成了愤怒 就在刚刚 任牙与花山的大战落下了帷幕 江珠听到花山被永次郎一招秒杀 顿时开心地大笑起来 果然自己的男人还是这么强 他告诉任牙 永次郎就是你以后的目标 就算对手受伤了也不能手下留情 只要有人来挑战 哪怕是婴儿都不能心软 听到这话 任牙的表情忽然有些凝重 之前与花山的战斗凄惨无比 谁都有可能因此丧死 通过那场战斗 任牙发现自己与花山之间存在着一种友谊 在和优历或者夜叉元的战斗中 他同样感受到了那种感觉 虽然现在任牙只有13岁 但对父亲永次郎的憧憬 让他的力量得以全部发挥出来 最后任牙才发现 他所追求的最强就在那种情谊里面 可答案却和永次郎的完全不同 江珠听到这话瞬间愣住 随后掐灭了手中的烟 他从抽屉中拿出了一封信 这是花山寄给任牙的 信的内容只有四个大字 任牙当即就冲出房间去找花山 一路不停地奔跑 最终总算来到了花山所在的医院 花山被永次郎打得全身缠满了绷带 但他并不后悔 能挑战地表最强一直是花山的愿望 现在他又有了一个新的愿望 那就是让任牙变强 只见他握紧双拳 下定决心一定要完成给花山看 与此同时 永次郎来到了森林深处 他竟然出手干掉了夜叉园 理由就是这家伙根本没能让任牙变强 此后的日子里任牙一直保持高强度的训练 在学校的操场内不断奔跑 单手引体向上对于他简直是轻轻松松 扶握称也从双手支撑变成了只用一根手指支撑 他甚至让小鸟在手臂上起飞 这是培养反射神经的一种训练 在小鸟准备飞起之际 他们都会先跳跃之后再展示 而任牙就是在小鸟开始跳跃的时候 瞬间把手臂微微放下 以此来完全封住小鸟的展示动作 如果没有过人的集中力以及优秀的反射神经 那么根本就不可能做到 就在任牙正在努力训练时 突然乌鸦群盘旋在他的上空 任牙回头才发现 自己的父亲犯马永次郎来了 永次郎嘲讽任牙做的这些训练都太落后了 看着面前的男人 任牙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心脏开始加速跳动 全身上下都在不自觉地颤抖 永次郎提议他们在一个月后来场战斗 他想看看儿子这13年的训练成果能不能让自己满意 临走之前永次郎送了任牙一个礼物 打开一看 箱子里竟然是夜叉元的头颅 通过那一战二者已经成为了朋友 但是永次郎竟然杀死了他 这下任牙彻底破防了 冲上前就想为好友报仇 任牙的攻击被永次郎轻松躲过 随即他看着夜叉元的尸体崩溃大哭 但永次郎却一脸淡然 他做这些事都是为了让任牙愤怒 要不然一个月后的战斗岂不是太过无聊了 话音刚落 永次郎就一脚将任牙踢翻在地 等任牙再次起身 面前的永次郎早就不见了踪影 剩下的只有被乌鸦不断啃食的夜叉元尸体 到了黄昏时分 任牙坐在河边独自发呆 看着手里夜叉元的牙齿 他又回想起了自己与夜叉元的点点滴滴 现在他们一家全都被永次郎杀死 只留下了这些不会消失的牙齿 突然任牙把牙齿全部塞入口中 并且将它们嚼碎咽了下去 他发誓自己一定要打倒永次郎 这时史崔登找到了任牙 他听说任牙将要和永次郎对决 可目前二者的实力差距宛如狮子和兔子 永次郎之所以那么强 是因为他有着强烈的自负心 也就是绝对不容许在这地上 有任何人比自己还要强 这种强韧的意志 让众多顶尖高手都不得不扶手在他脚下 为了贯彻这种自我主张 永次郎去了许多危险地方磨练自己 最后他来到了战场 中东 非洲以及东欧 永次郎让他的格斗技达到了巅峰 听到这番话 任牙当即便请求史崔登 带自己去那几个最危险的区域 看任牙如此认真 史崔登没有多说什么 下一秒直接从怀中掏出匕首扔向任牙 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 任牙轻松就将其接了下来 随后史崔登准备带任牙前往北海道 那里的环境不比永次郎经历过的修罗长长 因为那里有五个神秘的人 他们作为假想敌帮助军方训练 只要不出人命 毁坏多少战车或者打伤士兵都没有关系 一个机甲科士团的士兵都被他们徒手击垮 到最后甚至都不知道这五人的面貌 史崔登决定让任牙前往原始森林 如果败在那五个人的手下 那么他可能会丢掉性命 也就是说这是一场堪比战争的生死对决 有一个人和永次郎一样不可战胜 他拥有的战场杀人计堪称地表最强 这个人就在北海道的五人之中 老家伙一声令下任牙直接跳下直升机 关键时刻降落伞及时开启 任牙没有成为那个百里挑一的倒霉弹 而他的下坠速度简直快得离不 落地时任牙连滚带爬这才没有摔伤 下一秒空空荡荡的大森林让任牙傻眼了 五个人藏在这里谁能找得到 即使手里有地图也是一点都看不懂 上面只有一堆密密麻麻的线条 就在任牙迷惑之际 身后的大树突然炸裂开来 紧接着一对强健有力的手臂死死卡住任牙的脖子 刚落地就遭到了夺命绞紧任牙白眼一番当场昏死过去 随后几个伏地魔全都跳了出来 整整齐齐五个大汉一起围住任牙 他们就是任牙要找的人 装死的任牙突然爆气准备施展托马斯回旋梯 没成想一阵烟雾迅速扩散 任牙反倒被对方一脚踹飞了 高浓度的辣椒喷雾痛的任牙原地打滚 无奈他已经看到了敌人的模样 为首的壮汉拎起麻绳给任牙五花大棒 剩下杀人灭口的事情就交给其他人 锋利的匕首轻轻一擦就割破了任牙的皮肤 男人还想更进一步 可是身后的兄弟连忙叫停 或许任牙还有别的帮手 留着他会有更大的价值 殊不知就是这一个决定害惨了所有人 等到投金男晚上来巡视的时候 任牙已经挣脱绳索消失了 而投金男打死都不会想到 这个少年不仅没跑 而且还模仿他们做了一层假树皮 出气不意的这一脚直接把投金男踢飞了 任牙用同样的招数打倒了对方找回城 不料此人自带凡甲属性 双方交手的一瞬间就把任牙的小腿划破了 静脉的出血量又大又平稳 如果任牙不能在五分钟内结束战斗 那他一定会被自己的伤势拖垮 投金男顺势将匕首扔向任牙 随后又掏出一把石金刀狠狠劈下 他的坚硬程度远超普通武器 轻轻松松就能将匕首斩断 在投金男的猛烈攻势下 任牙站不到半点便宜 四处躲闪的话伤不到对方一丝一吼 正面出击还会被对方的石金刀砍伤 投金男的反甲属性真是太恶心了 于是任牙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舍身一拳像是要拼命的样子 先骗投金男丢一个大招 然后拳头轮到半空后突然泄力 投金男什么都没砍到 任牙抓住机会重拳出击当场KO对手 事后投金男就像萝卜一样被中在地上 大战获胜之后任牙也跟着飘了 在森林里一边走一边痛骂敌方 而这一招也非常有效 而壮汉只是抽了一击鞭腿过来 就把任牙踢迷活 紧接着他又在任牙脑门上捕了一拳 此人下手毫不留情 抓着任牙的脑袋硬生生将其按进水底 一直等到任牙扑腾不动了为止 看起来任牙死得很惨 但这只是他的装死战术罢了 上岸后立即对壮汉进行锁头处理 以欺人之道还置欺人之身 就这样任牙解决掉了第二个敌人 并从两个大汉口中得知了战场之王凯亚的存在 凯亚和勇次郎是一个级别的强者 而且他还是几人的指挥官 两个壮汉认为任牙不是凯亚的对手 甚至还建议任牙早点逃走 年轻气盛的任牙怎么经得起这样的羞辱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任牙迅速找到正在怒放生命的光头 然后一脚将其制服带到两个大汉身边 眼看已经解决了三个对手 任牙索性在原地守住待兔等着其他两人出现 过了整整一个晚上 草丛里终于有动静了 一只大黑熊直挺挺的倒在任牙面前 下一秒被新男从黑熊肚子里跳了出来 这血腥的一幕属实是把任牙吓得不轻 甚至还想起了一些不好的回忆 任牙冲到被新男面前疯狂输出发泄自己的怒气 男人弹出关节上的利刃逼退了任牙 随后摆出了战斗姿态 与此同时 任牙身后突然出现一人 他用细密的钢丝死死勒住任牙的脖子 这种窒息的感觉体验过一次就够了 任牙拼死用藏在腿上的石金刀割断钢丝 紧接着一脚踹飞了对方的匕首 打斗中男人脸上的面具不小心被划破 剑撞他干脆撕下了自己的伪装 两人是最默契的亲兄弟 所以他们配合起来战斗力也会成倍增加 可是今天他们遇到的是怒气之点满的任牙 虽然钢丝绳是一件非常全面的武器 它能集合攻击和束缚等多种功能于一身 可惜在近身状态下弊端太过明显 任牙巧用对方的钢丝将两人牢牢束缚 随后一个被摔便完成了绝地反杀 但他还没来得及享受胜利的喜悦 一旁的光头哥却突然抽搐起来 好像有什么恐怖的东西要出现了 万里挑一的双重人格有多恐怖 眼前的光头原本是队伍里最弱的那个 可当他体内的第二人格即将出现时 同伴们的脸上却齐刷刷露出了惊恐的眼神 罗布庚或许能困住普通士兵 但对超级军人王来说却是小菜一碟 没错 光头的第二人格就是凯亚 那位传说中门和勇次郎平起平坐的战场之王 此时任牙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快步上前飞身一脚主动发起进攻 而凯亚只是一仰头就轻松躲了过去 接下来的战况更是离了大碗 任牙出手的每一拳仿佛都被提前预判 凯亚左右躲闪没有受到半点伤害 只见他一拳轰出就让任牙倒飞出去 野村和凯亚共用一具身体 而他们的战力差距可谓是天差地别 究其原因是因为荷尔蒙的恐怖力量 凯亚可以随意控制他的分泌量 随时随地突破人类的肉身极限 荷尔蒙的功效和脑飞相差无几 可惜现在的任牙还不能完全掌握脑飞 巅峰状态下的凯亚拥有超乎常人的直觉 他能看清对手的每一个动作 面对任牙的偷袭 他可以准确无误地掐住对方的脖子 然后随手一丢把人抛到对岸去 做完这个动作后 凯亚自动后退紧 接下来他要展示人类身体技能的极限 经过短暂的助跑 凯亚朝着任牙飞奔而来 越过这条10米宽的小河跳到了对岸 可是凯亚的力量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 右手一窝对着任牙重拳出击 只听见砰的一声 一棵百年古树被当场干爆 就凭凯亚目前的体力来说 世界上任何一项运动记录都足以再次刷新 对方战斗力已经强的爆表了 但是头铁的任牙还是要上去硬钢 结果就是被凯亚一拳打蒙了 然后身体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撞击地面 凯亚这一砸等于把任牙从7楼推到楼底 任牙摔倒在地上丧失了战斗力 可是凯亚并不打算放过他 用同样的招数再一次把任牙砸到河里 光是水面的张力就足够让任牙喝一会儿 怎料凯亚还不忘拉踩一脚把任牙踹到河里 这种情况正常来说后面等着收拾就行了 凯亚准备带着兄弟们先行撤退 却没想到关键时刻任牙的脑飞被彻底激活 不愧是地表最强生物的后代 凯亚再次转身发现任牙已经浮出水面 在脑飞的加持下 现在的任牙感觉自己丝毫不弱于凯亚 于是他立马向对方发起猛烈攻势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即使自己是在觉醒状态下 凯亚还是能轻松躲过攻击 凯亚的这一句话给任牙弹懵了 自己的身体为什么会拒不服从调解 难道是因为过度的锻炼给身体增加了伤势吗 其实这和任牙的锻炼没有任何关系 而是因为凯亚有一个额外的觉醒天赋 那就是预测敌人攻击的能力 简单来说可以看作毒心术 听到这话任牙当场就贵了 又是体质增幅又是毒心术这简直无解啊 凯亚看着任牙垂头丧气的样子 一边说要帮他解放身体 另一边转身就是一脚抱船 凯亚的一通暴力输出全部招呼到任牙身上 没想到随缘的一脚居然成功命中 原来对付凯亚的毒心术就得用江湖王八拳 此时无招胜有招 凯亚完全预判不到任牙的下一步 任牙终于得到了施展拳脚的机会 一记边腿打得凯亚重心不稳 随后快速用双手抓住对方的脑袋 夺命头锤重重地砸在凯亚的脑袋上 凯亚痛得下意识大叫出声 而他边上的同伴则是一脸如灵大敌的样子 难道他要使出那一招吗 只见凯亚的胸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起来 紧接着波形声浪一圈又一圈地扩散出去 在震耳欲聋的高分被音量和共振的声波下 很快任牙就被震晕了 凯亚缓缓走到任牙身后用出脚紧 这几乎是必死的局面 任牙只能用力打自己的脸防止昏迷 最后他竟然成功用头锤正拖出来 对此凯亚感到难以置信 下一秒他徒手捏出一发水弹砸在任牙脸上 偷袭虽然无耻但却非常管用 战场之王的奥义在于不择手段地完成击杀 哪怕是一根小小的树枝都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凯亚跳上大树用藤腕勒住任牙的脖子 这是凯亚的专用战斗术 钓人 为了加快对手窒息昏厥的速度 凯亚不惜跳到任牙身上再次使出脚紧 殊不知这波操作最后坑了自己 任牙反咬凯亚一口成功脱鞋 他就像一只打不死的小强 在凯亚的魔力下任牙越挫越勇 从打不中到正面对轰压着对方暴打 任牙只花了短短五分钟 而另一边的凯亚已经精疲力竭跪倒在地 最终任牙用双手封住了凯亚的颈动脉 成功让对方彻底失去意识 到了黄昏时分 凯亚这才从昏迷中醒来 为了今晚的一场恶战 江珠特意穿上了清凉套装 谁知永次郎竟然不解风情 不仅把老婆孤零零地晾在一边 甚至还叫他滚出房间 永次郎之所以会这么做 全都是因为任牙的缘故 不久前史崔灯从北海道赶回首都东京 到战后的第一步就是登门拜访永次郎 然后亲自汇报任牙击败凯亚的事情 永次郎坐在沙发上表情一脸不屑 在他眼里凯亚只不过是一个笑话 他的实力可是能撼动国家政权的存在 为了向史崔灯证明自己 永次郎拨通了一个电话 政府收到消息后立马召集军队回访 一群武装卫士守在大厦门口等待永次郎的到来 时间刚好过去一个小时 永次郎准时出现在警卫身后 大队长看到红发恶魔的出现当场吓了一跳 本着大事化小的原则他还想劝永次郎早点离开 不料下一秒永次郎突然身体后摇 还没出手就让队长摔晕了过去 随后一群警卫冲上来围攻永次郎 而他们怎么会是地表最强生物的对手 简简单单的一个乌鸦坐飞机就让他们全部趴下 于是军方迅速派出更多人马 一百个警卫把永次郎团团围住 指挥官奉劝永次郎早点投降 殊不知对方是故意拖延时间 警卫不到一百人永次郎都不好意思动手 下一秒永次郎摊开双手扑向警卫 仅凭一人之力硬刚一百人的推领 就在众人以为永次郎要大展拳脚之时 只见他纵身一跃便跳到了指挥官头上 然后一路飞奔跑进政府大墓 走廊里的贴身保镖还没来得及开枪 永次郎双手一掐把他们统统放到 随着大门砰的一声碎成两半 永次郎已经顺利来到总理面前 或许这个老头曾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 但在永次郎面前他根本不敢放半个屁 只要永次郎对他有杀心 那他就活不过半秒钟 最后永次郎只是简单地示威一下 一脚踏破八百斤重的石木半公桌 然后从窗户一跃而下从容撤离 总理靠在椅子上惊魂未定 仿佛自己已经死过一次 很快最新情报就传到了江珠耳中 他听到永次郎的英勇事迹当场乐开了话 而另一边利谷川则有些犹豫 不知道永次郎是否会因此被逮捕入狱 其实他根本不用考虑这些 因为比起永次郎的侍卫 上面的人更害怕地表最强生物的事情被媒体公开 此事过后就是等待已久的贩马父子之战 江珠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那个场面了 与此同时 任牙正在向一名剑客求教 黑川先生展示出的居合道让任牙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而他对于任牙的挑战则是不屑一顾 没办法任牙只好展现出自己的真实水平 浓郁的斗气几乎引起了空间波动 年仅13岁就领悟了气场的力量 或许这个少年的确值得一战 紧接着黑川先生拔刀出手 在他挥刀的一瞬间 眼前的任牙却突然消失了 下一秒 任牙的大脚就踹到了他的脸上 黑川先生当场昏迷 少年任牙战胜了居合道剑客 而另一边永次郎找到了曾经的老朋友 这把400斤重的弓弩枪威力不输巴雷克 比他配套的弓箭更是超合金特制产品 威力能够一箭射穿路头 越是危险的武器越是让永次郎兴奋 永次郎立即请求对方用弓箭朝自己射击 随后金本拉弓搭建开始校准目标 永次郎就站在面前任由他攻击 弓箭发出的一瞬间没有看到任何血腥的场面 只见永次郎一步上前稳稳抓住箭头 金本不禁瞪大了双眼 弓弩刚出手的动力有多强只有他知道 永次郎竟然能瞬间抓住 这显然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围 永次郎的归来让江珠非常激动 恨不得把自己变成礼物送给他 就在当天晚上 这对老夫老妻相约在五星级大酒店 江珠含情默默地看着永次郎 在他看来今晚注定是一场刺激的狂欢 谁知永次郎竟然粗暴地将他推开 永次郎对江珠不感兴趣 他更关心任牙的成长状况 江珠落寞地走出酒店 看到任牙的出现后 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豹的儿子 因为任牙还不够强 所以永次郎才对自己没兴趣 江珠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到了任牙身上 他对永次郎的爱远超对任牙的爱 从小没爹疼没娘爱的任牙快要崩溃了 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有还手 反而鼓起勇气抱住了对方 但凡母亲多爱自己一点点都可以啊 可是任牙显然小多了 江珠直接一口咬在了任牙手上 然后逃离了儿子的怀抱 备受打击的任牙独自离开 走在大街上像是丢了魂一样 眼前有几个小混混找查 面对他们的拳打脚踢任牙甚至不想还手 或许只有身体上的疼痛才能让自己好受一点 好在关键时刻花山勋出面解围 任牙这才摆脱了干大的劲动 一路兜兜转转 没想到花山勋才是最后的真爱啊 勇次郎一拳暴力镇压后 岛国九级大地震突然停止了 仅凭一人之力阻止了一场浩劫 如果任牙能提前得知勇次郎的真实战略 他还会参加这场父子大战吗 画面回到任牙的备战基地 花山勋看着颓废的任牙一脸无奈 谁能想到江珠和任牙之间竟然没有半点母子之情 江珠不仅对任牙又打又骂 情急之下甚至还咬人 任牙向花山勋吐露心声 没成想对方竟说自己很羡慕任牙 难不成是过来找茬的吗 花山的回应器的任牙瞬间爆起 经过一番解释他才知道 原来花山勋的母亲35岁就得了癌症 身体虚弱不堪 苍老的样子像是90岁的老太太 花山勋想被母亲打都没有机会 双方的遭遇竟是如此相似 只有同病相连才能真正等对方 花山勋陪着任牙坐了一晚上 他坚信任牙一定会在父子大战中获得胜利 为了应对晚上的一场恶战 任牙一大早就开始热身训练 通过持续的运动让身体机能保持巅峰状态 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三个小时 在一旁监督的史崔灯都觉得没有必要 忍不住劝说任牙早点停下 但是任牙怎么会听他的 这可是唯一能缓解焦虑的办法 与此同时 利谷川把情况实时汇报给任牙母亲 眼前的江珠可以算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永次郎的人 在他看来任牙没有任何胜算 永次郎的强大早已超出了人类的极限 哪怕自己帮任牙特训了13年 任牙也绝对不会是永次郎的对手 不久后任牙找的陪练到达现场 在北泽的精心挑选下 眼前的壮汉每一个都是打架能手 号称一个能顶20个 任牙也是高兴坏了 连忙拿出护具叫陪练带上 听到这话后不知真相的平头哥当场发飙 小小年纪不学好就爱乱装逼 但他不知道的是 身后一只大手已经悄悄按在了他头上 花山勋看到有人对任牙大吼大叫 忍不住想出手制裁对方 就在这时拳王优利也赶到现场 躺在地上的平头哥一脸猛逼 打架专家花山勋和拳王优利一起过来当陪练 这小毛还到底是何方神圣 两大高手一相见就是针尖对卖忙的架势 一番唇枪舌战之后双方终于达成共识 那就先由优利来陪任牙训练 而在另一边酒店的天台上即将爆发一场世纪大战 超级军人王对阵地表最强生物 凯亚主动来挑战永次郎 表面上看他是想争夺地表最强的称号 实际上他是在削弱永次郎的战力案中帮助任牙 双方的斗气浓郁到扭曲时空 下一秒凯亚发起冲锋 天台上只剩下双方打斗的声音 画面回到任牙这边 拳王优利摆好架势准备迎战 他打出的每一拳都自带残影 偏偏任牙都能巧妙应对 导致优利一拳都没有打中 殊不知拳王私下也学习了接头打架的技术 先是一脚踢在任牙的关节上 然后迅速补上一招左勾拳 眼看铁拳已经砸在了对方的脸上 可优利却感觉这一拳软绵绵的啥也没打中 而任牙的确也没受任何影响 在优利出拳的一瞬间 任牙顺着施力方向迅速转动紧步 刚才那一拳只是擦着他的脸颊滑了过去 萧利的技法真是太神奇了 下一秒任牙跳到优利身后 一个爆摔就把拳王当场贴用 优利怎么也想不到 上个月还被自己一拳打晕的任牙 到现在他已经不是对手了 眼看优利已经败下阵来 花山勋摘掉眼镜准备亲自上场 沙包大的拳头对着任牙扑了上来 任牙下意识侧身躲闪 身后的铁丝网都被撞碎了一片 躲闪并不是他的本意 其实任牙是想用身体应接的 花山勋表示我来满足你 随后一拳冲击波打在任牙的腹部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任牙会被当场打爆时 任牙邪魅一笑展开反击 只听见搜的一声花山勋的肉身反被击飞 谁能想到两大强者竟然都不是任牙的对手 于是他们只好一起上阵和任牙对打 就这样三个人的热身赛一直持续到午夜时分 令人震惊的是 战斗的过程中任牙都在腹中作战 打到结束才把40斤重的沙包带卸了下来 此时距离父子大战只剩下最后的10分钟 熟悉任牙的亲朋好友全都来为他加油助阵 就在这时一架直升机缓缓降落 怎料第一个从上面跳下来的人竟是凯亚 浑身伤势全败勇次郎所赐 而他也选择了向对方臣服 勇次郎对着任牙咧嘴一笑 这一笑既是示威也是挑衅 紧接着江珠从直升机上跳了下来 没有丝毫意外他站在了勇次郎那边 哪怕是母子之情也比不上他对勇次郎的爱 变牙一路之下吹响冲锋的号角 但他还没来得及赶到勇次郎面前 脚下却突然开始剧烈摇晃起来 一场大地震说来就来 勇次郎不能容忍他的战斗受到外界影响 于是一击中拳打在地表上 冲击波一路传到地底深处 不多时草地上恢复了平静 勇次郎的气势几乎完全凌驾于任牙之上 扭转气场的唯一办法就是打败父亲 任牙一跃而起打向勇次郎的面门 然后按着他的脑袋疯狂输出 一套流程以闪电般的速度衔接到大杀招脚紧 所有人都一致认为任牙赢定了 可在江珠眼里却是一副截然不同的画面 范马一家全员暴走 今晚勇次郎开启杀神模式 一阵砍瓜切菜无人能挡 局势已经脱离控制 江珠挺身而出试图阻止勇次郎 而他也将付出血一般的代价 此时的任牙已经跳到勇次郎背上形成脚紧之姿 浑身肌肉爆发死死勒住勇次郎的脖子 可是父亲大人还是一脸气定神仙 好像不受任何影响 只见他扭转腰部随意一甩 原本牢牢粘在身上的任牙竟直接飞了出去 任牙破解脚紧的办法极具想象力 即使如此任牙也没有轻易放弃 双脚借力一灯杀回来反打勇次郎 只见任牙的老脸被打得啪啪作响 任牙的一套连招无比凶狠 谁知效果却像刮沙一样 在勇次郎的逼迫下任牙动用了最后的底牌 脑飞一开进入极限状态 力量和速度提升到原来的四倍 这波攻势如果打在其他武者身上 那人势必要伤筋动骨躺个百八十天 可惜勇次郎完全不吃这套 向前一步直接无视任牙的攻击 任牙的暴力众人早就有目共睹 但是勇次郎的强大更是令人大受震撼 站着不动任由对方打还能毫发无伤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勇次郎其实是在享受这种快感 他能感受到任牙得到了全方位的成长 几年前儿子还不敢靠近自己 而现在他敢跟自己正面用钢 这一切都离不开江珠和那些武者的教导 任牙打得越凶猛 勇次郎就越兴奋 江珠看着勇次郎一脸酸爽的表情 忍不住流下热泪 江珠一声令下任牙立即就位 只要能让母亲开心让他做什么都可以 任牙在空中闪转藤螺使出大力金刚指 不料他的指尖还没戳中目标 下一瞬间勇次郎一脚中塔将他斩落马下 看着力道绝对没有丝毫收手 任牙白眼一番顿时陷入昏迷状态 就像是回到了妈妈的肚子里一样 任牙想在这里多停留一段时间 但一想到勇次郎猙獰的表情 他就瞬间惊醒 两脚一灯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 虽然任牙只昏迷了两秒钟的时间 但对一流的强者来说 这段时间足以让任牙死两次 任牙漠不作声只管摆好格斗架势 虽然是闭着眼睛的状态 但他还是能感知到勇次郎的动作 只见勇次郎的手刀搜的一声劈到任牙头上 肖利在这一瞬间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任牙一个后空翻躲过勇次郎的重击 紧接着他的脚跟也砸到了勇次郎头上 关键时刻父子两人的应对招式简直如出一辙 勇次郎用同样的肖利躲过了这一脚 面对父亲的下批 任牙躲闪不及痛斥一击 在场众人扪心自问自己绝对躲不过任牙的攻击 可是勇次郎不仅能做到躲闪 甚至还能临危不乱地反打一套 任牙倒地不起宛如一个死人 就算如此勇次郎也没打算放过儿子 温其铁拳一下又一下地砸了下去 看着勇次郎兴奋的样子江珠非常高兴 好像自己13年的心血又有了价值 江珠一步步走到勇次郎面前 他无意间发现任牙的脸都被打扁了 瞳孔涣散已经陷入昏迷状态 江珠突然想起了自己和儿子的点点滴滴 怨牙对他是多么的包容 但他却没有尽到一个母亲应有的责任 在这一刻江珠的母爱被彻底激发 一拳打在勇次郎脸上试图制止对方的行为 而他一见女流又怎么对付得了勇次郎呢 这一拳打在对方的脑门上 结果自己的手腕当场骨折 不死心的江珠想扇勇次郎一个巴掌 但勇次郎只是轻轻一撇 他的右手也跟着折断 暴怒之下江珠将一口老弹吐在勇次郎脸上 紧接着又对他用出了段子绝孙筒 但江珠不知道的是 勇次郎有着金刚不坏的命根 他反手一招双风怪尔当场打蒙了江珠 面对貌美如花的老婆勇次郎真是豁得出去 下一秒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江珠狠狠狠地咬了勇次郎一口 这时勇次郎却笑了出来 江珠的脊椎当场断成两劫 勇次郎双手指天以示威严 谁敢打扰他的战斗最后只会是这样的下场 众人面面相去吓得说不出话来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家暴现场 只有利古川趴在地上流下傲悔的眼泪 他应该早点阻止这场父子大战的 这时有一名警官看不下去站出来说话 可勇次郎怎么会听他瞎逼比 反手一拳把他打飞十米远 总理都不敢管的人你还敢在这里瞎起祸 这下围观的众人更不敢说话 但他们也难逃被暴打一顿的命运 每个人都尝到了铁拳打晕的滋味 勇次郎打穿全场乘坐直升机从容离开 在最后的弥留之际 江珠将亏欠的母爱如数奉还 他抱着任牙唱起了童谣 一直唱到自己死去为止 这一觉任牙睡得非常踏实 他已经好久没有体会过母爱的温暖了 第二天早上任牙背着母亲走在大街上 两人有说有笑好像昨晚什么事都没发生 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直到一位路人撞掉了任牙手上的戒指 任牙这才在幻想中清醒过来 任牙拿着母亲的遗物走出大街 最后在一片草坪上埋葬了母亲的戒指 希望他在美丽的天堂上能够无忧无虑吧 至此第一次父子大战落下帷幕 任牙和利古川先生定下了两年之约 等到自己王者归来之时 他一定会让永次郎付出代价 任牙对着其他舞者下跪磕头 而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变得更强 只要能替母亲报仇 似乎付出什么都是值得的 自从离开东京以后 任牙一路辗转抵达米国西部 沿着大公路一直走了两年 每遇到一个道馆都要上前挑战 可惜身材高大的米国人全都不是对手 在任牙手上他们甚至撑不到第二回合 令任牙感到奇怪的是 米国的强者似乎集体失踪了 他们好像约好了要去参加一场巴西挑战赛 任牙在路边意外遇到了一只流浪狗 看他脸上的伤势就知道这狗不简单 于是他们结巴而行继续扫到米国 道馆踢完了就打街头混混 任牙一路横推毫无阻力 最后心满意足的搭乘飞机赶到巴西 他要找到那些真正强大的舞者进行战斗 而在巴西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最强的舞者莫过于迪克森先生 此人参加700次战斗无一败己 豪华的住所内塞满了各种奖杯 任牙走进大厅拜会迪克森先生 在他看来迪克森一定是个恐无有力的绝世强者 而下一秒任牙却惊呆了下巴 谁能想到那位百战百胜的舞者竟然是个残废 他坐在轮椅上浑身是伤 常年累月的战斗给他带来了荣耀 但是也留下了不可避免的伤病 现在的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和任牙鄙视 于是迪克森给任牙另指了一条名路 那就是重返东京参加地下格斗场的战斗 那个地方汇聚着全世界的格斗精英 哪怕是迪克森这样的强者 站在那里也会被当成一个小孩子 说到悲愤之处不料迪克森突然上手 迪克森的愤怒让任牙感到无比兴奋 只见他单手一拉轻松解除迪克森的锁后 变牙迫切地希望与强者比试提升战斗 地下格斗场将是一个绝佳的好地方 于是他二话不说直接跪了下去 事实证明这是他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 与此同时 德川老爷子的家里正在进行一场密谈 作为东京城内的头号财法 德川家族的产业遍及整个东京 爱好格斗的德川还专门搭建了一个地下格斗场 这就是大擂台的由来 诸兽给德川带来了重要情报 贩马任牙将会重新归来 作为地表最强生物的儿子 他的战斗力有目共睹 13岁时就能打败拳王优利和花山勋 两年前还经历了一场跨世纪的父子大战 从种种迹象上来看 任牙已经踏入世界一流舞者的水平 或许他的到来会让地下格斗场焕发生机 听到这个情报后 德川的老脸都快笑了 但这个老狐狸还是想试探诸兽的实力 于是命令新来的轻微队队长秀明袭击诸兽 可诸兽还是感应到了对方的存在 在德川的劝说下局势没有继续恶化 诸兽脸色一遍夸赞秀明气势不错 让他来做德川的轻微是个英明的选择 对面的秀明也非常清楚 诸兽绝对不是一个好惹的角色 没想到诸兽刚走出德川的府邸 他就和任牙碰了个正着 眼前的任牙瞪个眼睛一脸凶响 就像别人欠了他几百万似的 识相的诸兽拍拍屁股直接走人 剩下的事情就不归我管了 秀明你自己看着办 只见任牙两脚一蹬翻上墙根 院子里的守卫发现一场立即上前拦截 几十个西装暴徒对付任牙一个人 怎料他们却占不到半点便宜 任牙只是随意地挥动自己的拳脚 那些守卫便当场昏迷 不多时任牙就打翻了一群人 此时七位队队长秀明才姗姗来迟 小喽啰打完了才能轮到自己上场 只一眼他就认出任牙的身份 这个小鬼大概率就是诸兽之前提到的范马任牙 作为地下格斗场排名前50的男人 他也想见识下范马任牙的实力 秀明的出招路数非常奇怪 先是模仿任牙摆出一模一样的作战姿态 此外他在接招时一直保持防守状态 只手不攻给任牙都打猛了 这是他第一次遇到防守派的打法 但任牙不知道的是 秀明的话只说了一半 他最拿手的绝招是防守反击 在敌人进攻的空档突然回击 秀明这一拳本打算将任牙直接KO 但没有人告诉他五道界有效力的技巧 任牙顺着施力方向快速扭头 拳头擦着他的脸颊过去没有造成半点伤害 秀明不禁大吃一惊 任牙扛了他一拳还能起身说话 这少年真是了不得 随后二人展开了更加凶猛的对轰 无论秀明再怎么看他不爽 任牙还是会进入格斗场参加大赛 这件事谁也拦不住 秀明被嚣张的任牙气得牙痒痒 下一秒攻防转换 秀明举着铁拳一路猛攻 任牙学着对方的驾驶左右躲闪 顺便再用言语挑衅激怒对方 任牙瞅准时机抓住秀明的手臂 跳到对方身上 然后顺势提起顶住秀明的下巴 只听见咔嚓一声牙都踢碎了 紧接着任牙用十字铺翻折秀明的手腕 在电光火时之间将其击败 随后他静止走到德川家门口跪下 一边向德川致歉一边要求加入格斗胜地 对于德川来说 任牙的到来将会是一场双赢 守卫的伤势他并不在乎 而任牙就不一样了 单身多年的房东太太主动给任牙擦背 四十岁风云游存看起来只有三十岁不到 在强壮的任牙身上 房东太太看到了王夫的影子 请不要低估任何一个青年小伙的战斗力 年轻的任牙能否顶住压力呢 此时距离任牙出走东京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 这也是花山勋第五次替任牙祭奠母亲 他将一瓶红葡萄酒倒在石堆上 随后和手下一起打道回府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是五年来他离任牙兄弟最近的一次 仅仅是一辆电车经过的时间 花山勋就和任牙擦肩而过 任牙看着石堆边上的花瓶和小花 终于明白多年来花山勋的用心良苦 好兄弟不仅帮你两肋插刀 甚至连扫墓的责任都替你分担 另一边的花山勋也在想着任牙的事情 据最新情报表示 任牙早已提前回国 并在一个地下竞技场打类 可惜没有人知道这个地下竞技场到底在哪 这天德川亲自来到神星会馆拜访独步 谁能想到导播头号财阀 竟然会有如此乖张的一面 跳到独步身前熟练的要一个公主抱 一看两人亲密的举动 就知道他们的关系不简单 保镖看到这一幕也是惊掉了下巴 随后两位大佬对座谈起正事 自从任牙加入地下格斗场后 三年来通杀全场从无败己 观众的口味都被任牙养掉了 他们想看更精彩的对决 所以德川打上了克四的主意 如果独步的儿子能和永次郎的儿子大战一场 那么这场终极对决一定会有极高的热度 听到这话独步也求之不得 一听到永次郎的名字他就激动的发抖 两人正说得尽兴 不料下一秒独步的手下急匆匆冲破大门 原来是加藤又来道馆捣乱了 他们一群人都拿对方没辙 独步只好亲自来会回加藤 可眼下这个情况是谁来了都不给面子 加藤当着独步的面包打对手 不多时又有一名弟子倒在独步面前 而加藤这么做目的也很简单 那就是询问独步哪里还有更强的对手 听说有位不知名的地下战士百战百胜 此人究竟在哪里 没成想这个问题真是问对了地方 掌控整个地下竞技场的德川此刻就在现场 勇猛的加藤让德川眼前一亮 这种最能打的家伙就是他要找的人 独步表示加藤曾是道馆内的头号强者 听到这个答案德川变得更加激动 适度健身吸引异性 过度健身吸引同性 要当任牙还是当加藤 大家心里应该有数 与此同时任牙还在房间里打拳 自从来到地下竞技场后 每天他不是在打类就是在打拳断裂之中 偶尔有空就去上课学习 租来的房子用来养狗基本处于半闲置的状态 如果不是稍将同学每天来喂狗粮 或许神拳武藏就要死在这里了 任牙前脚送走了俏皮的烧姜 后脚他的母亲来到自己身边 房东太太的丈夫曾在竞技场打拳一年早逝 原本他是拒绝让拳手继续在家里的 可是任牙的出现却让他莫名心安 这个家伙看起来就像个命运的狠人 家里还是需要一点阳刚之气的 另一边独步正在用山珍海味宴请加藤 可是加藤却一口都吃不下 除了打架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兴奋 眼看加藤马上就要拍拍屁股走人 独步终于坐不住了 加藤反手就把饭桌给掀了 一脸气定神闲以为独步还被压在桌子下面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了事情不对 一脚踢向独步的扑道 而独步却像没事人一样直接掐住加藤的脖子 两根手指抵在眼珠子前面示意对方不要乱动 电光火石之间二人已分高下 此时独步还不忘教训加藤 缩阳入腹是强者的必修课 地下竞技场里会这招的人有一大把 想去那里打架要提前做好心理建设 因为地下竞技场没有战斗规则 把人打残甚至打死都是不用判刑的 没过多久独步带着加藤走向巨蛋体育场 这个圆顶体育场从外面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加藤不知道的是 体育场之下才是别有洞天 德川老爷子在大门口等待着两人的到来 在他的接引下 一行人向地下进发 很快电梯来到地下二层 德川禁止走向对面的大门 这扇门的背后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加藤当场惊掉了下巴 他在东京生活了几十年 竟然完全不知道地下竞技场的存在 这里的比赛面向特定观众举行 他们不会对外透露半个字 所以地下擂台能够一直延续到现在 恰好今天就有一场比赛即将开打 王者任牙对阵号空手流传人号昂生 全场激情澎湃迎接两位顶尖高手 为了今天这一战 任牙可是专门逃课赶过来的 众所周知榜上绷带后的任牙完全是另一个人 看着眼前桀骜不驯的号昂生 任牙的铁拳都已经饥渴难耐了 这是西班牙一年一度的斗牛大会 几十头公牛在大街上横冲直撞 其他游客都是撒腿就跑 只有投铁的号昂生迎面冲了上去 硬生生打爆所有公牛 就这样一年一度的斗牛大会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号昂生继承了号空手流的独门技法 纵横欧洲各大擂台毫无压力 因此他才选择来巨蛋地下竞技场寻找新的对手 眼前的任牙就是最好的人选 主持人在擂台边宣读竞技规则 对战双方不能携带任何武器上场 擂台之上生死由命 打赢没奖金 打残盖不负责 即便是这样苛刻的条件 还是有许多舞者报名参加 因为这里汇聚着全世界超一流的强者 所有人都想在擂台上完成加冕 任牙表示求之不得你赶紧上吧 但事实上他们两个都非常谨慎 二人相互对峙观察对方的动作 一分钟过后任牙总算忍不住了 腾空越起踢出一记高扫腿 却不料号昂生的手刀把自己护得严严实实 真正的战斗从此刻开始 号昂生扑上来就是一个飞踢 蹭着任牙的耳朵过去好像没有伤害 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耳朵流血了 这就是号空手流的强大之处 用极致的速度达到空气切割的效果 任牙冷笑一声反手轰出一发直拳 下一秒号昂生的身体倒飞出去砸在擂台边缘 趁此机会任牙迅速用吸机补刀 此刻号昂生已经被打猛圈了 气势完全被任牙压制 人体触感的杀包带让任牙打得爽翻天 最后他蓄力一拳准备将对手绝杀 却不料这是号昂生用出了一指缠 抓住机会刺来一声扎进了任牙的攻二头肌 而他的目标绝不是肌肉那么简单 刹内将号昂生挑断了任牙的肌肉神经 右手可是任牙的惯用手 而现在他除了挂在身上起不到任何攻击作用 无奈之下任牙只好单手作战 废掉一只臂膀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原本可以轻轻松松挡住的攻击 现在只能用脸硬扛 局势瞬间扭转 好昂生如猛虎扑时一般冲到任牙身前 刚才承受的攻击全都双倍仿环 任牙像个死人一样瘫坐在地上 好昂生以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我 怎料任牙这一脚直接把他踹醒了 如果这么容易就能将任牙击败 那也太过小看地下格斗场冠军的含金量了 虽然任牙的右手被吹 但是他的大腿比起手臂只会更加强壮 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 任牙手脚并用和好昂生缠斗在一起 二人旗鼓相当不分上下 胜利的天平重新拨到中间位置 随后他们再度拉开身位互相对峙 好昂生化全围爪切换至战斗模式 好空手流的核心在于对速度的掌握 他的力爪在速度的加持下就是最锋利的武器 好昂生的指尖在任牙身边轻轻划过 下一秒任牙的手臂上就多了三道血痕 哪怕是任牙也不敢硬抗好昂生的圆月弯刀 只要对方一动他就开始左右躲闪 很快任牙就发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好昂生在墙也绝对比不上泳次郎的一半 虽然他的攻势很凶猛 但是招数却非常简单直接 任牙可以轻松躲过好昂生的手刀 一系列小动作让好昂生越打越气 没过多久他就露出破绽被任牙一拳击中 任牙终于找回了场子 好昂生暴怒之下要跟任牙不死不休 于是他再次祭出扭断的大杀招 这一次一指缠扎在了任牙的脖子上 好昂生准确无误地找到了任牙的视觉神经 随后轻轻一挑将其断开 下一瞬间任牙的右眼陷入黑暗之中 右边的一整块区域都看不见了 狡猾的好昂生冲向了任牙的视觉死角 此时任牙对距离的判断力已经大大减弱 好昂生从右侧方突然发动袭击 一波连环招式快把任牙打傻了 好昂生即将绝杀犯马任牙 在扭断发动的一瞬间 觉醒的任牙牢牢牢抓住了好昂生的手腕 千万不要尝试让任牙抓住关节 否则他的十字骨可以瞬间锁定胜局 浩昂生被压在地上毫无反抗之力 这时任牙还在劝说浩昂生早点认输免受皮肉之苦 投铁的浩昂生打死都不肯投降 就算任牙折断他的手臂也无所谓 任牙一气之下重拳出击 浩昂生白眼一番当场昏厥 德川老爷子激动地直接跳了起来 大声宣布任牙获胜 无败之王再次手泪成功 事后任牙来到医务室进行治疗 好在任牙的肌肉神经保留完整 最后只需重新连接就能恢复正常 而在另一边的病床上浩昂生还在休养之中 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浩空手流居然会数 于是干脆把头转过去不看任牙 在观众的认知中任牙已经是无敌的存在 这使得任牙内心也有些得意起来 恰巧这时史崔登先生出现了 他把任牙狠狠地劈停了一顿 对付一个浩昂生都要花那么久的时间 勇刺狼可是地表最强生物 那你以后又该如何击败他呢 与此同时本部的道馆内也在进行一场多人挑战 四位格斗家一起围攻本部一葬 起初双方还是势均力敌 而本部只是略微出手就把四人同时震开 此刻他也感应到了门外的强者气息 听到这话任牙只好推门进入 今天他来这里不是为了踢馆 而是想找本部单独练习 虽然两人极有可能会在之后的地下竞技场对战 但这并不影响现在的练习 他们可以通过对打熟悉彼此 然后纠正自己存在的缺点 从蓬勃激发的斗气来看 布南发现本部已经接受了任牙的提议 任牙摆好架势准备迎战 不料今天这一战却让他大跌眼镜 任牙一次又一次地冲到本部身前 而对方劈头盖脸的一掌直接把他掀翻了 任牙还想用脚攻击 可是眨眼间他的招数又被破解了 本部对任牙很失望 在他看来勇刺狼的儿子不该这么弱 另一边加藤来向德川发难 昨晚任牙和稿昂生的那一战 看得他是热血沸腾 今天说什么他也要跟任牙比试一场 听到这话 作息上的其他舞者就不乐意了 想要挑战范马任牙的人简直多了去 每个人都渴望这次机会 就算是关系户也要按规矩 自此德川府上吵翻了天 因为一个名额问题 所有人都不愿意退让 传统派人多试重 搞得德川老爷子都插不上话 这时诸寿走进房间力挺德川 地下竞技场就是一个纯粹的战斗之地 无规则竞技不需要讲传统道理 传统派要是想不明白可以早点滚蛋 诸寿这番话把大家全气走了 最开心的还是德川老爷子 他又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对战 此事过后不甘心的加藤私下找诸寿挑战 作为导国头号职业摔跤手 诸寿和加藤之间存在隐性竞争关系 如果加藤能够打败诸寿 那他就更有机会提前挑战任牙 眼看加藤的小算盘就要打响了 这时传统派的舞者进步上前悄悄包围两人 谁让这两个家伙今天要来找茬呢 揍的就是你俩 为首的壮汉痛骂诸寿多管闲事 殊不知他自己也惹上了麻烦 红衣小巨人一掌拍过来把他打飞三迷远 不到半分钟的时间传统派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此人就是德川指定的下一位挑战者斗鱼 哪怕是诸寿都要仰望的存在 每当夜色渐浓 地下竞技场就又是一片火热的景象 今晚日本摔角界的王者斗鱼挑战犯马任牙 任牙从小就是看斗鱼的比赛长大 第一次见到本尊清零任牙显得有些惊讶 任牙打死都想不到 偶像一出手就给他上了一课 趁着任牙转头没注意 斗鱼抬手就是一记手刀打在任牙头上 中击之后身体还在地上弹了好几下 摔脚界太斗居然专门搞偷袭 任牙原本心中的偶像崇拜顿时他放了 现在他只想痛骂这个老灯臭不要脸 你知道什么叫做道心破碎吗 恰好任牙今天被偶像上了一课 战斗一开始斗鱼果断出手 直接跳过前期的试探狠狠爆打任牙 由于刚才的一拳太过凶猛 导致任牙现在满脑子江湖没反应过来 另一边斗鱼则是左右开弓打的不要太爽 猛逼的任牙当场跪了 就算是这样斗鱼也没打算放过对手 抓住任牙的红毛将其全力甩飞 随后他气势汹汹地走到任牙面前 抬起脚跟准备踩爆对手 任牙下意识地翻滚侥幸躲过了这一脚 但他却没躲过斗鱼的下一招 任牙的身体被猛地抛上天空 然后重重地砸在竞技场上 在任牙震惊的眼神中 斗鱼突然伸手抓住他的大笔 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找到机会就是往死里干 经过新一轮摔打后任牙被再次甩飞 面对任何对手都会倾尽全力 这就是斗鱼能够称霸米国赛场的原因 回国之后他很少出现在观众眼前 但这并不意味着斗鱼变弱 任牙扶着身体亮亮呛呛地站起来 眼前的斗鱼像是一座小山一样坚不可摧 任牙只能寄希望于打崩对手的面门 紧接着来到双方对轰的环节 任牙先是灵巧地避开斗鱼的攻势 等到拉近距离后出其不意地痛击对手 一切正如他所料 只要打中了第一拳就是掌握了主动权 在任牙的快速反击下 斗鱼的老脸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暴击 任牙迫不及待要开大招了 就在任牙欢呼胜利之时 没想到身后的斗鱼竟然站了起来 反手一个托马斯回旋替把任牙踹飞 昏迷的前一刻斗鱼觉醒了 因为战斗到底是他的终身信仰 在师父的葬礼上斗鱼对天发誓 作为一个职业摔脚手他不会输在擂台上 更不会输给打架的舞者 暴走的斗鱼一拳打在任牙脸上 随后正是吹响了冲冲的号角 这时任牙已经无处可躲 他只能用肉身硬扛斗鱼的铁扇铐 而他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被斗鱼当场冲昏 帅气的脸蛋遭到了无情践踏 斗鱼在一脚又一脚中发泄自己的愤怒 随后抓起任牙使出脚紧 这招基本已是必杀技 可是任牙的处理方式更是极具想象力 狠狠地一口咬在斗鱼手上 等到对方脱手后果断地咬破自己的舌头 一口老弹混着鲜血喷射到斗鱼的眼睛里 暴怒之下斗鱼的铁拳再也安排不住 反手挥出一拳击飞这个小兔崽子 经过两轮交锋后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 任牙转变思路开始攻击斗鱼的下体 殊不知这一脚给他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斗鱼30年的职业生涯留下了严重的关节损伤 偏偏这一脚让他就伤复发状态下滑 任牙抓住机会左右开弓疯狂输出 眼看着巨人就倒在了自己面前 任牙坐在斗鱼身上施展十字骨绝杀 一记不成又生一记 果断地被摔将对手重重砸倒 可是斗鱼坚持要继续战斗 哪怕面对的将会是任牙的狂轰暗炸 50岁的斗鱼正在接受双重考验 一边是年轻拳手犯马任牙的殴打 另一边是机能下降的体质状况 终于在任牙的绝杀脚面前 斗鱼看到了希望 只见他一把抓住任牙的大腿进一步控住对手全身 此时的任牙已经完全正脱不开了 斗鱼感到无比兴奋 接下来他将为观众展示真正的摔角 斗鱼原地起跳就有三米的高度 再加上自身的体重压制 相当于好几吨的重量压在任牙身上 斗鱼走向远处向德川之影 感谢老爷子能给自己一次登顶地下竞技场的机会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 任牙周围的蓬勃斗气引起了斗鱼的注意 红色的斗气汇聚成肉眼可见的气场 斗鱼的眼睛不由自主地震战起来 在他的记忆中也只有师父做到凝聚斗气 没想到任牙年纪轻轻就到达了这种层面 虽然任牙的纯度比自己还高 但是斗鱼依旧没有任输的意思 而是冲向犯马任牙将其死死抱住 又是一次夺命爆摔 不过同样的招数任牙不会上当两次 空中突然加速让身体稳稳落下 而他的背后却传来清脆的一响 斗鱼先生的膝盖用力不猛遭受重创 他拖着沉重的步伐用尽全力走到任牙面前 伤病对他造成了巨大影响 因此他挥出的每一击都显得又慢又无力 斗鱼的意识逐渐模糊 现在他只能靠着意志行动 对于这种伟大的格斗家 任牙会给出12分的劲力 随后他一脚踢在斗鱼的膝盖上 只有堂堂正正的击败才能让他停下休息 医生听到消息后迅速上前检查伤势 令他感到意外的是 斗鱼的膝盖并没有被废掉 他只需休养三个月就能恢复如初了 与此同时观众席上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 五年的时间让任牙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今天勇次郎将亲自检验儿子的战略 泛马勇次郎王者归来 仅仅用一根手指头就能轻松击败地下竞技场的最强者 或许任牙死都不会想到 自己历史五年的锻炼是越练越回去 曾经他还能跟勇次郎过几招 而现在他甚至撑不过一回合 勇次郎看着远处的德川表示自己也要参与地下竞技 老爷子被吓得说不出话来 咱们这座小庙怎么容得下你这尊大佛 好在有位好汉出来及时结尾 独步走到勇次郎面前表示他要先打一场 自己脸上的两刀疤痕全是拜勇次郎所赐 独步必须一血前耻 勇次郎漠不作声抬脚就是一个下皮 紧随其后身边传来了眼镜框破碎的声音 只见独步的眉心亮出一个鲜红的血影 而另一边的勇次郎也不好受 在他出手的同时 独步使出了大杀招黑虎掏心 如果他再走进一步 或许勇次郎会命丧当场 仅仅是一轮试探的环节就已经无比精彩 独步点名道信要和勇次郎决斗 在德川老爷子的见证下 这场特别的赛事将在不久后如期开始 变牙苏醒过后得知独步找勇次郎约假 他的表情立马严肃起来 在他看来没有人会是勇次郎的对手 哪怕是杀虎王独步也不行 五年的时间里勇次郎同样在进步变强 他现在到达了成长期的阶段 杀伤本能越来越强烈 一天不打架就会浑身难受 与此同时勇次郎走进一家拳馆 进门后的第一步是把大门堵上 前后去路封死之后 直接找这里的拳击手干架 看着勇次郎的嚣张气焰众人感到非常不爽 坐镇拳馆的老大终于坐不住了 戴上手套准备好好教学这个红发大叔 虽然他的拳速飞快无比 但是勇次郎只用一招就将他彻底制服 最后拳馆内的大汉悉数倒闭 勇次郎打伤几十个人后才感到些许满足 这天是神星会的自由挑战日 任何觉得自己足够强的舞者 都可以来挑战独步 几个没见过世面的壮汉企图一战成名 而独步的任务则是告诉他们 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几位挑战者轮番冲到独步面前 很可惜他们只是免费的人肉杀袋吧 手上的一招仪式全是破绽 不到半分钟的时间便全都败下阵来 独步笑呵呵地走到任牙面前 提议让任牙陪他一起练练 但他还是小看了任牙的套路 小伙子趁其不被一脚踹向独步的下三路 看着对方嗷嗷乱叫的样子 任牙表示自己是为了独步馆长好 如果他连这样的攻击都抵挡不住 那么挑战勇次郎就等于自寻死 怎料下一秒独步咧嘴一笑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其实缩阳入腹的基本功 他早就熟练于心 妄图剔断他的二D是不可能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接下来独步将会施展真正的空手道 每一次出手之前 他都会向任牙提前告知攻击目标 即使如此任牙还是做不到预判格党 只因独步出手的速度太快了 这些招式看似简单 而他却用了50年的时间来练习 大到质检所以无人能出其用 独步的强大让任牙非常迷惑 既然你这么强 又为何会输给永次郎 听到这里独步就不得不提起往事 当年他正在和一群美女庆祝生日 没想到永次郎敲咪咪进来 给他杀了一个措手不及 永次郎之所以能将他打伤 一方面是因为背后偷袭 导致自己没做准备 另一边是因为独步喝酒上头没反应过来 直男人牙表示这都不是借口 真正的舞者每时每刻都会处于战备状态 独步输了就是输了 讲规矩的舞者还在等待大战的那一天 而不讲武德的本部倚藏早就偷偷找上了永次郎 很不凑巧他也跟永次郎有仇 今天约在郊外干架 就是要发挥自己公园战神的优势 本部的身手比起八年前已有不小的进步 永次郎表示非常欣慰 紧接着伸出拳头示意本部随便答 对于本部来说这是赤裸裸的羞辱 下一秒瞬间抱起仕途勒断永次郎的手臂 可是两人的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 第二天下午任牙和烧江放学回家 本来这是二人相处的最好机会 不料偏偏这个时候加藤过来捣乱 排队跟任牙决斗不知道要排到猴年满月 于是加藤想着私下来找任牙约假 原本这件事情也可以商量 可是加藤非要在烧江面前 说地下竞技场的事情 任牙真是一刻都不想多待 拉着烧江的手迅速逃离现场 当天晚上他就来到德川府上告状 没规矩的加藤就会乱来 恰好德川也有事情要跟任牙商量 在永次郎和独步大战的那一天 他准备同时给任牙约一场比赛 这个对手一定会让任牙非常满意 武道界有一位最像娘炮的真男人 光看脸蛋他比小鲜肉还嫩 但在宽大的衣服下面 隐藏起来的是锻炼到极致的肌肉 此人就是浩昂生的哥哥浩红叶 东京医院的首席外科专家 20岁的年纪主刀上百胎手术 再难做的手术也只要半个小时就能结束 不久后他将会跟任牙决斗一场 浩昂生一听到消息马上来劝哥哥 任牙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千万不要为他盲目涉嫌 但他不知道的是 红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检验自己的研究成果 他用最科学的方式锻炼肉身 爆发力和柔韧性都到达了人类极限水平 按照这个强度他又能否击败武者了 红叶刚抛出这个问题 没成想下一秒就有找茬的家伙送上门来 壮汉表示红叶就是个长得肌肉的人妖 今天他一定要把红叶打爆 在浩昂生的见证下红叶出手了 先是一个闪身躲开壮汉的铁拳 紧接着挥出生龙拳击飞对手 三百斤重的胖子顿十年了 红叶抱着大汉使出一手被摔终结战斗 眨眼间一个大块头就被秒杀了 一旁观战的浩昂生不禁反问自己 换做是他能做到这么快吗 另一边独步起了个大枣用冷水浇头 每次出去战斗前他都要做这样一番一事 今年55岁的独步仍在当打之年 身体机能依旧保持巅峰状态 幸好赶上了这一次大战的机会 否则再过几年独步就不行了 出发前妻子为独步加油补尽 虽然他嘴上说着相信独步能赢 但是心里还是非常担心丈夫的安危 或许这一区就再也回不来了 独步按下决心 如果自己胜利归来 一定要好好安慰妻子一番 相比于独步夫妻俩的你浓我浓 勇次郎对这场战斗显得毫不在意 临近开始时还在躺着睡觉 当天晚上大战正式打响 沙虎王和地表最强同时登上擂台 地下竞技场的规则他们都很熟悉 没等裁判宣布比赛开始 两人就直接开单 独步纵身一跃向勇次郎发起进攻 一出手就是要命的脚紧 独步勒住勇次郎的脖子死不松手 没办法勇次郎只好用被摔的方式甩开独步 两人腾空五米后重重地砸在地上 勇次郎使出肘击重创独步 不料对方却消失在了烟雾之中 随后起身就是一脚踢了过来 在被动防守之中 勇次郎硬抗独步一脚下皮 电光火石之间两大强者完成一轮交锋 独步拉开战斗距离摆好架势 虽然勇次郎确实是地表最强 但他也不是好惹的角色 在观众震惊的眼神中 场上的局面陡然发生变化 只见勇次郎闲停性步地走向独步 淡定的背后隐藏着强烈的杀影 勇次郎瞬间启动的速度比独步更快 手刀加摔跤的结合瞬间将独步击倒 遭到如此重创 独步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御殿手 琉球王朝的秘传奥义 把无谋和速度运用到极致击败对手 本不感叹勇次郎的技术真是太全面了 或许昨晚那一战勇次郎还在留守 眼看独步站起来还要再打 勇次郎张开领域一步步走到独步面前 两人的斗气在无声之中碰撞起来 此刻需要比拼的就是耐心程度 哪一方先在正气层中动手 那他就会处于下风位置 很明显勇次郎忍不住了 无意识地出招露出了致命破绽 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独步出手猛打勇次郎的胸枪 煞时间勇次郎的胸前多了五个大洞 地表最强生物第一次跪下 而这并不是认输 勇次郎只是想喘口气而已 等他恢复之后便展现出了失望的攻势 连环拳犹如重炮一样击打在独步身上 除了被动防御独步同步出手做别的事 直到被打退之后独步开启三眼模式 这是印度空手道的传说技法 眼球快速转动以便抓住任何方位的移动 勇次郎的打出的每一拳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独步用最小的力气化解了勇次郎的攻势 看着独步的嚣张驾驶 勇次郎不禁气地牙痒痒 与此同时后场区却出现了逆天的阴影 工作人员松伟先生竟然暴打贩马任牙 其实松伟先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只怪任牙今天太不专心了 不久后他将会和浩红叶对战 而他的心里却一直想着勇次郎和独步的战斗 道心不稳又该如何训练呢 松伟只能用一拳把任牙打醒 任牙终于看破了心中的执念 与其在后场区瞎猜结果 不如去擂台上看个究竟 随后任牙转战擂台区观看两人的大战 独步打死都想不到 就因为任牙的出现 导致原本一片大好的形势突然一举不振 勇次郎看到任牙出现瞬间战力飙升 鬼背一开直接撑爆上衣 终极形态的勇次郎悄然登场 独步又将如何应对呢 鬼背一笑生死难料 没有人能在暴怒的勇次郎手上幸存 此时的独步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从这一刻起 他的小命已经不再属于自己 经过五年的战斗 勇次郎的实力更上一个台阶 每一次打架他都不使用武器 因为自己的肉身就是最强的武器 至此勇次郎完成了肉身成神 鬼背不是简单的肌肉变异 而是在长期战斗中积累的格斗者结晶 勇次郎纵身一跃使出一记飞踢 他的脚尖只是寡蹭了独步一下 鲜血就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勇次郎不等独步反应过来 随后一整套连招打在独步身上 铁拳如同雨点一样降落下来 任凭独步怎么防都没用 不多时他的眼前已经一片模糊 鬼背状态下的勇次郎根本就不是人 这一刻他的空手道失效了 独步喘着粗气调整状态 随后双手一挥比作手刀 这一记狠狠地刺向勇次郎的腰子 起料对方的速度竟比他快了一大截 一记双风冠耳直击独步的耳朵 独步的耳膜被当场打破 随后白眼一番跪在勇次郎面前 此时胜负一见分晓 勇次郎转身准备离场 谁知身后的独步居然重新站了起来 独步浑身上下超过70处骨折 肩胛骨和肋骨全部折断 再加上脑出血耳膜破锁 即便身受重伤独步还是要打 而他现在走出的每一步都非常吃缓 在勇次郎眼里独步慢得像乌龟一样 于是独步又吃了一招不灭之我 重击之下独步都快站不住了 但他却做出了不懈的手势 为了彻底摆脱独步的纠缠 勇次郎终于开大路 这一拳勇次郎已经用尽全力 如同恶魔附身般的一击 绝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 独步的胸前出现了一块巨大的凹险 奇怪的是他的身体仍旧屹立不懂 另一边勇次郎只管往擂台外面走 裁判提醒勇次郎不要擅自离场 否则会被判定为放弃比赛 事实上勇次郎并没有弃绝 因为独步已经死了 他能保持住战力姿势全靠骨头硬撑 这一刻德川老爷子彻底崩溃 不多时独步被拉到了抢救时 德川一致千金只为给独步买命 正所谓好即有一辈子 谁能想到此时最伤心的人竟是德川 大战过后独步的状态非常不好 电击治疗已经对他失去了效果 医生干脆跳到独步身上做心肺复苏 可惜监测仪器上没有发生半点变化 刃牙靠在墙角快要破防了 他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离自己那么接近 三分钟过后医生也放弃了治疗 在他看来独步已经彻底没救了 就在这时红叶走进了抢救室 现在的情况或许只有他还能试一试 经过初步诊断后 红叶拿出银针扎进独步的死穴 这个穴位既能致人于死地 也能起到麻醉的效果 随后红叶将手掌伸进独步的腹腔 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中 红叶的大手在独步的肚子里脚来脚去 谁能想到这种离谱的手法竟然真的有用 下一秒独步一口老血喷出恢复清醒 红叶让独步的心脏重新跳动起来了 独步总算保住了小命 此刻任牙还是一脸呆滞的样子 勇次郎的强大和独步的死 让他久久不能释怀 面对愣头愣脑的任牙 红叶好心提醒他做好准备 因为接下来的战斗将在他们之间展开 红叶仅仅是站在那里 他的存在就给任牙带来了巨大的压迫感 甚至让任牙觉得自己根本无法胜利 但红叶真的是一个好医生吗 或许之前任牙还会这么觉得 直到这天晚上他遇到了一个残疾女孩 原来红叶医生一直都是无症上岗 因为手术效果超群所以大有名气 许多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来找红叶做手术 他们支付了大额手术费 最后病症也没有半点好转 病人只是红叶的实验品和研究样本 听到这话任牙当场怒了 这样的赤脚医生绝对不可饶恕 半小时后擂台战正式打下 红叶率先上台 他这一身腱子肉经过了最科学的锻炼 为了向观众展现自己的实力 红叶拿出一个热水袋用嘴硬吹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吹出半个人的大响 随后喷的一声热水袋直接炸开 而这还不算晚 红叶又拿出一个高密度橡胶轮胎 仅靠肉身之力将其拉成两段 放眼整个武道界 能做到这件事的人也没有几个 随着一声战鼓敲响决斗正式开始 叶牙率先发动突袭 一拳将红叶干翻在地 然后扯着对方的脸皮把它砸到墙角 这一战刃牙将会不死不休 假如专家没有医师资格证 你敢找他看病吗 对此犯马刃牙将用双拳给出答案 红叶医生救人的同时也在坑人 收取大量的手术费却没把病人治好 导致一堆患者家破人亡 擂台上的这一脚是刃牙替病人踹的 此刻红叶的脑瓜子嗡嗡的 怎么刃牙一上来就活力全开 没等他反应过来又是一记上勾拳 红叶差点昏了不去 可是任牙的铁拳却没有停下的意思 对着红叶的脸蛋一番狂轰滥炸 眼看红叶就快不行了 任牙使出夺命手机完成收尾工作 从始至终红叶一直是那个被动挨打的角色 此战堪称单方面的屠杀 不到200斤的任牙击败了接近300斤的红叶 任牙朝着观众戏挥手视野 而他的眼神却始终落在轮椅女孩身上 从一开始他就想着为女孩报仇 所以身上就像有用不完的力气 裁判即将宣布最后的结果 就在这时红叶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 怪不得刚才的任牙像打了鸡血一样 原来他是想帮病人讨回公道 红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在他看来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问题 正是有病人的付出才让他的技术变得更好 这对医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好处 而且他的每一个手术都做成功了 病人没能恢复正常那是病人自己的问题 红叶的一番发言引起全场震怒 原本打算收手的任牙顿时又兴奋起来 无良医生真是非常欠揍啊 就在任牙摆出战斗姿态之时 红叶也做好了防守准备 所以任牙这一拳没能打出效果 反倒被红叶抓住破绽举了起来 失去先手优势的任牙神勇不复存在 在正面对抗的环节中惨遭对手一击暴投 红叶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体型优势 就着任牙的脑袋一阵暴打 局势瞬间发生180度反转 红叶的铁拳在任牙脸上疯狂输出 打完一套后提戏暴击任牙复活 在场的观众看得一阵肉疼 所有人都觉得任牙完了 殊不知最懂任牙的还得是老父亲有次郎 又是一拳过后任牙呆呆地站在原地 红叶收手准备迎接胜利 奇料任牙竟然转身告诉他 那些拳头对他毫无效果 打在身上就像按摩一样 因为效力帮他去除了90%的伤害 剩下那点威力完全不通不扬 红叶一气之下想要勒死任牙 谁知任牙只是轻轻一脚就把他踹翻了 红叶还是太过小瞧舞蹈了 地下竞技场的战斗并不是只堪力的 而是对舞者综合实力的平定 如果红叶还想打就请拿出点真本是吧 见此情形红叶也不能藏着掖着 压箱底的大招直接掏出来 一个瞬移跳到任牙背后 强健的攻二投机死死夹住任牙的脖子 这是所有人都非常熟悉的矫紧 无论任牙怎么挣扎都逃脱不掉 而这仅仅是第一步 随后红叶一拳打在任牙的肝脏部位 痛得任牙快把眼珠子给瞪出来 解剖学的知识运用在格斗上究竟有多么恐怖 想要打昏对手就不能只打头部 下巴才是最好的位置 任牙的腮帮子重重地挨了一下 紧接着白眼一番瘫倒在地 如果没有强大的意志力 或许任牙也会爬不起来 红叶表示非常欣慰 最后这一招原本是对付永次郎的 现在倒可以拿他儿子试一试 红叶一掌拍心打在任牙的胸口 体内的水分随之震荡起来 这一招隔山打牛直打心脏 受到重击之后任牙愣在原地一动不动 这时红叶把目光投向了远处的永次郎 打完儿子打老爹 红叶的计划非常周密 殊不知在观众的感召下任牙竟然醒不过来 轮椅女孩哀求任牙不要再打了 而她越是这么说任牙就越是要赢 如果连红叶这样的小角色都打不过 任牙又该如何挑战永次郎呢 由于体内的伤势太过严重 任牙表示自己只能再打一拳 如果红叶能够接住这招 那么胜利就属于她的 听到这话红叶迅速防守 举起双手挡在脸颊的位置 固住脑袋是头等大事 其他部位随便任牙打也不会出事 可惜红叶这么想还是太天真了 这一拳绝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红叶猛地吐出一口老血 然后像个死人一样倒在地上 固体术被任牙发挥到了极致 出拳的瞬间把全身力量集中于拳头 这是集合了自身体重和力量的一拳 导致红叶的肠胃都被打穿了 剧烈的痛感使得红叶浑身抽搐 哪怕是六个大汗都压不住 红叶的伤势非常严重 需要立即手术 不巧医院的血库很缺血 这时瘫痪的轮椅女孩站了起来 她愿意为红叶献血 直到现在她才明白 原来红叶的手术是成功的 只是因为自己不敢忍痛走路 所以才会一直坐在轮椅上 至此无良医生事件终于翻案了 红叶趴在地上痛病快乐着 这一拳总算是没白矮 大战过后任牙再次来到了深山之中 像是五年前的自己来这里闭关修炼 而她的地表最强梦始终没有变过 什么才是真正的神豪 德川老爷子为了自己的爱好 直接举办了一场史上最大的格斗比赛 光是冠军腰带就价值数十亿 就在刚刚 在树下修炼的任牙终于出山 决定去参加德川举办的地下擂台赛 与此同时 伤势恢复的独步也开始了她的日常训练 虽然之前败在了勇次郎手上 但她并没有气念 因为想成为地表最强 那就必须一直去战斗 并且不断战胜对手 独步决定推荐克斯到地下格斗场 听到这话众人全都大吃一惊 可独步却十分自信 所谓究极空手道 身高需要185公分以上 体重115公斤左右 100米要跑近10秒以内 万里要能承受300公斤以上 克斯就完美符合这些数据 被几个小混混挑衅 克斯丝毫没有畏惧 仅用单手便拔掉了对方的牙齿 甚至可以带着四个人一起奔跑 独步对自己儿子非常满意 夸赞骑士空手道的最终勇气 独步表示空手道源自中国古代武术 是集合了所有武术的精髓 在克斯的手中才最终大成 虽然独步打算让克斯作为世界大赛的王牌 但现在已经不是说那个的时候 因为身为神星会会长的自己都已经输掉了 如果不派出最强的人 那他们的面子恐怕又要丢光了 独步转头望向德川 希望老爷子能让克斯去地下格斗场 而德川正好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他 前几日德川召集手下 宣布自己要举办一个史上最大的格斗比赛 奖品便是这个从古罗马奥林匹克传下来的冠军腰带 价值达到了恐怖的数十亿 加藤为了证明自己有参赛的实力 他特意借德川的场地与强者比试 没过几个回合 加藤便轻松击败了对手 无奈之下 德川只能同意了他的请求 另一边 一辆豪车来到了任牙旁边 准备接他前往地下竞技场 尾随的烧江其实早就被任牙发现 于是任牙邀请对方一起 他要赢下比赛拿到冠军 然后向地表最强生物的位置挑战 任牙带着烧江来到巨蛋竞技场的地下六层 当得知任牙是冠军时 烧江既惊讶又疑惑 推开大门 房间内全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挑战者 见任牙竟然带女朋友一起来 浩昂生当即夸奖他有王者风范 上次的战斗他从任牙那里学到了许多 但那也只是个转折点罢 现在自己已经克服了缺点 这次的战斗谁胜谁负还尚未可知 而斗宇先生则是担任比赛助手 如果任牙受伤了可以尽管来找他 就在这时 一个高大的壮汉前来挑衅斗宇 这场比赛是他唯一一次准备全力以赴的战斗 到时候产生的严重后果连他都不敢想象 原来这家火名叫李刚 是职业摔脚最厉害的男人 轻轻一掌就能把对手直接KO 摔脚皆不希望他使出全力 可这场地下比赛却没有任何限制 他可以尽全力与任牙战斗 随着竞技场的灯光亮起 现场的观众瞬间沸腾 武神于地独步 柴千春 色穿钢器 世界重量级冠军伊安以及任牙的哥哥杰克范马 众多高手齐聚一堂 这些强大的对手都是任牙夺冠路上的强敌 32名选手争夺冠军腰带 最终的胜利会花落谁家呢 第一场比赛是由李刚对战王者任牙 可安小瘦弱的任牙应该如何击败仿佛巨人的对手呢 裁判说了一下基本规则 除了不允许使用武器外 其他任何招数都没有限制 李刚对面前的任牙很是不屑 可任牙却十分兴奋 他要将这场胜利献给死去的母亲 比赛正式开始 鼓声刚刚敲响 任牙就以极快的速度冲到了李刚面前 用力将对方顶飞了出去 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打脸 李刚的怒气直飙升 可他的攻击却被任牙轻松挡下 随后任牙飞起一脚 直接将对方的牙齿踢掉了好几颗 向攻击型的拳手挑衅 这就是任牙对自己实力的自信 见到这一幕 李刚也十分开心 他这次终于可以使出全力战斗了 李刚摆好战斗驾驶 随后快速出击攻向任牙 可没想到对方的速度更快 在闪转腾挪之际还能做出反击 紧接着任牙又是一记上勾拳 一套连招打下来 李刚的意识都已经有些模糊 最后任牙飞起一脚将他踹出场外 至此胜负一分 任牙轻松赢下第一场比赛 这就是王者的风范 赢不改色 输不懊恼 赛后稍将找上了任牙 他先是恭喜任牙取得了胜利 随后便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 那就是任牙为什么要参加这样的比赛 任牙听后微微一笑 只要是男人就都会有想当地表最强的梦想 虽然方式可能不一样 但最终都殊途同归 在知道勇次郎的强大后 任牙便开始渴望变强 强大到能打败父亲为止 这时第二场比赛也开始了 双方分别是打架专家兹鲁和自卫队长休巴卡 休巴卡率先出击攻向兹鲁 看似兹鲁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但下一秒 兹鲁突然一口老血吐在了休巴卡的眼睛上 随后抓住对方的脑袋将其狠狠砸下 虽然这一击分出了胜负 但兹鲁却依然疯狂地挥拳 在场的观众都不忍再看下去了 好在裁判及时阻止 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而稍将看到这种场面 心中不由地为任牙担心起来 传承华夏四千年武术的烈海王有多强 对方在他手上都没有坚持过一招 烈海王就直接将其轻松秒杀 就在刚刚 第三场比赛正式开始 双方分别是世界重量级王者罗布 以及日本最佳的偶像诸兽丸智 随着诸兽丢掉上衣 全场的观众瞬间沸腾 而他的小泥地对他更是十分自信 只要诸兽站在观众面前 那他便是这个世界最强的男人 裁判介绍过比赛规则后 双方回到了原位 在战鼓敲响的瞬间 诸兽双手抬起摆出了战斗姿态 而他的对手则是小心翼翼地向前试探 然后突然抱起朝诸兽发起进攻 可他的攻击对诸兽来说仿佛刮杀 诸兽抓住机会就给对方来了个头锤 趁罗布猛逼之急 他上前抱住了罗布的腰 紧接着又是一个过肩摔 罗布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见状诸兽伸手将对方抓了起来 为了尽快结束比赛 诸兽乘胜追击又是两个过肩摔 遭受如此重击 罗布躺在地上再也没了动静 胜负一分 诸兽的摔角传说现在依旧在持续 而下一场比赛则是本部以葬对战现役横钢金龙山 作为超实战柔术的大师 他知道这场战斗并不容易 只能用自己老道的经验来抓住那一次胜利的机会 面对金龙山的连续推展 本部不出意外地被打飞了出去 紧接着金龙山抓住本部的腰带和头发 将其按在地上疯狂摩擦 可就在他想给予本部致命一击时 金龙山忽然发现自己的小手指被对方握住 本部试图用过肩摔打败对方 可出乎众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金龙山凭借金人的体重在原地溃然不动 下一秒竟然还挣脱了本部的束缚 看到这一幕 刃牙明白了本部的用力 因为对于历史来讲 小手指是他们最敏感的部位 作为横钢 金龙山的一个小手指就能提起一吨的重量 此时金龙山已经弯腰准备结束比赛 本部的攻击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随后金龙山又是一脚大力践踏 直接终结了这场比赛 A组的比赛到此全部结束 一想到B组的强力选手 德川老爷子不由得更加兴奋起来 与此同时 独步正在休息室与克斯做练习 这种形似太极的动作不是一般人能完成的 就算刃牙都无法尽心坚持下去 突然烈海王找到了克斯 他质问对方为什么要说已经完成空手道 这是对华夏四千年武术的侮辱 烈海王希望克斯对此当众道歉 但初出茅庐的克斯自信满满 一言不合就要动手 双方剑拔弩张之际 烈海王的比赛对手打断了他们 这人嚣张地表示 如果烈海王在这里受伤 那么董霍自己就算赢了也不光彩 烈海王怒气直飙升 准备在休息室就把这家伙解决 李刚过来想劝家 结果直接被对方用取景十字手给秒杀了 手臂也当场折断 原来此人名为谢凯 曾经在北国光着身子拉动巨物 以这种方式来锻炼肉体 烈海王看对方有一些实力 于是便决定在比赛场上击败他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 烈海王率先脱掉上衣怒吼出声 随后摆出了战斗姿态 二人都待在原地没有主动出击 烈海王散发出的强大气势 让谢凯冷汗直流 见状烈海王索性放下双手 他告诉谢凯 烈海王禁止走到对方面前 将手臂随意搭在了谢凯身上 谢凯想出手攻击烈海王 结果却被对方一掌打飞出去 起来的谢凯立马发起了攻击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烈海王竟然一个闪身 直接骑在他的头顶 一招天连拳瞬间就把对手的脖梗扭断 比赛结束 另一边休息室的选手们 却不知被何人全部打倒 德川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显得非常的高兴 仿佛知道对方的身份一般 此时的比赛是由神星会的加藤 对战杰朗 可对方却迟迟没有出场 因为他也被某人打倒 突然杰朗的通道内冲出一只巨猿 这只大猩猩正是叶插猿的后代 也是这次比赛的特邀嘉宾 加藤觉得有点意思 于是便冲向叶插猿 一套连招不断打在棋面门上 但没想到加藤的攻击完全无效 叶插猿甚至坐在地上 无聊地打起了哈欠 趁加藤喘息之际 叶插猿直接出手抓起加藤将棋扔飞 还好克斯及时出手接下了他 面对追过来的叶插猿 加藤准备用手指插对方的眼睛 可谁知他却被叶插猿先行放倒 就在叶插猿准备捕刀时 克斯突然一脚踢向叶插猿 人员之间的大战你见过吗 德川举办的地下擂台赛 竟然邀请叶插猿来当特别嘉宾 克斯见加藤命悬一线 于是果断出手打倒叶插猿 随后将棋拖出通道扔上了竞技场 克斯可不管对方是不是选手 当即便和叶插猿打了起来 可局面很快就变成了一边倒 叶插猿被克斯猛烈的攻势打倒在地 然后一掌踢下将棋打晕 为了不让对方扰乱比赛 克斯竟然还起了杀心 剑撞刃牙连忙出手制止这家伙 可他没想到克斯的实力如此强大 能够将攻击和抵挡同时进行 还好加藤及时出面阻止 二人这才没有打起来 他们作为各组晋级的选手之一 后面的比赛迟早都会碰上 而没过多久 B组的首场比赛就正式开始了 双方分别是打架专家花山和日本拳法家道场 花山刚一出场就引起了全场欢呼 观众们对有花山的比赛十分期待 没想到这时道成却突然掏出了一个面具 他想让花山戴上面具以免被自己打死 下一秒花山淡定地接过面具 然后双手微微用力 直接将钢铁制成的面具捏成一团 面对道成的挑衅 花山从怀里拿出一把刀地给对方作为回忆 没想到道成接过后一拳就将刀打成了两段 二人赛前就火药味失足 花山摘下眼镜进入战斗状态 随着战鼓敲响 花山率先出手一拳打向道成 但道成的反应速度气快 在躲开拳头的同时便发起了反击 这一拳结结实实砸在花山脸上 等缓过神来 花山再次打向道成 没想到这次还是同样的结果 几次交手下来 看似花山一直处于下风 可实际上道成接拳头的右脚已经被打断了 刚才花山平平无奇的一拳竟蕴含着如此恐怖的力量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任何花里胡哨的攻击都是多余的 道成抱住花山的胳膊企图将其折断 结果花山的胳膊实在太过健熟 他一个用力过猛反倒是把自己的脊椎折断 见状花山也懵了 他完全没想到对手的身体如此缠入 就当大家以为战斗结束时 道成的师傅走到了竞技场中央 他请求和花山战斗一场 因为不管面对任何暴力 日本拳法是绝对不会退缩的 更何况是被花山这种暴力的家伙获胜 花山双手插都开始反驳对方 打架就是打架 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 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自己都不会拒绝 花山扯开上衣露出了背后的侠客脸 随后一口老酒吐在道成脸上 如果自己的手臂力量不够 那现在躺在地上的人或许就是自己 道成的师傅看到花山如此崇高的武道精神 他心里突然希望对方可以改写这个历史 而另一边 通道内的独步恰好遇到了罗南特 1965年 罗南特的师傅在那场大战中活了下来 曾经独步与对方打了整整一个小时 都没有分出胜负 后来他从信上知道比鲁突然隐退了 紧接着罗南特便横空出世 被众人称为关节技天才 为了做实验 他特意前往非洲 与狮子进行搏斗训练 而罗南特就是接下来克斯的比赛对手 他有一种特异功能 那就是可以看清对方的各个关节 在战鼓敲响的刹那 罗南特俯身降低重心 脸上洋溢起了开心的笑容 他在思考自己要从哪里开始肢解克斯 面对罗南特的进攻 克斯用脚轻松挡了下来 随后他转身就跑 与对方拉开了安全距离 见状罗南特再次向克斯扑来 只见克斯原地起跳 从罗南特的头上飞了过去 难道克斯要上演一出追逐战 把对手的体力耗光在动手吗 并不是 克斯来到场边的围栏 随后双腿猛然一蹬 回头就给罗南特一记头锤 可趁此机会 罗南特也抓住了克斯的手腕 向上一用力就将其关节轻松卸下 就在罗南特以为自己稳操胜券时 一变突生 克斯用左手击退了对方 这操作我只能说牛逼 克斯竟然利用抛力将骨头复原了 看到这一幕 罗南特上前虚晃一招 对着克斯的腿就抱了上去 可他的意图早就被看穿了 克斯飞起一脚就将其踹飞 然后跳到罗南特的身上 按住头部就是一记重拳 见克斯没有放过对方的打算 裁判刚想宣布胜负一分 但下一秒 地上的罗南特突然抱起 锁住克斯的胳膊就打算下手 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克斯竟然单手撑地来了的道理 随后一个弹射就回到了战力姿态 没等罗南特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克斯就一套组合拳打了过去 范马任牙头顶一片青青草原 紧紧离开烧江三分钟的时间 谁能想到杰克范马竟然直接出手 一阵堂一炮弹把烧江的脸都说红了 再说下去恐怕真要出事 就在这时范马任牙及时赶到 眼看孤男寡女独处一室 面前的状况把任牙吓得不轻 难不成哥哥是要抢自己的女朋友吗 任牙的眼神立马变得凶狠起来 恨不得把杰克生吞活泼 喜料对方居然毫不在乎 杰克希望任牙把力气都用在战斗上 最好能在之后的决战中看见他 任牙带着这股怒气回到备战时 只因克斯上一场比赛故意出手伤人 于是任牙主动来找克斯的麻烦 不多是两个猛男直接开打 双方各吃一剂鞭腿仍然稳如泰山 但让任牙没想到的是 花山勋对克斯的意见更大 只见他单手举起任牙把他拎到一边 随后与克斯展开强强对决 这是任牙第一次见到花山的眼睛破碎 看来克斯的实力比自己想得更强 两人摩拳擦掌准备再打一轮 可这时战斗又一次被打断了 勇次郎悄无声息地走进了备战时 紧随其后感到的是德川老爷子 看到这个灾心出现德川也快崩溃了 扑通一声跪下来请求勇次郎不要惹事 否则这一届的擂台赛就没法打了 勇次郎表示自己不是来捣乱的 他的目的是帮德川去除武艺不惊的选手 在他看来眼前的大黑就没资格上擂台 下一秒勇次郎伸手抓住大黑的肩膀 随后全力按压活生生把他按倒 面对勇次郎的距离大黑根本反抗不了 咔嚓一声之后脊椎骨当场折断 大黑的肉身被整个折叠起来 勇次郎不放心甚至还多按了几下 这时门外出现一位帅气小伙 走上前来一巴掌打在勇次郎脸上 天内指着勇次郎破口大骂 虽然他平常对勇次郎非常尊敬 但这个家伙真是太残忍了 愿崖看着眼前的一幕傻眼了 难道这家伙不怕死吗 天内敢对勇次郎又打又骂 主要是因为他是勇次郎的保镖 勇次郎打残大黑不只是为了清理废柴 另一个原因就是想保送天内登上擂台 德川瞬间瞄懂勇次郎的意思 立马把大黑的登场名额安排给天内 另一边擂台上的大战还在继续 小组赛的比拼一场接一场 拳王马雷卡对战擒拿王黎蒙虎 这是一场力量与控制的对决 两人同时出招击打对手要害 马雷卡的一拳擦着黎蒙虎的脸过去 下一瞬间黎蒙虎就晕得看不清了 很显然跟拳王比利起是非常愚蠢的 黎蒙虎腾空而起一脚踢在马雷卡脸上 他的目的不是要硬碰硬 而是竭尽全力攻击马雷卡的弱点 因为马雷卡的铁拳只能照顾到眼前一米的距离 其他方位都是马雷卡的盲区 黎蒙虎逮着对方的下盘猛打 没过多久马雷卡的腿上已经伤痕累累 此时的他无路可退唯有一波 黎蒙虎算准时机一脚釜底抽薪 殊不知对方一直在等一个贴身进攻的机会 马雷卡一拳把黎蒙虎的脸打歪了 你可以K我很多脚 而我只要一拳就能把你Kill 下一轮战斗在柴蒙春和田中之间展开 今天柴蒙春特意穿上了红色战袍 寓意着横冰最强者与机车族的荣耀 而田中的一袭白衣却非常朴素 那么花里胡哨和简单直接到底谁能获胜呢 随着裁判一声哨想战斗立即开始 柴蒙春双手插斗使出一记高扫腿 田中抓住破绽立马还以颜色 一个过肩摔把柴蒙春甩飞无米远 就在这种情况下柴蒙春还是要双手插斗保持帅气 只见田中的铁拳劈头盖脸地打过来 不多时柴蒙春被打得鼻血之流 田中对这个小混混非常不屑 下一秒用力一掰折断对方的手骨 柴蒙春的身体跟着刀飞出去 折断的手臂在边上晃来晃去 田中奉劝柴蒙春早点认输 否则他的另一只手也会是这个下场 柴蒙春听到这画面无表情 挺拔的身姿静止走向擂台边 他要告诉小弟们什么才叫真男女 柴蒙春二话不说断了自己的左手 做不成日本第一猛人就做日本第一狠人 随后他淡定地走到田中面前 突如其来的一个头锤砸向对手 田中还没反应过来结果又吃了一锤 刚才的痛苦柴蒙春要加倍偿还 煞时间进入暴走模式对着田中疯狂输出 每一脚都是暴击伤害 这时田中已经快不行了 要不是裁判拦着可能真会打死人 第三场比赛在少林僧人和米国摔脚手之间展开 虽然摔脚手的攻势非常灵力 但他的拳头从未真正打中过对方 少林僧人用过肩摔将摔脚手彻底制服 紧随其后使出十字骨卡死对方的手臂 不到十秒钟的时间便轻松结束战斗 与此同时场馆外意外爆发战斗 永次郎按捺不住寂寞找人对打 杀伤状态下的永次郎一天不打人就难受 而他殴打的对象就是警卫队长 一位空手道黑带强者 永次郎仅用两根手指就挡住了对方的一切攻击 任凭队长怎么打都打不穿永次郎的防御 本来这就已经足够惊人了 起料最后永次郎竟用一个脑瓜崩收尾 队长当场昏死过去 不仅伤害很大 而且侮辱性极强 女人的樱桃小嘴吐出一管硬邦邦的大家伙 谁能想到刺客为了暗杀竟然搞这么贫 就在富豪以为自己小命不保之时 西装保镖腾空而起当场把女刺客拿下 接着顺势收缴了对方的迷你手枪 危机解除后他把女人交给壮汉解决 富豪心满意足地离开公园 一回去就要给保镖升职加薪 就这样原本岌岌无名的天内走上了人生巅峰 在富豪的引荐下他见到了地表最强生物 泛马永次郎 天内甚至还有机会和永次郎说话 一向崇尚爱与正义的他对着永次郎侃侃而谈 天内闻周周的样子让永次郎很有兴趣 于是大手一挥把天内收为自己的保镖 另一边地下竞技场的小组赛照常进行 比赛开始之前 科药战神杰克泛马吞了三瓶兴奋剂 下一秒全身青筋爆起仿佛有用不完的力量 这一战他的对手是巴西柔树家谢奴 在裁判的指引下两人各分一边 杰克脱掉上衣露出强健的肌肉 而他的目光却始终放在永次郎身上 场外只有任牙一脸愤愤不平 前一天这个家伙刚调戏了烧姜 任牙现在只想狠狠揍他一顿 此时擂台上的杰克站着一动不动 不明真相的谢奴一步步靠近 看对方没有反应 于是他突然一个加速冲刺 谢奴的身体直接挂在了杰克身上 他想用脚把杰克勾倒 最后却发现根本撼动不了对方分号 下面轮到了杰克出手 他把手掌顶在谢奴头上用力往外推 攻二投击瞬间膨胀一拳 谢奴的双手相互交叉死死抱住杰克 没成想最后硬是被对方推开了 只见杰克一拳打在谢奴的下巴上 一股距离瞬间把对手掀翻 谢奴空中转体720度 然后重重地砸在地上 用绝对实力一拳秒杀对手 这就是杰克犯马的实力 看到这小子的暴力打法勇次郎很是兴奋 随后两脚一蹬跳到杰克背后 他能感觉到杰克的力量来自于外物加持 偏偏自己也没资格说他 为了变强勇次郎同样愿意牺牲一切 眼看老爹斗气爆发一脸要开打的样子 任牙一个闪身跳下来阻拦杰克 他绝不允许其他人挑战勇次郎 因为只有自己才配得上这份荣誉 勇次郎看到儿子胡脚蛮缠当场怒 紧随其后一个耳光把任牙扇到擂台边缘 他已经摆好架势等待杰克出手 怎料对方竟然淡定地走到自己面前 趴在耳边说起了悄悄话 勇次郎听到消息不禁瞪大了眼睛 谁能想到这个大块头竟是自己的儿子 他只是随便在外面拨个主 几十年后武道界就诞生了一位强大的格斗家 勇次郎真是高兴坏了 范马家的强者基因果然天下无敌 任牙坐在一边独自生润气 好心的天内过来给他递毛巾 结果却遭到了任牙的白眼 只要是跟勇次郎关系亲近的人 任牙就绝对不给好脸色 还是真有实力 一交手刃牙就能看出来 山本看到天内长手长脚的身材 马上推断出对方是以踢打为主 所以他要在对手发挥实力前趁早击败对方 山本的小算盘刚打完 下一秒天内就做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 山本打了这么多年比赛 从没见过这样的对手 不等自己反应过来 对方竟直接伸出双手强行跟自己握手 随后两人退到擂台边缘 山本立刻发动死亡冲锋 他要速战速决干掉这个家伙 奇料对方竟然摊开双手 比作一个天鹅的形状 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中 天内两脚腾空飘了起来 一记鞭腿抽在山本身上将其击飞 见此情形山本决定转变战术贴身作战 但很快他发现自己太天真了 天内可以随时随地起飞 每一脚都踩在自己头上嗡嗡坐下 劈头盖脸一顿暴打毫不留情 山本除了被动挨打完全反抗不了 天内的最后一脚中击山本面门 直接将对方踢晕了过去 可是天内的攻击还没有停下 幸好德川老爷子及时宣布比赛结果 要不然场地上又该是血淋淋的一片 外表温文尔雅的天内一出手竟然如此狠辣 练牙看到这一幕瞬间陷入了沉思 能被勇次郎认可的战士 果然没有一个是好人的 武道界有一种丧彪打法名叫挨打流 不做任何防护让别人随意暴打 越打越皮糙肉后 打到最后连棒球棒都破坏不了肌肉 至此挨打流就算练成了 今天的第一场战斗出自理查德和余地独步 这是师父康复后的第一场战斗 加藤不禁为独步捏了一把汗 殊不知理查德比他想象的还蛮对付 此人历经两千场战斗无一败截 打架从来不躲避对手的攻击 等到对手打爽了才会将他一招秒杀 今天理查德上台的方式与众不同 别人都是穿着一身练功夫来打架 而他则是叼着雪茄穿着礼服霸气登场 独步绝不允许有人抢他的风头 付出的第一天他穿上了笔挺的西装 这一战他要赢得风风光光找回场子 今天上台的不是神星会的独步 而是空手道武神余地独步 裁判站在中间规则还没说完 下一秒两大强者就斗气全开战力拉满 独步一拳重击打在理查德腹部 对方竟然毫不躲闪咬着牙印扛下来 但很快理查德便还以颜色 一记左勾拳从独步脸颊边呼啸而过 独步的身体跟着眼睛一起倒飞出去 谁能想到理查德紧一拳就把独步干趴下了 见此情形理查德骄傲地亮出了攻二投机 但他不知道的是 独步并不是接不下这拳 他只是想感受一下对手的实力如何 紧接着独步一个鲤鱼打挺重新站了起来 看来这位对手喜欢回合制搏动 于是两人约好一人一拳轮着来打 谁先撑不住就算谁输 于是独步一记段子绝孙腿率先掏当 这点痛理查德还能忍 只是嘴里的雪茄含不住 独步说话算话 面对理查德蓄力发出的生龙拳毫不躲闪 硬吃一拳后亮亮呛呛地稳住身体 理查德傻眼了 看来今天是遇到了狠角色 双方寸步不让就是要干到底 独步跳起来重击理查德的头部 一拳过后理查德的双手都开始不住颤抖 两人要用最纯粹的攻击分个高下 而独步也不会傻到非要一直扛 于是下一秒他开启三神模式 用空手道的最强防御接下对手的招式 看到这一幕理查德瞬间就破防了 这个老光头的防御怎么死活打不穿 随后不顾约定直接上来掐脖子 见状独步也不再留守 一记回首掏直取理查德的咽喉 要知道这也是人的死穴之一 下一秒理查德直接昏死过去 裁判赶紧跳进擂台救人 毫无疑问独步的付出之战营的相当漂亮 他带着满身伤痕强撑着走回休息室 没成想任牙和加藤就守在这里等他 此时独步已是强弩之末 为了不在徒弟面前丢了面子 他赶紧加快脚步走出过道 一直负伤来到走廊尽头 鲜血流了一路独步终于扛不住了 独步抬头一看发现夫人出现在自己面前 观众只会在乎谁赢谁输 只有夫人一心想着让独步平安回家 独步表示自己一定会拼尽全力 赢得冠军金腰带送给夫人 下一战是柔树家色川对阵奥运选手罗杰 身高仅有155公分的色川在对手面前像个小矮人 从表面上看这是战斗力最为悬殊的一场 但千万别忘了色川曾被誉为战斗大人 这可是日本最尊贵的称号之一 两位选手拉开距离即将开战 比赛开始的鼓声猛地敲响 此时色川还在忙着放眼镜 罗杰抓住机会立即发动突袭 但在色川眼中他的速度还是太慢了 只见他放低重心一个滑铲放倒对手 罗杰的老脸转眼间磕到擂台边缘 一口整齐的大门牙全都变成血淋淋的一片 在绝对的实力碾压面前 大块头的优势也会变成劣势 不等罗杰重拳出击 色川的大手就立马捂住对方面们 谁能想到这个1米5的小老头居然能把对手掀翻 色川按着罗杰就像捏一只蚂蚁一样轻松 这时罗杰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 难道自己真的会输吗 下一秒色川突然出手 一指缠刺向罗杰的喉咙 给这场战斗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罗杰当即小脑萎缩扑通一声倒下了 这场比赛让人牙大受震撼 看向色川的眼神都变了 小老头的实力不容小觑 这场擂台赛真是藏龙卧虎啊 与此同时休息室里也有一场龙争虎斗 千算万算没想到浩家两兄弟抽签对上了 两人之间只有一人能够晋级 浩红叶表示弟弟你不用想了 因为从小到大你就没赢过 浩昂生当场就怒了 或许之前我还只是全力以赴的心态 而现在我只想把你干掉 大战开始后浩昂生一脚飞踢重击红叶 不料哥哥的反应却出乎意料 两脚朝天居然摔得如此狼狈 这绝不是红叶的真正实力 令浩昂生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场兄弟之争其实是红叶故意安排的 因为相较于其他强大的武者 浩昂生的实力还是太弱了 红叶不忍看到弟弟被别人暴打 所以干脆换做自己来 浩昂生不禁怒及返校 人活一张脸术活一张皮 就算死我也要让你付出代价 有一种神医能够随时随地做手术 哪怕是在跟别人打架的时候 他也能用自己的医术快速治疗伤势 今天日本第一奶妈红叶上场了 跟他对决的男人则是亲弟弟浩昂生 从小浩昂生就成长在哥哥的保护之下 哥哥顶在自己前面好像变成了非常自然的事情 为了战胜自己的心魔 浩昂生将会用尽所有手段战胜哥哥 只见他双手握转做好战斗姿势 对于红叶这样的强者他完全不能有丝毫保护 虽然扭断很残忍 但浩昂生必须这么做 下一秒浩昂生发动攻势抓向红叶的脖子 受到一击重创后红叶的眼睛快速暗淡下去 没有人能看出浩昂生扭断的动作 这是因为他的技术已经全面升级了 红叶的扭断是扎进皮肤后 手指扭转180度挑断神经 而现在浩昂生将关键步骤融为一体 手指在接触皮肤的那一瞬间发动扭断 速度比之前快了一倍 此时红叶已经变成了半侠 但他的气势却更加嚣张了 浩昂生当场就怒了 冲上去就是一个生龙拳 在他的连环攻势下红叶毫无招架之力 暴怒的浩昂生专挑哥哥的关节和肌肉打 这样做的好处是痛感非常强烈 不等红叶反应过来 浩昂生立马动手把另一边的神经扭断 这一举动相当于戳下了红叶的双眼 浩昂生想要逼迫哥哥乖乖认输 但他还是低估了红叶的实力 东京医院首席外科专家绝不是盖的 下一瞬间红叶直接把手指戳进肌肉身处 仅靠两根手指连动就把神经全部结上了 红叶重见光明的这一刻 浩昂生对他的突袭失效了 哥哥朝弟弟反手扇了一记耳光 浩昂生缩在墙角像个小孩子一样 见此情形红叶放下了自己的杀意 伸手主动去摸弟弟的脑袋 刹那间浩昂生回想起小时候的快乐时光 难道他要一直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中吗 变书只是浩昂生的谎言 下一秒他就对着红叶一脚抱传 浩昂生又变回了那个凶神恶煞的样子 如果这一次他选择了退让 或许这辈子都会抬不起头 于是他选择跟哥哥拼到底 红叶也没有惯着浩昂生 一记勾拳打得对方神魂颠倒 浩昂生亮亮呛呛地站了起来 连走路都走不稳了 但这只是开胃小菜而已 红叶的大杀招还留在后面 他下意识把双手按在浩昂生的胸口上 隔阵瞬间发动 浩昂生体内的水分同频共振 轻则口鼻出血重则大小便失禁 浩昂生硬扛这一击后继续朝哥哥走去 见状红叶怼着浩昂生的面门再次用出隔阵 他的脑袋瞬间就被打蒙了 蹊跷出血惨不忍睹 这一幕让红叶大吃一惊 没想到弟弟想要获胜的决心这么强 无奈之下红叶选择了让步 只见他一个熊豹牢牢贴住浩昂生的身体 兄弟之间本不该如此 红叶也只是想保护弟弟而已 那么之后的战斗只能交给浩昂生继续打下去 很快下一轮淘汰赛就开始了 无败之王任牙对战巴西拳手兹鲁 怎料战斗刚开始任牙就走神了 满脑子响的拳都是烧僵的身影 果然女人会影响任牙出拳的速度 再回头任牙发现资鲁已经来到身后 一个被摔把自己摔得七昏八速 接下来的场面完全不受控制 资鲁抱着任牙重重地砸向地面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心情 剧烈的疼痛让任牙反应不及 倒在地上任由资鲁踹脸 眼看任牙已无还手之力 裁判果断举棋宣布资鲁获胜 过了一阵子任牙才反应过来自己昏迷了 被摔之后自己当场失去了意识 谁都没想到这场战斗结束得如此之快 地下竞技场的长盛将军居然没撑过一分钟 有的观众甚至不承认任牙输了 因为任牙上场后还没出手呢 此时德川老爷子站出来发话 按照比赛规定任牙就是输了 无论是走神还是什么原因 任牙没能挡住资鲁的攻击 如果不是裁判及时出手 那么任牙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对于这个结果任牙无话可说 原本这是一个稳输的局面 奇料在他转身离开之时 自鲁竟然跳上来暴打自己 或许他觉得自己还没有赢 因为刚才过去的一分钟 根本算不上是一场战斗 任牙扛住一波连环拳后 踢出一记断子绝孙腿 这一招几乎通吃99%的舞者 在德川的默许下比赛继续进行 自鲁打倒任牙一回 而任牙也成功还以颜色 他蹲在自鲁面前紧紧握住他的手 虽然两人语言不通 但任牙的感激之情非常明显 谢谢你给了我证明自己的机会 这场战斗从一局定胜负 变成了三局两胜 来自巴西的拳势机会柔术也会打拳 两人你来我往硬碰硬对着干 双方在身体素质上并没有太大差距 接下来比拼的就是战术和技巧 自鲁抓住任牙的大腿 直接把他掀翻在地 随后一屁股坐在任牙身上 开启暴打模式 霸王硬上弓拳拳倒肉毫不含糊 一般情况下被压倒的人会非常被动 任牙除了格挡别无他法 偏偏这时候自鲁来给机会了 一口咬在任牙脖子上停止出拳 任牙顺势把自鲁抱起来重新站立 紧接着手脚并用 一手戳眼睛一脚踢当 暴当的痛苦已经长过一回 于是自鲁当场下的跪地求饶 最终任牙成功捍卫无败之王的荣誉 你敢相信吗 代表中国顶级拳法的烈海王一开始是不配当海王的 虽然他的力量和刘海王不相上下 但他的技法太落后了 战斗始终停留在蛮力阶段 中国拳法的第一人必须样样精通 因此烈还需要更持久的休息 另一边地下竞技场的淘汰赛仍在继续 职业摔脚手朱兽对阵大横钢金龙山 一身肌肉打一身肥肉到底谁能获胜 大战开始前师父给金龙山喝了一口力水 这是来自历代大横钢的祝福 喝下他金龙山将会获得用之不竭的力量 随着战鼓敲响比赛正式开始 在金龙山的强势推拉下 朱兽刚开局就吃了一个稻栽葱 好在皮糙肉后的他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随后一个突刺跳到金龙山脚边驶出螃蟹架 按照常理来说普通舞者会被立即撂倒 可是这对金龙山来说根本没用 在朱兽震惊的眼神中 金龙山反手甩出一个大嘴巴子 眨眼间朱兽的身体就被打飞出去 能够成为大横钢的男人谁还没有两把刷子 正是因为金龙山全身上下尾如泰山 所以他才配得上大横钢的名号 就在这时朱兽做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 双手伏地压低重心 随后金龙山也摆出相扑姿势 准备好好教训朱兽 殊不知朱兽的相扑只是烟雾弹 他随即一拳中击金龙山面门夺回主攻拳 拉弓搭建的狩猎拳法极具威胁性 金龙山摇摇晃晃差点没回过神来 他假装要打一个喷铁 结果两腿一灯扑到了朱兽身上 只有贴身肉搏才能发挥出金龙山的真正实力 金龙山抱着朱兽来回拉着仕途把人按在身下 由于双方实力相近始终分不出胜负 甚至在原地绕圈的这段时间里 金龙山还用脚画出了一个土调 圆圈范围并不大 走两步就能迈出去 朱兽夺回主动拳后用擎拿的技法压住金龙山 可惜对手的下盘坚如盘石根本撼动不了 于是他抬脚一记高扫腿将金龙山抽荤 随后顺势抓住对方的右臂试图将气折断 眼看这些招数全都不起作用 下一秒朱兽转变身姿使出双环暴式被摔 朱兽扛着300斤的肉衫同样非常危险 但他玩的就是心跳 看谁先沉不住气 金龙山遭此重创无奈选择用手撑地 最后导致整只手臂错位骨折 见此情形朱兽越战越勇准备终结比赛 突然擂台上缓缓飘下来一块白补 金龙山的师傅看出大势已去选择主动认输 朱兽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不得不说他是一个疯狂的赌 如果金龙山刚才不做回防应聘到底 或许朱兽的脑袋就会当场开花 下一轮比赛在烈海王与斗宇之间展开 此时的烈海王仍在全胜状态 上一场战斗他就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了胜利 反观斗宇此前和刃牙战斗引起救伤复发 所以现在只能绑着绷带上台 虽然盲目硬撑容易损伤关节 但斗宇不想再错过擂台赛的机会了 他要以最快的方式结束战斗避免受伤 所以在裁判刚刚宣布比赛开始的时候 斗宇便立刻发动突袭抢战先机 战袍并不是用来装饰的 而是为了遮住烈海王的眼睛 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烈海王仅凭直觉就能准确无误地挡住攻击 看到这一幕斗宇用出了后手 反手一击大脚开出把烈海王踢到墙角 来自巨人的冲撞随时都要把烈海王掀翻 下一秒烈海王的身体直接被撞出擂台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斗宇的下皮已经来到头顶 随后两人再次缠斗起来 拳拳到肉不肯退让 在斗宇的体型压制下 烈海王没有半点优势 不多时他就被斗宇牢牢捆住 下一刻斗宇直接用出被摔 一旦落地烈海王非死极惨 可是烈海王也不会傻到乖乖等死 只见他两腿一弯勾住斗宇的伤残腿 最后两人落地的重量 全部压在斗宇的右腿上 剧烈的疼痛使斗宇发出惨烈的叫声 此刻他只能半跪在地上 哪怕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斗宇无奈选择认输 虽然结果很遗憾 但至少他已经拼尽了全力 小钢炮于蒂克斯练出了麒麟臂 一秒八十拳超越人类极限 这招原本是用来对付勇次郎的 最后无奈打在了花山勋身上 眼看胜利已经在前方招手 但克斯不知道的是 花山勋还没有亮出最后的底牌呢 经过多轮交锋后 竞技场的淘汰赛逐渐进入后半场 能站在台上的选手 个个都是狠人忠的狠人 今天的这场比赛号称是最暴力的一场 神性会空手到于蒂克斯对阵打架专家花山勋 柴千春看着大屏幕上的花山勋淡淡一笑 花山勋是他最崇拜的男人 正是受他的影响 柴千春才会在打架的路上越走越远 作为花山勋的头号小泥地 柴千春坚信最后的获胜者将是花山勋 在裁判的指引下两人回到各自的战区 克斯不经意间回头一看 没想到花山勋居然直接扑了上来 后空翻360度大角度下批 克斯来不及闪躲痛斥一脚 脑门顶着尼蒂一路向后摩擦 谁能想到街头混混也学习了格斗技巧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回旋梯 克斯艰难地站起身来直面花山勋 刚才的确是自己小瞧他了 之后他将会用专业的空手刀碾压街头技法 想到这里克斯重新找回了自信 殊不知有些天赋是用再多的技术都弥补不了的 花山勋的天生神力无需多余的技法 他只是转身蓄力出拳就带来了巨大的压迫感 克斯连忙用手泄力 可是这一拳还是将他打飞出去 花山勋抓住机会趁胜追击 一记勾拳彻底打破了克斯的防御 克斯两腿一软痛地把胃酸都吐了出来 虽然克斯的样子很狼狈 但只要他没有认输 花山勋就不会停止攻击 只见他左一拳右一脚不断轰在克斯身上 被动挨打只会让局面更糟 克斯索性冲上去抱住花山勋 看似是要将对手摔倒 其实就是为了近身拉扯多喘一口气 等到花山勋试图展开攻势时 克斯再度用过肩摔将对方甩开 随后火速跑到角落跟花山勋保持距离 今天克斯见识到了什么叫真正的暴力 或许他逃走的样子很丢人 但只要能够赢得胜利 那么一切都是值得的 克斯在等对方露出破绽 花山勋完并冲刺的时候就是他的最好机会 克斯出气不意地用鞭腿打断了花山勋的攻势 随后他踩着花山勋的关节一步步跳到头顶 肘肌的伤害远远大于拳头 煞时间花山勋也被打昏了头 虽然克斯的力量处于弱势 但他获胜的决心比谁都强 很快花山勋的铁拳又招呼到了克斯脸上 随着一声怒吼发出 世界上又有两颗蛋蛋要破碎了 克斯不仅猛踢下三路 而且还是四连踢 看着克斯得意的笑容 花山勋怒气质飙升 自己必将让他付出代价 花山勋用双手使出握机 请客间克斯的小腿血管就被挤爆 不知不觉间鲜血染红了一片 如果继续拖延下去 战局将对克斯非常不利 于是克斯脱掉衣服决定跟花山拼了 纵使自己的小腿受了重伤 他还是不要命地用脚踢向花山 事实证明只有花山勋的铁拳才能横扫一切 经过专业训练的空手到家 到头来还是打不过街头干架的黑帮大王 打在克斯脸上的每一拳都让他无比绝望 克斯不禁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训练方式 好在身后的加藤帮他重拾了信心 一直以来他都认为打架是不入流的撒泊打滚 而今天强悍的花山勋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 克斯不得不祭出看家本领 这是他从甩鞭中习得的舞蹈 鞭子经过力量的传递 尾部的甩动速度急剧加快 最后突破鹰杖打出鹰棒 同样人体也能当作鞭子来用 力量一直从脚尖传导至指尖 此时花山勋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当这一套连招完全打在他身上的瞬间 花山身体就像被导弹狂轰滥炸 扶在地上都快撑不起腰了 但就算这样他还是没有倒下 因为侠客型的荣耀不允许他认输 克斯打算用最后一击终结对手 此刻花山勋已经没有了丝毫反抗之力 索性把背部露出来交给对手 这一拳气势如红压上了克斯的所有 花山勋毅力不倒虽败犹容 就算死他也要死得像的侠客一样 一个亡命之徒的好胜心到底有多恐怖 这一刻哪怕是世界拳王都怂了 自从花山勋在上一场战斗中落败后 小迷地柴千春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难道打架刘真的干不过拳击流氓 对此柴千春不敢苟通 他宁愿死在台上也要扒掉对手一层皮 于是今天他特意穿了一件白袍上场 死亡套装意味着柴千春这一战有着赴死的决心 光头小弟只能在背后默默祈祷 队长你可千万不要死啊 柴千春这一战的对手是重量级拳王马雷卡 此人的爆发力非常恐怖 在上一轮战斗中他只用一拳就KO了对手 柴千春表示自己一点都不虚 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中 他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 用自己的脑门重重地撞下石膏 8公斤的石膏硬生生被他砸成了碎块 脱节的手臂在空中来回摆动 只因石膏的存在只会影响自己出拳的速度 于是柴千春干脆把石膏拆了 大战一触即发 柴千春一记飞踢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马雷卡想不到这家伙干架简直不要命 提着拳头就往自己的脑门上招呼 又打又踢直接把他干懵了 很显然柴千春砸碎石膏还有另外的目的 硬邦邦的石膏用来打人也是不错的选择 此时的马雷卡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紧接着柴千春快速甩出一个石块 趁着对方扭头躲闪的瞬间 立马从裤兜里掏出一把石膏粉扔了出去 很不幸马雷卡中招了 柴千春的各种小手段明显是违规行为 但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今天这一战他必须拿下 没过多久马雷卡睁开了眼睛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脚腕竟被绳结捆住了 而绳结的另一头连接的就是柴千春 马雷卡发起冲锋准备强攻 不料柴千春一抽脚就把他带到了 接下来又是一轮铁拳攻势 柴千春知道正面迎战干不过拳王 所以只能用绳结限制对手的行动 先把人控制住了再打 在柴千春暴风骤雨般的攻势下 马雷卡倒在地上颜面扫地 这里可不是正规拳击场 更不会有裁判来替他说话 就在马雷卡精神恍惚之际 眼前突然出现了世纪拳王的身影 老拳王嘲讽现在的拳王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如果马雷卡只有这点实力 那还真是整个拳坛的不幸 于是马雷卡立马站了起来 不等柴千春发起攻击就把绳子夺了过去 这下可就麻烦了 两边的攻防架势瞬间转换 柴千春遭到了拳王的碾压式暴打 甚至还被干出了内伤 这就是打架和拳击的区别 黑帮打人指出血不致命 而拳王只要抓住一次机会 就能把对手往死里干 就在马雷卡以为自己即将大获全胜之时 不怕死的柴千春再次站了起来 一个头锤就把马雷卡磕得头于目眩 柴千春决心要跟马雷卡死磕到底 拳头仿佛不要前班只管招呼到对方脸上 这绝对是马雷卡有史以来最狼狈的一次 自己被小混混打得满脸挂踩 甚至还被夺走拳套 柴千春不断地出言挑衅马雷卡 引路之下对手重拳出击 殊不知这一拳却打出了奇效 柴千春用头锤硬糖直接折断了马雷卡的手指 见此情形马雷卡的助理立马抛出白毛巾认输 拳王绝不能受这种无谓的伤 随后德川老爷子亲自上台确认 如果马雷卡也同意的话 那么柴千春将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可是马雷卡愿意拼上前途再战一回 听到这话柴千春也不禁高看了马雷卡一眼 随后他拿出匕首切断脚下的绳结 既然马雷卡愿意再战 那他就不应该用绳索限制对方的发挥 最后的战斗必须要堂堂正正地击败对手 双方的攻势无比伶俐 虽然多数时候都是柴千春挨打更多 可他还是没有躲避 作为暴走卒的队长 他必须要给身后的小弟树立榜样 下一秒柴千春被击飞到墙角 等他站起来后众人才发现 原来柴千春的脸已经被打得没有人样 现在的他完全是在拿命硬撑 奇迹发生了 马雷卡的手指节节断裂全部骨折 场外的助理再也坐不住 飞奔上台拼死拦住马雷卡 对于拳王来说 这种伤势弄不好是会葬送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马雷卡被迫认输 柴千春战胜了世界级拳王 这一战他付出了血的代价 但柴千春感到非常满足 而且在他返回休息室的路上 偶像花山勋竟然亲自前来迎接 并且还当众表扬柴千春 柴千春顿时泪流满面 刚才的拳头自己总算没白爱 你知道什么叫女追男阁层杀吗 烧将脑瓜子一热直接扑倒任牙 此刻的他终于明白自己一直喜欢任牙 接下来的战斗就不要再冒险了 不如先回家住吧 对此任牙也是拒绝不了 不多时两人坐上出租车往城外赶 烧将温顺的依偎在任牙身旁 看来今晚的一场大战是逃不过久 上一轮战斗中柴千春舍身忘死打败了世界拳王 但这也留下了一个麻烦的问题 因为柴千春伤势过重无法再继续比赛 所以空出的名额需要让其他舞者代替 这时德川想到了一个最佳人选 那就是雪地矿工安德雷 他仅靠一人之力挖出一个世纪大洞 人体极限在他身上似乎消失了 为了证明自己誓死效忠祖国 安德雷特意到总统面前用手铐捆住自己的双手 但在今天他解开了手铐 因为接下来安德雷将为国尔战 柴千春听到名额替换的消息立马赶到备战时 即使眼前的安德雷体型比自己大了一拳 柴千春还是敢朝对方出手 这一拳的力道看似很猛 但只有柴千春自己知道 眼前的对手硬得像块岩石一样 另一边安德雷也没有照顾伤员的意思 反手就把柴千春送上了天花板 花山勋看不下去想替柴千春讨个说法 这一记重拳同样没能把安德雷干倒 紧接着对手朝花山勋发起反击 双手环抱花山勋一个被摔向后砸去 来不及做任何反应 请客间花山勋的脑袋就被中在地上 安德雷一招秒杀花山勋 见此情形不要命的柴千春竟然还想再打 而安德雷只是一招扑口暴冲 就把柴千春冲晕了过去 虽然大家从没见过这个壮汉 但他的战力绝对是第一梯队的存在 看到安德雷的第一眼 杰克贩马瞬间战役升腾 这个对手实在是太对胃口了 但现在杰克还不能出手 只因台上还有一个选手在等着他 少林拳法家三七剑武此刻严阵以待 杰克和三七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在上一场战斗中 都是以秒杀的方式击败了对手 所以谁都无法准确预测最后的结果 大战一开始三七先是采用防守架势 等到杰克出手露出破绽后 他的连环拳便立马招呼上来 但令三七万万没想到的是 刚才明明是自己在疯狂输出 怎么突然间手臂就受伤了 三七捂着手腕一脸猛逼 接下来他只能通过躲闪暂避风芒 虽然一只手格挡略有难度 可是三七且战且退蛇皮走位 最后还是找到了杰克的破绽 下一瞬间抓住杰克的手腕 将其反转侧摔 配合琴拿的手法将其死死安在地上 三七觉得有点不解气 于是疯狂践踏杰克的大脸 这时奇怪的事情再次发生 他的脚腕上凭空又冒出来一个血洞 三七退到擂台边缘一脸警惕地盯着杰克 这场战斗简直太邪门了 德川老爷子纵观全局也没看出各所以人 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 他又立即吩咐裁判上前查看 趁此机会三七赶紧给伤口绑上绷带 裁判从头摸到脚给杰克细细检查 没想到全身上下找不出任何可疑 三七也觉得非常奇怪 但他身上的伤势已经不允许再拖延下去了 三七决定速战速决 四段T精准地打在人体重要部位 紧接着将锁骨指插进杰克的喉咙 见此情形杰克只能绷紧肌肉硬扛 然后用尽全力把三七的手掌摸开 下一秒杰克张开血盆大口咬住三七 就这样三七被强行抬了起来 或许再用力一点杰克都可以咬穿对手的关节 最后杰克一口老血喷出呼了三七一脸 他的生龙拳呼啸而过打的对手满地找牙 杰克用他的咬道成就了这场胜利 回到休息室杰克立马碰上了安德雷 果不其然对方完全看不上自己的牙齿战术 那只不过是小孩子的打架方式罢了 真男人一定要够猛 随后安德雷表演了一招铁山考 在真正的实力面前 杰克的牙齿还能起效吗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克思却陷入自我怀疑 明明父亲的体格 速度 反应力都不如自己 为什么他还会给自己一种不可战胜的感觉 克思走在独步身后护送他上台战斗 就在几分钟后 他将和勇次郎的保镖天内展开决斗 但他显然没把天内放在眼里 竟然直接越过对方找上了勇次郎 身为地表最强生物 范马勇次郎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实力 他要求德川将剩下所有格斗家全部叫上来 就在刚刚 独步和天内的战斗正式打响 裁判刚宣布比赛开始 原本站在场内的独步竟突然消失不见 天内四处观望寻找敌人 然而下一秒 独步如同鬼魅出现在了他身后 还好天内反应迅速 这才已掉几根头发的代价 与对方拉开距离 武神独步果然名不虚传 天内表示自己很荣幸能与独步交手 说罢他便使出看家本脸 挑到空中朝独步发起进攻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独步用最简单的空手道便全部挡了下来 趁天内倒在地上还没反应过来时 独步快步上前发起了反击 在这猛烈的攻势下 天内只能抬手格挡护住要害 随后找准机会用场边的挡板借力 飞起一脚踹向独步 但独步的速度比他更快 空中转体360度将天内直接踢翻在地 遭到如此重创 天内还想起身再战 可在他正要跳起来的时候 独步直接出脚打断了他 紧接着更是废掉了对方的右脚 见状天内终于不再隐藏实力 以踢技阳弓从而跳到独步身上 双腿牢牢锁住了他的脖子 利用脚力直接将独步按在地上摩擦 紧接着天内转身做起 连续肘击打在独步的光头上 最后抓住对方的双腿准备将其折断 难道说武神真的要止步于此了吗 天内想让独步主动认输 但倔强的独步怎么会向敌人低头 突然天内一声惨叫捂住了自己的脚 原来独步在这危机时刻拔掉了天内的指甲 成功脱身后独步转身看向德川 表示自己决定要违规使用武器了 因为运动空手道和武道空手道完全不同 天内的扫堂腿被独步轻松接下 随后独步用出了太阳拳 这种拳法是利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肌肉 去挤压对方 趁对方还没有恢复意识 他又用足肩踢向天内的腹部 独步脚尖就和刀子一样锋利 无论打到哪里都会受重伤 天内还想挥拳反击 结果下一秒独步又用风魔术把他的下巴打掉了 虽然局面看似是一边倒 但场外的克思和独步的夫人心中 却没有那种会赢的感觉 独步利用手腕和手指的力量 给予了天内最后一击 这一拳下来天内的头骨瞬间就被震灵 七笑流血站在原地没了反应 但比赛还并未结束 天内冲向放松的独步 刚才的攻击好像对他并没有造成伤害 天内一跃而起踢向独步 在对方出拳迎击的时候 他立刻便招闪到了独步身后 又用裸脚将其牢牢控制 独步想向后踢腿摆脱困境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天内顺势抱住了独步的腿 然后猛然用力直接将他的左腿折断 现在天内已经能洞悉独步的所有攻击 再比下去也毫无意义 于是他又一次请求独步主动认输 可话还没等说完 独步就好像没事人一样站了起来 被折断的腿更是恢复如初 天内不想比赛继续进行下去 因为无论如何空手道都无法战胜自己 他跑到场边恳求得川盼的获胜 不必和古罗马竞技场一样打得你死我活 听到这话勇次郎直接笑出了声 独步正打算出手继续战斗 结果勇次郎抢在他前面一记手刀劈下 将天内把晕 然后抓着头发把这家伙扔了出去 这时任牙也走进了竞技场 他开口问了父亲一个问题 勇次郎表示自己只知道享受美味的料理 随后他转头看向顿川 让老爷子把剩下的选手全部叫上场 自己将亲自教一教他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格斗 听到这话 炮红叶立马就带着败者组的人上场了 我这些人都不足够吗 Mr.Ooga 我这些人都不断了 嗜血的犯马勇次郎到底有多恐怖 一场大乱斗带你看懂勇次郎的武道统之力 就在刚刚独步和天内的战斗落下帷幕 为了保护独步不受勇次郎的侵犯 九大金刚联合叫板地表最强生物 一群人散发的斗气刚好和勇次郎一人赤平 能和地表最强打一场将是一辈子的荣耀 下一秒白衣空手到家直接冲了 而他才刚跑到勇次郎面前 一脚踢出反被对方踹晕过去 不信邪的拳王还想试试谁 结果这一波攻势连毛都没打中 勇次郎饶有兴趣地摆出拳击动作 趁其不被一个勾拳KO对手 小喽啰的骚扰已经彻底惹怒了勇次郎 接下来他会挨个教训过去 400斤的巨人勇次郎说摔就摔 落地后对方当场昏厥 对于勇次郎来说这只是开局的热身运动人 更残忍的手段还在后面呢 只见勇次郎一头顶穿西装男的铁拳 男人手指断裂的同时当步传来一阵剧痛 段子绝孙腿瞬间把他送上西天 完硬的没人能干得过勇次郎 于是柔树家打算用过肩摔打开局面 结果勇次郎上身一趴完全不吃这套 反手就把对方砸倒在地 远处的大横钢叙事待发想要把勇次郎顶飞 他的死亡冲撞的确撼动了地表最强 但最后的效果也就仅此而已 勇次郎回过神来一路横推把大横钢逼到墙角 仅靠一只手的力量活生生把400斤的大横钢扳倒 格斗冠军站在背后没有出手 这将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因为在想动手已经来不及了 勇次郎一记鞭腿直接抽断了冠军的骨头 在他倒下之后新的倒霉弹出现了 三个回合之内绿头摔跤手的脑袋被勒得死死的 男人拍打着勇次郎的大腿表示认输 但勇次郎的字典中绝没有投降二字 他反而使用出了更大的力道 下一秒摔跤手眼白一番当场阵亡 此刻场上只剩下好红叶一人 如果说其他人还是拎不清状况盲目出击 那么红叶则是看完了虐杀全过程心里慌的一批 勇次郎越是步步逼近红叶越是斗志涣散 他的心里非常清楚 一旦开战自己一定是被秒杀的那个 关键时刻弟弟昂生前来救甲 兄弟齐心齐力断金 两人把勇次郎围在中间 就算打不过他们也能跟勇次郎纠缠一下 正是弟弟的拖延给红叶带来了希望 不多时一众豪强一起出现站到昂生背后 如果勇次郎执意要大闹地下竞技场 那他们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勇次郎不介意再打一轮 就在他扑向昂生的一瞬间 隐藏在观众席里的狙击手开枪了 轰的一声打得勇次郎一脸猛逼 没想到居然有人会在这里开枪 这到底是谁的指使 随后更多的狙击手站起来补枪 一张铺天大网顺势盖在勇次郎身上 勇次郎挣扎着前进 但很快就用完了力气 在大计量麻醉药的作用下 强如勇次郎也得乖乖趴下 这时德川老爷子终于从幕后走出 虽然他很尊敬勇次郎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一直容忍对方 为了控制住勇次郎不再捣乱 德川搬出了专业的大型动物捕沙网和麻醉枪 昏迷的勇次郎被搬出竞技场后 赛场重新归于平静 八强的最后一场对决即将开始 号流空手到号昂生对阵老牌日本达人色川刚起 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小老头 虽然身高不到1米5 但他却在上一场比赛中碾压巨人摔跤手 昂生摸不清路数不敢轻易出手 所以他只能通过快速移动观察色川的破绽 但令昂生感到奇怪的是 色川的肉身无懈可击看不出任何弱点 哪怕是后背偷袭也能快速闪避 如果不是色川主动现身 此时昂生还摸不着北 色川一推一拉巧妙泄力 下一瞬间昂生就被暗倒在地 这是昂生从没见过的战斗方式 比柔术更丝滑比格斗更强硬 自己抓不住对方 因为色川一出手就能完成泄力 自己更不能被对方抓住 一旦色川得手他就要摔个七荤八素 果然在老前辈面前昂生还是太嫩了 色川一记手刀挥出斩断昂生的关节 他已经不想再跟这个年轻人纠缠了 如果昂生还有更强的手段 请快点使出来 否则色川就要准备收尾工作 昂生这才扳出了扭断大招 但这招的效果却超出了昂生的预料 色川抢在扭断完成之前 用自己的手指拦截了昂生的手指 速度之快让昂生都没反应过来 好在他还准备了另一招 必杀鸡玉碎眼底 左手按在色川眼睛上 另一只手重拳出击隔山打牛 这一拳的力道足以将眼球打穿眼底 眼珠子像子弹一样打进对手的大脑 顷刻间就能击杀对手 奇怪的是色川没受半点影响 反倒是一个侧衰K王生 因为他的左眼一直安装着高颗鸡眼 破碎之后只是陷在了眼眶里 色川的大脑也就安然无恙了 至此地下竞技场八强绝出胜负 柴千春因为重伤不能上场 他的席位由安德雷替补登场 八强近四强豪强对豪强 究竟谁才是笑到最后的王者 摔跤手明知自己打不过对手 为了确保晋级只好向任牙下跪求情 殊不知任牙最讨厌的就是假赛飞沐 朱寿越这样做他就越是要拼尽全力 不久前地下竞技场的八强已经悄然诞生 朱寿作为最大的飞马一路绿灯闯入八强 但其实他遇到的对手都不算能打的 八强对他来说已经是极限了 果然新的一轮抽签让他头皮发麻 朱寿抽到了无败之王范马任牙 第一梯队的很人一抽到就是完蛋 见此情形他赶紧来找任牙说起 怎料任牙竟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 朱寿抱着任牙还想继续拉扯 年轻人打比赛以后多的是机会 但这次可是他最有可能获奖的一年 任牙毫不留情地甩开了朱寿 想从他这里买通关文碟那是不可能的 随后四强争夺战立即开始 任牙和朱寿登上了一台 铁面无情的任牙冷冷地盯着朱寿 但他并不知道 自己即将陷入一个致命的圈套 战斗一开始朱寿率先发动攻击 灵力的攻势齐刷刷招呼到任牙身上 朱寿试图用体型优势抢占先机 逼得任牙只能被动防守 这种战术也算合情合理 但朱寿接下来要说的话 就让任牙摸不着头脑了 朱寿当众卖残表示任牙在欺凌老人 听到这话任牙反手就是一记鞭腿抽过来 竞技体育菜就是原罪 你在这里卖残有什么用 随后任牙抓住朱寿的头发痛骂对手 这里可是决出最强格斗士的地方 老逼登不要再继续侮辱赛场 此时任牙的脚紧已经死死围住朱寿的脑袋 朱寿喘不过气只好小声认输 听到这话任牙便放开了对手 高兴地摆出庆祝动作 但他还是太年轻了 朱寿只是口头认输并没有做出拍手动作 任牙当下一两惨遭偷袭 一脚段子绝孙腿结结实实地打了过来 任牙痛苦地捂着裤裆追回莫及 自己不该相信朱寿的 但现在他只能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一张帅气的脸蛋遭到朱寿报彩 赛场上风向一遍朱寿大展拳脚 任牙处于半昏迷状态毫无反抗之力 只能被朱寿按在墙角蹂躏 随后朱寿又将任牙甩飞到擂台另一边 人还没站稳 腰子就先被踢了一脚 在朱寿的攻击下任牙逐渐恢复意识 一拳轰出夺回身体主动拳 摔跤手的夺命大招绝不是盖的 任牙血剑当场 为了保险起见朱寿还补了一手顶上开花 一个倒栽葱把任牙中在地上 脑部受重创几乎等于宣判了比赛结果 所有人都觉得任牙完蛋了 但任牙偏偏扛了过来 好像没有受到任何伤势一样 扭头就对着朱寿疯狂输出 见此情形朱寿只好亮出最后的底牌 空中比划一个大拇指示一同火出手 此时擂台通道内走出一个恶挪多姿的身影 任牙转头一看惊呆了 难道是自己的母亲复活了吗 任牙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从细微的表情电话中找到了猫女 这个女人是个冒牌活 殊不知朱寿要的就是这一瞬间 她抓住机会一个飞踢踹爆任牙 高手对决比的就是战斗状态 只要任牙走神心态不稳 接下来的战斗就会由朱寿主导 朱寿控制任牙的同时 主动承认姜朱是自己的老婆假扮的 妆容和衣服都做到了99%的还原 没想到任牙还是看出来了 为了获胜朱寿使出各种手段 赛前下跪求情 赛时假装认输 甚至找人假扮江珠 这全都是朱寿的心理战 为最后的逆转角锁做准备 打到这里朱寿心里乐开了花 他对自己的绝技非常自信 谁知逆转角锁并没有什么卵用 任牙一扭头就挣脱了束缚 为此任牙还得感谢朱寿先生 正是因为假江珠的出现 让任牙找回了人生目标 地下竞技场的冠军 只是前进的一小步 任牙最终是要击败勇次郎 给母亲报仇 随后他摆好架势重新挑战朱寿 但最恶心人的点是 格斗出身的任牙 居然要用摔跤技术对阵朱寿 偏偏他还学会了朱寿的逆转角锁 任牙掌控全局 把朱寿搞得异常狼狈 虽然他逃脱了逆转角锁 但却拿四肢固定法 没有任何办法 观众兴奋地拍手叫好 甚至连朱寿的老婆 都在给任牙加油 一场敖战打碎了朱寿的冠军梦 随后任牙抱着朱寿腾空而起 让朱寿也尝了场顶上开花的滋味 等到对方重新站起来 任牙又是一个被摔爆头 朱寿身无可恋地倒在地上 至此任牙获胜闯入四强 或许从朱寿跪下的那一刻起 这场战斗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狮子扑向男孩的那一瞬间 所有人都觉得男孩死定了 作为杂技团里年龄最小的演员 或许他的人生将在这一天结束 万幸关键时刻他遇到了独步 如果不是他收养了男孩 世界上也就不再会有天才少年余地克斯 而是多了一个胆小的马戏团杂技演员 经过轮番战斗后 独步和克斯父子俩一起闯入竞技场八强 克斯率先出战对阵中国拳法家列海王 这一战独步对儿子寄予厚望 如果克斯输给了列海王 那他就会把神星会道馆的招牌拆掉 放弃天下第一空手道的所有荣誉 克斯一脸自信地表示 接下来请看我秀翻全场 上台后两大强者互相对峙 这时克斯还不忘向对方撂狠话 克斯认为空手道能够碾压中国拳法 但他还是低估了中国武学 双方斗气爆发战役升腾 不多时战鼓敲响比赛正式开始 克斯立即摆好架势严阵阵以待 这是音速权的起手势 难道克斯一开场就要开大招吗 独步终于明白 儿子只是看起来吊锒铛的样子 实际上他求胜的欲望比谁都强 要知道花山勋就是败在了音速权的手上 这招攻防一体上中下三段都能打到 一旦中招伤害不容小觑 随后克斯凭借蛇皮走位贴近到烈海王身边 逼得烈海王不得不有所行动 只见他张开双臂全身肌肉暴涨 本就健壮的体型此刻又膨胀了一拳 但克斯万万没想到 这只是烈海王放出的烟雾蛋而已 下一秒他一口老弹喷出土到克斯的眼睛里 克斯躲闪不及被呼了一脸 再回头烈海王已经站到身后 克斯强行轰出一拳企图拉开身位 没成想烈海王的出拳速度更快 一记重拳打到克斯的身上 随即克斯倒飞出去30米摔在观众席上 而他的肚子上还有一块紫色的拳印 莫非这就是中国武术的内攻心法 这波秒杀不仅让毒部气昏了头 更是让任牙一脸震惊 事实上这一拳的威力在于上万次的练习 日本格斗家是用沙袋锻炼拳脚 而中国武者采用击打岩石的训练方式 一块巨大的岩石最后会被慢慢打磨成岩石 武者的攻击力在这种变态的训练中不断强化 手脚表面也会变得坚不可摧 烈海王在出关之前就曾打磨出一块巨大的黑钥匙 因此他的拳脚功力可想而知 克斯爬到擂台上还想再打 可是他的身体已经不听手了 见此情形烈海王也就不再出手了 而是直接开启嘲讽模式崩碎克斯的心态 克斯承受了肉身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 烈海王一拳打出了威名 而接下来新一轮的比赛则是一场特殊安排 替补登场的安德雷还从未上场比试过 为了公平起见 他特意要求举办方给他增加一轮常规赛 这个对手也不是一般人 而是一只关在集装箱里的巨蟒 大蟒蛇身长超过20米宽度超过一米 一上来就咬住安德雷的手臂死不松口 安德雷不慌不忙一个被摔挣脱束缚 原以为大蟒蛇遇到狠人会识相的离台 谁知他还想用捆绑搞点小动作 安德雷钻紧的铁拳无处释放 随后疯狂地砸向巨蟒的脑袋 三连击之后再上脚补了一刀 或许大蟒蛇永远都不会想到 到最后他竟会是这么窝囊地死去 另一边杰克犯马还在备战室内科要打鸡血 每次比赛前他都要用药物刺激肉身极限 一直吃到青筋暴起才算满意 冲击四强的第三战将在安德雷和杰克之间展开 在真正的巨人安德雷面前 杰克似乎还小了一号 两人面面相去都是一脸不屑的表情 怪物和怪物之间没有任何感情可言 战斗一开始安德雷便发起死亡冲锋 调转身体直接冲上去顶飞杰克 真正的强者说干就干 安德雷架住杰克的胳膊养身被摔 下一秒杰克直接飞到了天上 眼看对方收缩身体即将落下 安德雷360度转体拉近距离 杰克一回头发现这个瘟神又来了 劈头盖脸就是一通疯狂输出 铁拳砸在脸上打得他脑袋嗡嗡坐下 除了被动挨打杰克没有任何办法 下一瞬间安德雷抓住杰克的手臂再次使出摔跤术 杰克撅着屁股倒地不起 自愿挨打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套 杰克发红的眼睛暗示事情并不简单 猎杀时刻即将觉醒 一滴人体改造药液滴入池塘 随后整个鱼塘都炸开了锅 所有鱼在一分钟内死得干干净净 药效如此恐怖的强化液体 杰克却毫不犹豫地喝下去三瓶 甘愿燃烧自己的生命变强 也不想一辈子做个普普通通的拳击手 故事的开始要从一个科学怪人说起 深化博士因为人体改造研究遭到众人唾弃 团队解散后只能单枪提马做实验 而他的心里始终有这样一个梦想 那就是用科学的力量 制造出一个足以匹敌勇次郎的男人 研究成果这方面他还能继续攻关 但关键问题是 博士找不到愿意配合的实验人员 这天博士准备去拳击馆碰碰运气 恰好遇到了近乎变态的杰克饭马 他的外形骨瘦如柴几乎没有脂肪和肌肉 长得像个饿死鬼 拳头却像疯子一样挥舞着 据说他每天打拳超过12小时 中间也不吃不喝不上厕所 另类的杰克让博士很感兴趣 于是他拎起拐杖不由分说地打向杰克 甚至还连着抽了好几下 正常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躲闪反抗 谁知杰克却像没有感觉一样 还是自顾自地专心打拳 看到这一幕博士一脸震惊 而他对杰克的兴趣也越来越大 博士发现杰克每天都在玩命锻炼 打拳时间远超正常人 举杠铃要把配中压到极限 一直拉到双手脱力才肯放手 超负荷锻炼起不到任何强健体魄的作用 相反杰克的肌肉在急剧萎缩 身体日渐消瘦 杰克的锻炼量是世界第一 战斗力则是拳击界的倒数第一 这种伪科学的锻炼方式完全就是送命 无论如何博士都要阻止杰克白白送死 实际上杰克是不得不这样做 因为科学的训练方式只能让他拥有接近强者的实力 但绝不可能超越勇次郎 他必须要用极致的锻炼超越肉身极限 杰克变强的愿望远远超出活下去的信念 宁愿把灵魂出卖给恶魔也要变强 这就是博士一直在找的实验对象 在博士的提议下 两人一拍即合开启了人体改造实验 博士先将改造液的药效强度展现给杰克看 另一边的杰克没有半点 蹲蹲蹲直接把三瓶药液喝个精光 还有一大碗的药片全部吞掉 效果正如博士所说 一个星期之内 杰克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干瘪的手臂变成了麒麟臂 皮包骨头的胸膛长出了坚实的大胸肌 两只炸猛脚变得像水管一样又粗又大 事实证明博士的研究成果是有用的 秃头博士笑得合不拢嘴 随后立马拉上杰克去做体质测试 无论是短跑的爆发力还是举重的耐力 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按照杰克现在的水平 分分钟就能刷新田径运动的世界纪录 在博士的帮助下杰克的战斗力 蹭蹭蹭暴涨 打遍全管无敌手 把过去的耻辱全部洗刷干净 但博士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么快的提升速度杰克还嫌不够 他愿意用死亡来交换最强的肉体 博士可以尽管拿他做实验 于是杰克彻底走上了科技与狠活的道路 画面一转回到竞技场上 安德雷强势碾压打的杰克抬不起头 此刻势头正猛的安德雷绝不会放弃机会 一伸手抱住杰克的后腰将其甩飞到天上 投掷技术在摔跤比赛有着不俗的效果 杰克摔得七昏八速后又被像炮弹一样扔了出去 砰的一声磕在墙角 安德雷目光如电已经杀疯了 接下来如果杰克还不予以反击 那么他也将无缘晋级半决赛了 随着脑海中的灵光一闪 杰克抓住安德雷的手臂全力缠绕 安德雷单手称帝这才勉强稳住身形 其实缠绕只是为了控制对手 下一秒杰克张开血盆大口咬在安德雷手上 不多时鲜血浸满整个手掌 安德雷下意识的一拳断开二者的连接 代价是两根手指筋骨寸断 剧烈的疼痛让安德雷失去了领志 导致冲撞时的姿态都严重变形 杰克抓住机会一拳让对手升天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刚才安德雷打得有多爽 现在杰克就要加倍还给他 杰克的铁拳打得对手一脸懵逼 与此同时 赛前嗑药的药效也显现出来了 血液涌上头顶后 杰克马上进入狂暴模式 一个转身把安德雷甩飞出去 340斤的巨人在杰克手上 像是轻飘飘的小东西 杰克一次又一次地蹂躏对手 可是安德雷坚持要站起来 甚至还要用上位的姿态轰杀杰克 此时安德雷中门大开不做任何防护 杰克的手刀直挺挺地刺进了对手的胸膛 贯穿肌肉后瞬间扎进心脏 安德雷口吐鲜血丧尸战力 至此胜负一分 杰克一招绝杀安德雷 他用尽全力总算拿到了半决赛的入场圈 传说每个人将士都是菩萨的化身 因为人类最原始的握法就是菩提印 而五道界一致认为 用菩提印轰出的正拳将是天下第一拳 这也成为了独步终其一生追求的目标 四强争夺战的最后一轮将在独步和色川之间展开 赛前热身时独步突然开始怀疑人生 似乎自己打了半辈子的正拳一直是错的 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让他多想了 因为另一边的色川早就上台了 不做任何热身上来就是干 50岁的杀虎王对战70岁的日本大人 明明该退休养老的年纪却一个比一个能大 作为五道界的老人 他们的开场显得中规中矩 没有偷袭和叫嚣 而是采用相同的架势迎战 一边是拳头另一边是开掌 分别代表钢剑的空手道和柔刃的和气道 两人紧紧盯着对方的动作等待对方出错 色川一脚踏出如同鬼魅般前行到独步身前 独步下意识轰出一拳与之对抗 但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然反被色川击飞 作为和气道的大宗师 色川将泄力反弹的技术运用到了极致 对手的横向发力会被斜着送回去 而且发力越狠反弹越猛 独步知道自己大意不得 马上摆出天地上下的攻防架势 紧接着扑到色川面前发起进攻 虽然他的攻势非常迅捷 可是色川一眼料定那都是虚招 真正的攻击就藏在脚下 色川顺势扑倒独步 没等对方的正拳打过来 他就先用头锤撞开对手 多年的武学功底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即使如此独步依旧可以快速反击挥出一记手刀 偏偏手掌贴在色川的耳边又停住了 不是独步不想打 而是色川用脚趾封住了独步的动作 这一枪热血散不出去显得十分憋屈 独步试图用扫堂腿缠倒对手 但色川却趁机抓住独步的脚后跟将他送走 这一脚踢的独步抓耳挠塞 观众更是惊叹与古柔术的神奇之处 独步躺在地上终于想明白了 既然攻击是无效的 独步索性转弓为首等待色川出击 这样和气道的反弹就没用了 他的猜想很快便得到了验证 色川不得不发动突袭抢占优势 而这种面对面的硬钢独步还从来没输过 关键时刻独步领悟了图体 并将这个手势运用到了正拳中 色川猛地吐出一口老血倒在地上 而他上一次受到这么严重的伤是在什么时候呢 似乎是30年前自己挑战师傅的时候 当时所有弟子都惧怕师傅的气势 只有色川敢站出来挑战权威 他依靠迅猛的招式逼得师傅不断后退 灵力的眼神还吓得师傅拔刀反击打破了规矩 师傅的这一刀砍得色川血流不止 但另一方面也代表色川的实力足够出师了 色川好久没有体验过酣长淋漓的战斗 今天独步彻底激发出了他的战役 甚至连压箱底的乾坤大挪移都用了出来 独步的脑门被重重地砸在地上 两个老人不约而同喘着粗气恢复体力 片刻之后他们又同时站了起来 无论如何这场战斗需要一个结果 独步将所有的希望压在了拳头上 色川则是摆好架势一步步走到独步面前 谁都没有贸然出手 而是在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 面对独步的政权色川选择用脸硬扛 而他也不得不后退一步站稳脚跟 古柔术一旦抓住对手的身体就是必杀 瘦小的色川在这一瞬间把独步按在脚下 以伤换伤从而战胜对手 色川从来没有赢得这么狼狈的 谁让他的对手是杀虎王于帝独步呢 战斗结束后色川静静地坐在独步身边回味整个过程 这一战让他感受到了空手道的强大 色川表示自己只是赢在了年龄和经验上 如果他和独步对调年纪 或许今天落败的人就是他了 眼看色川即将转身离场 嘴硬的独步仍然表示自己没输 因为他还活着就不会输 独步的倔强无疑是一种挑衅 色川心想干脆就送他一程 好在陈烟过后独步的身体还是完整无缺 但他心里已经暗自发誓 回去就把神兴会的招牌拆掉 与此同时地下竞技场的保险门莫名传出异想 工作人员试图打开大门查看情况 没成想下一秒大门直接被干爆了 要知道这可是德川老爷子特意安置的顶配防盗门 不多是门内走出一个人影 此人正是之前被麻醉枪放倒的地表最强生物 泛马永次郎 你知道易营式的战斗吗 跟空气对练却造成了实打实的伤害 因为对手就在刃牙的想象中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让其他人看见 半决赛开始之前刃牙失踪了 面对中国第一拳法的烈海王 他必须做好充足的热身准备 而另一边烈海王也遇到了意外状况 永次郎突然找上门来向其示威 他的力量已经能做到隔空阵碎墙壁 见此情形烈海王非常兴奋 早就听说永次郎被称为地表最强生物 今天倒要见识下对方的实力 此时的永次郎还不屑于跟烈海王对战 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还没打过 又有什么资格挑战自己呢 这一脚踢爆天花板是为了跟烈海王划清界限 并且提醒他不要小瞧刃牙 不久后地下竞技场的擂台赛正式打响 烈海王早早上台准备迎敌 而擂台的另一边却一直空空荡荡 全场都在等待着任牙的出现 这一次他直接从观众席上跳了下来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任牙今天是带伤上阵 看样子好像还是新天的伤势 这些伤痕全都来自于模拟练习 一个完全复刻了烈海王的虚拟人物 经过上百次的战斗后 任牙还是没能在模拟练习中获胜 但他已经对烈海王的招数了如指掌 于是任牙静止走向眼前的对手 两脚一灯轻轻松松爬到烈海王的脖子上 这一招乃是烈海王的转莲花 虽然他成功从侧摔中脱身 但却拿任牙的上勾拳没有任何办法 一个照面烈海王落入下风 但很快他又用扫堂腿重新拉开战斗剧的 此刻烈海王终于明白 自己的底牌早就被任牙看光了 下一秒任牙开启鬼脑全盘复制任牙王 接下来使出的招式全都是中国拳法 看起来似乎比任牙王更加强势 可是脑飞只能提高肌肉的爆发力 任牙距离中国拳法的复原境界还差了一大截 这就是模仿和本体之间的差距 烈海王忍不住给任牙上一课 四两拨千斤的一拳当场把对手轰飞 怎料皮糙肉厚的任牙像个没事人一样站起来 论耐打程度似乎没有人能比他更强 任牙反过头来嘲讽任牙王 如果你的真实实力只有这么点 那这场战斗也太没意思了 于是任牙王脱掉了负重铁鞋 摆脱了重力的束缚 任牙王的移动速度可以更快 打赤脚意味着他认真了 烈海王以脚带拳攻击任牙头部 随后一个提膝重击对手面门 任牙试图用腿格挡但是毫无用处 因为烈海王拳脚并用总是能打中任牙的穴位 最后使出一招锁喉踢飞任牙 万万没想到脱掉鞋子的任牙王更加强大 他的足迹可没有在虚拟练习中出现过 任牙捂着脖子叫苦不迭 谁料任牙王后背偷袭不留任何机会 紧随其后的连环踢一脚比一脚快 烈海王的目标始终是任牙的喉咙 专挑对手的痛处打 任牙猛地喷出一口老血 虽然很痛大还能打 任牙擦擦嘴站起来硬刚烈海王 面对这个扯不掉的狗皮膏药 烈海王恨不得一口将其吞掉 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是各有千秋不分上下 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结果 只有烧将在替任牙担心 此刻任牙终于动了 禁止走到任牙面前发动踢击 双方你来我往各自招架 一个不留神就会被对方打倒 势均力敌的局势没有持续多久 随着烈海王一口龙潭喷出 任牙当下一梁下三路被打穿 防御系统瞬间瓦解 烈海王剑缝插针全权倒肉 到最后任牙只剩挨打的份 下一秒双风冠耳插进任牙的耳朵 他变成了龙的传人 更要命的是 烈海王竟然主动去捅任牙的肚脐眼 沉睡的饭马血脉觉醒了 任牙一个鞭腿猛抽烈海王 双方重新拉开战斗距离 此刻任牙的眼睛和勇次郎非常相像 张开双臂迎战的姿态更是一模一样 汹涌的红色斗气是饭马家族的标配 任牙起了杀心 这时烈海王的暴冲无异于送死 在任牙一屁股坐上他头顶的时候 烈海王就已经输了 任牙抓着对手的头发和下巴用力一拟 仁慈的他还是没下杀手 否则烈海王的脖子绝不只是脱脚而已 最终任牙一脚抱踹烈海王紧步 在他跪下的那一刻 这场战斗的胜负便已经分出 全场无一人为任牙喝彩 因为所有人都被恐怖的犯马之血吓傻了 嗜血的勇次郎表示非常不理解 明明任牙可以直接扭断烈海王的颈椎 可他为什么要手下留情 你相信人的死亡直觉吗 做事情没来由的不顺利 甚至连正常走路都会莫名其妙的摔倒 这是因为身体在阻止你别去冒险 今天色川就遇到了这种奇异事件 走在通向擂台的过道上 他脚下突然一滑重重的摔倒在地 70岁的色川突然回想起师父曾经说过的话 这就是无招胜有招的境界 身体提前感应到了危险的存在 从而制造各种麻烦来阻止射险 这种护身法比任何防御招数都管用 因为那是天赋加上修行的积累 想到这里色川终于明白 自己的身体是不会说谎的 但现在的他除了战斗别无选择 没有人愿意成为决斗场上的懦夫 色川告别本部后颤巍巍地站起来 眼前这条只有十米长的过道 刹时间变成了一个漫长的隧道 色川扶着墙壁艰难地走到终点 最后用尽全力推开大门 而他的对手杰克犯马早已来到台上等待 半决赛的第二回合 柔树达人色川对战黑科技怪物杰克 在裁判的指引下双方回到各自的位置 转身的那一瞬间 杰克敲咪咪把激素药完全吞了 药效也是立竿见影 杰克全身轻筋抱起肌肉膨胀 走到擂台边缘拿出早早准备好的椰子 就这样一口两口三口当众将其咬破 见此情形色川不慌不忙地喝了一口水 而这口水也将在几分钟后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下一秒杰克冲向色川虚晃一枪 随后猛地挥出一记生龙拳 色川的身体丝毫未动 原本壁中的铁拳居然诡异地曝空了 或许观众会看不出来 但本部和克斯却非常清楚 色川是因为闪避太快造成了没有移动的假象 单单是这一项技术就够许多舞者学一辈子了 色川仍然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在等待杰克主动靠近 好让嘴里的水柱精准喷射出去 这招是从猎海往那学的 并且还进行了专业化改良 水柱不再喷向眼睛而是攻击对手的泪血 只需微量的水分同时渗透到眼睛和鼻腔 对手就会产生溺水的错觉 果不其然杰克中招了 站在地上来回扑腾手臂 好像自己真的淹入水底了一样 见此情形色川非常满意 慢悠悠地走向杰克一个勾拳打飞对手 紧接着再用一掌将其按在脚下 此时杰克的体型优势变成了大劣势 色川直接跳起来抱踹杰克的喉咙 一套连招足以把对手打得昏厥过去 大势已成色川转身准备离场 怎料杰克却像个没事人一样坐起来 色川还是大意了 在他发动踢击的时候 杰克咬断了他的跟肩 色川废掉一只脚顿时恨得牙痒痒 没成想杰克还做了一个致歉 仪式故意刺激色川 趁着色川一动不便杰克当场扑了上去 这几发重拳虽然没能命中对手 但却意外刮破了色川的脸皮 达人的脸上顿时出现一个大火口 色川摆好驾驶迎战杰克犯马 面对沙包大的拳头他也只能以躲闪为主 不凑巧的是 由于跟剑断裂色川又摔倒了 杰克直接张开血盆大口咬向对手 色川来回不停地躲闪 终于抓住一次机会将杰克甩飞出去 但这点伤害对于杰克来说就像刮沙一样 起身后一个猛虎扑式压倒色川 原本这一口是咬在脑门上的 色川气聚宝帅只好用手来挡 转眼间杰克已经把他叼到了半空中 关键时刻色川想起了自己的河气道 360度转体将杰克先飞出去 一味的躲闪是无法战胜对手的 色川干脆坐下来蓄积攻势 牺牲自己的位移强化攻击力 这也是无招胜有招的应用 见此情形杰克一个鞭腿抽到色川头上 河气道的精髓在这一刻发挥到了极致 无论对手是正面攻击还是背面攻击 色川都能顺着发力方向将其甩飞 杰克也发现了这一点 干脆贴到色川身前用手抓人 等到色川上手买挡 他就一口咬住对方的手臂 这时色川的左右手都被废了一半 他被杰克叼在嘴里随意蹂躏 但又逃脱不了杰克的控制 最后背部遭受重击内伤大出血 就算这样色川还是没认输 他先是一蹶一拐地走到杰克面前 用两只几乎残废的手臂抓住对手 全胜状态下的色川或许还能将杰克掀翻 但现在已经完全没可能了 杰克一脚踩向色川的紧步KO对手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色川身负重伤再也起不来了 而这也是他第一次被人彻底打负 另一边杰克带着胜利的喜悦走下擂台 不料红叶竟然迎面拦住他 作为一个格斗家 红叶认为用颗料战胜敌人是一种吃辱 杰克不配继续战斗下去 但和一个莽夫讲道理又有什么用 杰克一只手就能把红叶按到跪下 在绝对的力量压制下 他分分钟就能捏死红叶 但没有人比红叶更清纯 而他的身体马上就会因为用药过多而崩溃 面对火烂女兵的盛情邀约 16岁的勇次郎居然扭扭捏捏放不开手脚 只见他的身影孤零零的越走越远 女兵感叹勇次郎还是太嫩了 他应该把握住战场上一切能够开炮的机会 就在女兵转身离开的一瞬间 他才知道自己是小看了勇次郎 比起两人面对面的配合 勇次郎还是更喜欢霸王硬上弓的姿势 此时的勇次郎还只有16岁 但他却孤身一人跑到了越南战场上 为了逼迫自己变得更强 勇次郎需要一个枪林弹雨的危险环境 然而这场战争完全是一边倒的形式 美国军队全方面碾压越南军队 本土居民因为战争到处流浪 见此情形勇次郎把目标放在了美国军队身上 为了拦截一支小队 他可以在水底藏一整天 然后跳上小船赤手空拳干掉所有士兵 勇次郎善于隐藏踪迹悄碍杀 米军因此损失严重 但次次都抓不住勇次郎 军营里属下回访都是来上报伤亡数量 这么消耗下去勇次郎都要杀穿军队了 将军忍无可忍决定实施无差别虐杀 计划用火药和油桶覆盖整个越北地区 轰炸七天七夜把所有活物都消灭掉 第二天计划立即执行 直升机和战斗机载着成敦重的火药飞上天空 然后一股脑全部丢在地表上 勇次郎被逼无奈只能躲在地洞里 渴了就喝山泉水 饿了就吃洞里的老鼠 地面上的狂轰滥炸完全影响不到他 七天过后米国军队进行常规搜查 原以为这片土地上再也看不见半个活人 没成想永次郎从地洞里窜了出来 嚣张的小队长当场被拿捏了 面对敌人的火力压制 永次郎毫不犹豫地搬出小队长做盾牌 眼看队长的身体被打成了筛子 士兵们当场傻眼了 此时永次郎已经跳到了他们的头上 拳脚随便招呼几下 米军小队顿时全军覆没 但永次郎弯弯没想到 他的身后还藏着一个独眼老六 趁着对方叫嚣的气焰正上头 永次郎反手一拳将其扯开 煞时间两颗子弹洞穿了独眼龙的胸口 原来他的背后还有埋伏呢 永次郎转头一看 发现一名黄发女兵跳出地洞 这个女人外表上英姿飒爽非常干练 做起事情却比永次郎更加疯狂 女兵疯狂扫射士兵的尸体以此泄愤 原来他也非常厌恶这些米国军队 永次郎出现的那一刻 他就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新闻里绞杀米军的16岁少年 在他看来永次郎就是英勇正义的化身 随后两人干柴烈火一拍即合 在战场上快乐地成长了一番 这激情四射的一炮也就是捷克范马的由来 回到地下竞技场的擂台上 最后的决赛将在范马兄弟之间展开 两人虽然有着巨大的身高差 但真打起来刃牙却丝毫不虚 两人的出招方式都是如此相似 见到对手就是一拳轰在脸上 众所周知开局第一拳都是打个招呼而已 接下来才是热身运动 两人拳脚相加开始对轰 出拳速度极快每一拳都想打残亲兄弟 他们表面上就不对付 打起架来更是不遑多让 在二人激烈的战斗中 汗水泪水以及各种体液直接溅到赛场外 任牙一个扫堂腿踢翻杰克 没想到杰克腿长可以快速起身 两脚一灯直接跳到了任牙身上 铁拳左右开弓打得任牙非常狼狈 随后双方再次拉开身位 任牙感觉浑身暖洋洋的非常舒服 杰克表示自己也有同样感觉 原来双方打了这么久只是热身而已 这场比赛真是吃回票价 任牙摆好格斗架势准备迎战 而另一边杰克的动作却非常奇特 这种架势来自对野兽的模仿 杰克压低重心和手脚强化啃咬的作用 果不其然下一秒他就张开大嘴扑了上来 任牙受不了对方的口气 于是便直接用手机撞翻杰克 作为人类最强大的身体武器 手机直接把杰克干懵了 而他的状态也是直线下滑 任牙一轮拳脚输出后祭出脚紧大招 只见杰克满脸痛苦地蹲下 这场胜利原本已经十拿九稳 但谁知杰克又像没事人一样站了起来 全身气势暴涨似乎变成了勇刺狼 任牙知道自己已经控制不住对手了 随着杰克双手一拨 任牙的脚紧被轻松解除 但奇怪的是 杰克突然对着任牙哭了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惨的米国队长 一个人被暴徒挟持 属下竟然毫不犹豫地朝他开枪 好在队长多穿了一件防弹衣 要不然今天就要去拜见上帝了 然而事情会闹到现在的局面 归根结底还是米国军队自找的 经过七天七夜的火力轰炸 越北战区方圆几十公里的土地都给烧了个遍 上万吨火药就为了消灭勇次郎一人 米国将军自信满满地走下战场视察 果然肉眼所见看不到一个火物 但他万万没想到 就算是这样的轰炸勇次郎还是安然无恙 一看到勇次郎出现将军差点吓尿了 他想拔枪击毙此人 但他又怎么会是勇次郎的对手 士兵听到响声赶紧过来查看 没想到将军直接倒在了他们面前 于是一群人火急火燎把领导送回军营 万一将军出事他们全都得上军事法庭 手术台边士兵还在疯狂催促军医赶快 却不想将军直接喊来属下准备交代后事 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将军 皮套被撕开后所有人都被吓了一条 原来这一切都是勇次郎的阴谋 在场的清兵毫无还手之力全都被干怕了 勇次郎深入敌营准备杀个痛快 怎料门外的护卫队早就准备好了 一支支枪口全都对准了勇次郎 队长史翠登劝说勇次郎不要反抗 不如握手交个朋友 接下来配合他们走程序 可是勇次郎怎会乖乖投降 一把抓过史翠登然后靠墙隐蔽 在士兵的火力覆盖下 勇次郎顺势砸破墙洞逃了出去 但没有人会想到 一高人胆大的勇次郎竟然还敢杀回来 他突然从士兵的背后出现 冲上来就是一顿暴揍 紧接着跳到天花板上逃离现场 万万没想到米军大本营竟会被人入侵战 对方还是单枪匹马的一个人 见此情形上校直接叫来武装坦克包围大本 三分钟内他要让勇次郎死无葬身之地 但令人绝望的是 恰恰是这一炮把他自己送上了西田 米军大本营领女兵掏出一个大宝贝 同样憎恨米国人的他绝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下一秒一条秘密通道出现在眼前 就这样两人走地道迅速逃出生天 而米军的炮声响起后 大本营内外全都被烈火吞噬 另一边犯马兄弟之战还在火热进行 杰克杀红演了一拳打向任牙的面门 只怪这一拳过于生亡 任牙翻了好几圈这才卸掉一半的你 今天杰克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战 更重要的是帮母亲讨回公道 没有那次霸王硬上弓 也就不会有杰克母亲的悲剧 双方摆出同样的架势迎战 但杰克却不知道 任牙和他的母亲同样是受害者之一 杰克报仇找错人了 但是这场决赛还得继续 任牙踩着杰克的身体上去就是一个提膝暴击 趁着对手还没回过神来 一记头锤砸向杰克的牙齿 杰克亮亮呛呛即将摔倒 一口大白牙直接磕在擂台边缘上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杰克的牙齿非常坚固 甚至还把木材咬下了一块 随后他更是扑上来追着任牙咬 只要粘上他的牙齿必定是大出血 任牙左右躲闪不敢怠慢 但还是被杰克咬到手里 伴随着杰克的全力撕咬 任牙的大动脉当场破裂血流成河 照这样的流血程度继续下去 任牙顶多再坚持三分钟 之后就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昏迷休克 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绑上绷带继续打 两人同时发起死亡冲锋轰杀对手 痛斥一拳之后任牙的状态非常不好 见此情形杰克抓住机会再打一拳 任牙的身体倒飞出去 最后像个死尸一样倒在地上 眼看杰克就要上前绝杀任牙 稍将突然跳出来痛骂决斗比赛 事实上稍将的怒吼并没有什么卵用 因为没有人会在乎他说的话 在场的观众都是爱看打架的风批 但恰恰是这几句话给任牙争取到了喘息的时间 杰克再想一记绝杀就没有那么荣耀 任牙借杰克之力重新站起来 随后直接骑在对方的脖子上 这招倒转莲花差点就用了出来 无奈杰克用脚硬撑没有成功 下一瞬间杰克抓住任牙的手臂将其摔倒 一张血盆大口差点咬在任牙的脑门上 不料任牙竟然学会了好昂生的扭断 杰克的左眼瞬间失明看不见任何东西 任牙调转身为躲进杰克的视野盲区 而他接下来所用的招式更是闪下了众人 任牙完美复制克四的音速拳 一套连招打的杰克恼羞成梦 紧接着他又使出了诸兽的直断法 用力一把当场卸下杰克的胳膊 在现场观众的欢呼声中杰克反倒心态崩了 杰克体内的药效完全激发 煞时间皮肤全部变成紫色 血管整整膨胀了一大圈 见此情形助地医生都要疯了 如果再不阻止这场决斗 任牙和杰克至少会有一人惨死在台上 这个狠人嗑药太猛遭报应了 决斗进行到一半就吐得稀里哗啦 再强的鬼位也经不住嗑药瞎折 要知道那都是折损生命才获得的力量 吐完之后杰克的肌肉瞬间缩小一大圈 决斗装逼帅不过三分钟 虽然变身之前他真的很猛 浑身变子进入丧尸状态 一脚就能把刃牙踢飞20米 经此一击刃牙直接被干怕了 软绵绵地倒在地上像个死人一样 但杰克很快就被药物反射了 整个人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 手臂像是要被掰断了一样 此时杰克的身体已经完全超负荷运转 科药的副作用全面爆发 于是就有了开头丧尸和绿茶的故事 红叶医生经验丰富 一看到杰克的样子就知道要出大问题 好心上台想把杰克拉走 没成想直接被一拳打出界外 虽然杰克的肌肉变回了正常的尺寸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能打了 每天24小时的锻炼可不是白练的 杰克的战斗纯度依旧高得离谱 但是时间不等人 刃牙只剩下最后的一分钟 体内大量失血经不起半点拖延 见此情形杰克弹射起步立刻冲到刃牙面前 一套组合拳招呼在任牙身上 双手左右开弓每一拳都像大炮轰炸 到最后杰克直接骑在了任牙身上 但他没想到的是 任牙的背上居然亮起了诡异的红光 趁着杰克愣神的功夫 任牙倒挂金钩一脚掀翻杰克 局面在这一刻陡然发生变化 任牙就像是重新获得了力量一样 一时之间居然完全压住了杰克的气势 他想跟哥哥打个赌 如果接下来的这一招不能击败杰克 那么稍后他会自动认输 后的胜利一定会属于他 另一边任牙也是不遑多让 全身斗气暴涨使出吃奶的力气 终于杰克的身体飘到了半空中 虽然还没摔倒 但他失去了最重要的质点 这一场决斗任牙实力发挥的淋漓尽致 意外间解锁贩马家族天赋技能鬼背 在距离的加持下 杰克还是没能顶住压力 一口铁齿铜牙最后磕的吸碎 好消息是他没有被摔死 坏消息是他被活活勒晕了 看到眼前的杰克已经没了动静 任牙大喘一口气将他放在地上 这场战斗的体能消耗完全超乎想象 任牙跪倒在第99不能起身 直到德川老爷子带来了象征胜利的金腰带 闪亮的狮子头就在眼前 但是任牙却没有力气站起来 最后还是杰克过来扶他一把 将绷带绑在任牙的手臂上 两兄弟不打不相识 这时杰克已经完全承认任牙的实力 贩马任牙配得上这个冠军 38名国内外顶尖舞者 经过30轮死斗绝出的胜利者 无败之王范马任牙成功未免冠军 台上的任牙收获无尽的荣耀 而下台的杰克却惨了 勇次郎早早在地下车库等着儿子 没想到杰克不仅输了比赛 最后还带着一身伤病来见自己 勇次郎一脸不屑转身就走 但对杰克来说这可是七尺大路 下一秒他张开血盆大口扑了上去 诡异的是他居然什么都没咬住 反倒被勇次郎一爪子掐断了大动脉 勇次郎表示啃咬只有在打野战时才有效 对付他则是毫无用处 紧接着他还用自己的方式教会了杰克尊老爱用 暴打结束之后勇次郎扬长而去 没想到任牙会比杰克更强 他对自己的小儿子更加有兴趣 决赛打完的第二天 任牙刚恢复状态就回到竞技场内 平常来这里打架都有一群观众围观 却不想这个时候赛场空无一人 任牙随手抓起一把沙头 等到表面的沙子全部滤掉之后 底下都是舞者被打碎的牙齿和骨头 虽然战斗很残忍 但没有一个舞者会拒绝登上擂台 这里只有纯粹的胜利和战败 正是因为如此任牙才要坚持打下去 目标是走出竞技场寻找更强的对手 加州监狱的深处藏着一间豪华总统套房 能被关押在这里的囚犯 必须是穷凶极恶的世界级暴徒 金碧辉煌的装修看得特派专员眼花缭乱 看来这注定是一次永生难忘的谈判 金发女秘书轻轻打开房门 奥利巴再次等候已久 不需要任何的手铐和枷锁 所有人都知道囚禁就是做做样子 只要奥利巴想出去 那这个监狱绝对关不住他 专员表示自己送来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国防部急于解决南美洲的麻药问题 因为军方不好直接插手 他们需要一个顶级杀手做掉幕后供应商 对于奥利巴来说这就是小菜一年 但他绝对不会想到 米国总统是在做局坑他 两天前米国政府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 讨论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对付逃往南美洲的永次郎 此人在越南战区屠杀了大量米军将士 如果放人不管肯定会惹出大麻烦 最后众人达成一致意见 派出米国水陆空三军精锐联合扑杀永次郎 为了掩人耳目 此计划命名为歼灭麻药活动 随后三支特种部队浩浩荡荡驶入南美丛林 陆军深夜抵达战区率先展开行动 布置完陷阱后马上开干 两个小兵吸引永次郎的注意给全军爆点 永次郎暴露位置后仓皇逃窜 在陆军的引诱和围下 永次郎终于踩中了陷阱 脚下一空掉进地洞里 几根尖刺差点扎穿他的肉身 更要命的是 大洞底下还有几十颗拆除引线的手雷 永次郎转身想逃 没想到特种部队已经将他重重包围 现在是上野上不去下野下不来 头上的AK随时能打爆他的脑瓜 脚下的手雷立刻就能把他炸碎 眼看领头的小队长这么爱叫嚣 永次郎趁其不备直接引爆手雷 紧接着凌空一跃躲掉大部分伤害 士兵担心永次郎逃走果断开枪 由于爆炸产生了大量烟雾 所以这些子弹都打在了自己人身上 此时小队长在想阻止已经晚了 永次郎反手一拳打向对手的心脏 队长当即暴毙身亡 鬼被加持下的铁拳怎是常人能够承受的 就这样陆军特种部队光速下场 消息传回到白宫已是深夜 陆军小队的阵亡让总统感到一阵肉疼 没想到史崔灯又说 就在当晚的下半夜 永次郎主动找上了其他小队 凭借可以躲过子弹的速度 他的手刀轻松划破对手的喉咙 而AK的火舌还在无情喷舌 子弹一阵扫射不小心打爆了优马 眨眼间水军阵地被烧得干干净净净 至此又一支特种部队沦陷 好在总统还藏了一手底牌 派出奥利巴去南美洲执行任务 在此期间他一定会碰上永次郎 到时候两个狠人必定不忽 无论谁死了都是好事 米国军队随便坐收渔翁之力 不得不说总统确实心狠手辣 但他还是算漏了一笔 因为三支特种部队完全干不过永次郎 实力最强的空军到头来也只剩下一个队长 但他也不会傻到跟永次郎比试格斗说 队长一上来就对着永次郎疯狂扫射 远距离战斗永次郎绝对干不过AP 所以他只能把对手骗过来杀 永次郎假装重弹倒闭 队长走近一看发现那是死掉的队友 此时他再想后退已经晚了 永次郎直接跳到队长身后拍飞武器 见此情形队长立即掏出手枪 但他还是小瞧了永次郎的实力 水路空三队至此全军覆没 不久后永次郎又来到麻药大佬的基地 本想找几个人打架过过瘾 怎料竟遇到大型黑吃黑现场 壮汉的胸膛被打出碗口大的凹险 楼上还有冲锋枪噼里啪啦的声音 奥利巴顶住压力走到胖子面前 一张照片甩出去就像是丢下了最后通牒 随后他转身跟永次郎打了声招呼 却不想背后的老六竟然敢捅刀子 可惜奥利巴的肌肉实在太结实 这刀子只能划伤表面而已 对于这种小别三奥利巴也不惯着 打飞胖子之后就是二人的战斗环节 奥利巴的野蛮冲撞没能成功命中 但他还是嬉皮笑脸的回头 摆出一个绅士的招牌动作 奥利巴迫不及待想跟永次郎一战 而永次郎却想把美妙的决斗留到最后 随后一个左正灯将奥利巴踢飞 单枪匹马走到院子外面 外面的米国大兵已经等了很久 永次郎决定先把这群人收拾掉 很快白宫又传来了噩耗 这回米国总统真的慌了 难不成永次郎要杀穿米国军队 但更令人绝望的是 此时此刻永次郎正向白宫赶来 总统准备调遣大军保卫白宫 危急时刻女助理提出了一个冒险的想法 怎料这一招居然真的化解了白宫危机 永次郎对于战斗有着狂热的追求 只要不主动找他打架就不会有事 于是总统打开大门热烈欢迎永次郎的到来 全军上下对永次郎恭敬永加 永次郎诚信而来败信而归 这段历史从此成为米国不能公开的秘密